查理芒格 查理芒格、Charlie Thomas Munger 1924年1月1日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 美国著名投资家 沃伦巴菲特的黄金搭档 伯克夏哈萨维公司的副主席 查理芒格在过去的45年里 他和巴菲特联手 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投资记录 伯克希尔公司股票账面价值 以年均20.3%的负荷收益率 创造投资神话 每股股票价格从19美元 升至84,487美元 1948年 查理芒格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 直接进入加州法院当了一名律师 并开始投资于证券 以及联合朋友和客户进行商业活动 其中一些案例已被编入商学院的研究生课程 经历一次成功买单后 芒格渐渐意识到 收购高品质企业的巨大获利空间 一家资质良好的企业 与一家苟延残喘的企业的区别在于 前者一个接一个的轻松做出决定 后者则每每遭遇痛苦抉择 芒格此后开始涉足房地产投资 并在一个名为自治社区工程的项目中 赚到人生的第一个百万美元 但有趣的是 伯克夏却不做房地产投资 从1978年起 担任伯克夏哈萨维公司的副主席至今 前言 说到投资界的大佬 世人皆知沃伦巴菲特 当然也有人会注意到 一直在他身侧的人 查理芒格 这是一个在股东大会上时而沉默 时而插画的有趣老头 2018年 他已经94岁了 却仍旧是一副精神绝朔的样子 芒格与巴菲特相识已经59年了 在前16年间 二人从未有过任何商业中的交集 但仍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双剑合并之后 二人成了商业伙伴 但更保持着老朋友之间的情谊 在商业活动中 所有的投资项目都是二人商讨之后的结果 那些震撼世人的经典投资案例 绝大部分来自于芒格的决断 巴菲特掌握着聪明 而芒格却掌握着正确 于是 芒格的投资思想成就了一代古神巴菲特 而他自己却隐于幕后 随着巴菲特的深刻而逐渐淡化 但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 芒格是一个低调之人 他并不希望自己被太多人关注 以至于当有人打算为他写一部传记之时 他开始的态度是拒绝的 因此 很多人将芒格称之为 巴菲特的幕后智囊 巴菲特最后的秘密武器 对于投资活动来说 一个比较通用的原则就是成本低 利润稳 一直以来 巴菲特都在坚持这个原则 所有的投资项目首先要从价格入手 芒格来到巴菲特身边之后 发现这些项目所能带来的多是短期利益 并无法形成长期发展 于是他开始规劝巴菲特着眼于那些优质企业 将投资目的放到长期利益当中 巴菲特采纳了他的想法 随着陆续持股蓝筹印花 喜事糖果 可口可乐 巴菲特在投资界的名声逐渐响亮起来 二人所掌控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也成为全球知名的保险和多元化投资集团 巴菲特与芒格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芒格的女儿曾说 沃伦与父亲非常相像 他们的声音与思想都非常接近 而且他们总是靠得很近 即便身居两地 也会不停地打电话 其实 二人的性格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如果说 巴菲特是一个大众所常见的正常投资者 那么芒格就会被附上固执己见 韧性 鲁莽的标签 但即便如此 巴菲特仍旧表示 查理是我能找到的最佳搭档 芒格给人的印象可以用有趣和固执来形容 他曾经在划船钓鱼的过程中弄翻船 差点淹死巴菲特 他也曾耗资600亿美元 只为建造一艘心血来潮的巨轮 他作为一个拥有八个子女的父亲 却对美国的反堕胎法提出了抗议 他不喜欢打招呼 有人认为他没礼貌 其实他那失明的左眼根本注意不到别人 他在会议上总爱打断巴菲特来插话 有人认为这是他的幽默 其实他只是在向大家强调一些处事态度和投资思想 他喜欢钓鱼和打牌 这确实是适合老年人的爱好 而正是这些爱好为他的投资活动引申了道路 芒格对于钓鱼和划船总是有着深切的情感 与子孙的钓鱼 也成为了他晚年生活的主要娱乐活动 他时常把钓鱼比作投资 认为二者很像 我钓鱼不是为了吃 纯粹是娱乐 所以我不会贪心 钓到一条就心满意足了 其实投资也一样 这是一个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活动 所以贪多是顾不全大局的 芒格饶有兴致地说道 芒格在钓鱼的时候 还会遵守两个原则 其一是要在有鱼的地方钓鱼 其二是谨记第一条原则 他表示 即便你的锤钓技术登峰造极 在一个没有鱼的地方也毫无用武之地 生活是一场持久赛 重要的是坚持和竭尽全力 如果你活得够久 便会遇到更多的机遇 这时候也不要贪多 抓住一个就很好了 倘若你懂了我说的话 相信在投资活动中也能获得可观的成绩 茂蝶之年 芒格阅历丰富 因此他活得也很明白 他从不会去触碰自己不懂的东西 就像不知实情不会忘加评论一样 若真要去触碰一番 也会提前去弄懂他 因此 芒格一生都酷爱学习 尤其是读书 就连在旅途中也会随身带一本 报纸 杂志更是家常便饭 他读书往往是有目的性的 他很少去想自己想要什么 而更多的去关注自己尚未拥有什么 随后便会有针对性的去补充知识 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范围 如果说巴菲特很专业 那么芒格则是很博学 虽然芒格与很多成功人士一样 站在了金字塔的顶端 但是芒格追求的不仅仅是财富 他还有着作为商人所难得的社会责任感 在芒格的投资项目中 总会出现一些公益事业的身影 芒格会像对待一般的投资项目一样 去经营公益项目 关于公益项目 芒格的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教育 医疗 以及生育权之上 那艘数百亿美元的巨轮 也被他拿去做了公益事业 在世人面前 芒格与巴菲特坐在一起 前者总是沉默寡言的 很多时候 都是巴菲特一个人在演讲 当演讲完毕之后 他就会转头望向芒格 查理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这时候 芒格僵硬的身体终于出现了一丝动静 随后便抛出一句 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而结束演讲活动 但芒格偶尔也会在会议上发表演讲 虽然他说的不多 可能事物以稀为贵吧 他说的一小段往往是浓缩出来的观点 因此总能获得听众的亲爱 因为不常开口 所以芒格所表述出来的观点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 而必须传达给听众的 他很清楚 自己所代表的社会价值观 在整个商业社会中并不是那么普通 相比其他成功人士 芒格并不是很富有 他以自己的方式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平静而富足的日子 他并不热衷于表现自己 相反他更愿意躲在幕后 在他看来 天暗的灯光和低调的生活更具备安全感 至少他比较自在 所以 芒格没有被亿万富翁的头衔所累 他的每一天都充满了乐趣 一个人的性格和处事智慧 可以在他的日常言行中体现出来 作为一名投资家 芒格将这些生活哲学融入到了投资活动当中 不管是为人处事 还是投资活动 你都可以从中获得更好的决策 本书致力于介绍芒格的投资活动 由此引申出他的人生智慧 就此帮助行进 在投资路上的人 更快地拥抱成功 也为生活在投资领域之外的大众 带来更快乐的生活方式 Chapter 1 450亿美元的好赌 看透股票癫狂时刻 实现及时经缠脱壳的独家预言数 投资与交易不同 他做不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而是体现出一种先付钱 后等收益的状态 但收益来或不来都有一定的概率 这体现出了他的风险 因此 投资更像是赌博 越是数额巨大的投资 越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有人说 赌博有很大一部分靠的是运气 其实投资也存在运气的成分 但相比赌博 投资活动有着更多可参考与分析的因素 市场 价格 前景 竞争对手都可以作为行动方向的考量 因此相比赌博55开的输赢概率 投资的成功率要更大一些 任何领域都有站在巅峰之上的人物 芒格作为投资界的大佬 定然存在一定的驾驭能力 世人喜欢将创造投资传奇的人称之为预言家 认为他们看透了股市的轮转风向 明确每一个领域的市场前景 这才能够呈现出出奇制胜 震惊全球的投资手笔 对于预言家的称号 芒格只承认它存在的意义 却并不认同自己能够担得起 我所有的投资活动 不过是说明我的脑子稍微好使一些罢了 在芒格看来 所谓预言只是对市场周全分析与思考的结果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预言都会实现 没有人可以动息市场所有的风向 所以才更要懂得善用规律 一投资就像好赌 你必须明确自己该在哪里下注 投资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活动 它利用自己的涨跌起伏 操控着众多投资者的心 很多人把投资比作赌博 买入股票就像是有选择的下注 只不过有人能赌赢 而有人却输得一败涂地 芒格表示 没有人会把450亿美元随便撂在那里 你必须有能力去判断股票的癫狂时刻 然后想尽一切办法说服自己远离 以免遭受灭顶之灾 很多人对此不解 对于投资者来说 股票的疯狂不就代表着他们的疯狂吗 为什么还要远离呢 身在股市 当明白股市的众多现象 都存在虚虚实实的特征 更有甚者其实是假象 越是疯狂 漩涡越大 一旦卷进去稍有差池便会万劫不复 所以你必须看清楚 想明白 然后正确地选择自己下注的时机 最初时候 芒格的身份是一名律师 因为律师接手的案子 有相当一部分存在商业背景 久而久之 芒格对于商界便形成了一定的了解 也学到了一些经商指导 在参与万国收割机公司资产交易 和20世纪福克斯业务的时候 芒格总能敏锐地察觉一些问题 并且都会站出来呼吁相关人员 予以解决 芒格的爷爷 对他的人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特别是在投资方面 芒格将爷爷的教导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 业务创建最为可靠的方式便是做好本职工作 要懂得压缩开支 却会储存积蓄 将其作为投资资金以确保未来的财富 在这种人生观念的趋势之下 身为律师的芒格 也开始以兼职的方式进军投资行业 只要是与投资沾一点边 芒格就非常乐意去尝试 由一名局外律师变成一位相关的投资者 但现实总是事与愿违 因为大多数客户所需要的服务 与芒格想做的事情 一般情况下都是大相径庭 芒格曾有一位名叫格兰特麦克法登的客户 他是奥马哈汽车的经销商 属于芒格理想中的客户 为此 芒格曾与父亲阿尔芒格谈论过他 要是所有的委托人都能像格兰特那样便好了 父亲听后明显非常震惊 查理 格兰特确实是一位重要的客户 而且他费心带自己的员工 客户与供应商 但需要说明的是 如果我们的每一位客户都像他一样 那么我们的律师之家恐怕就要饿死了 父亲的一番话给芒格上了非常重要的一刻 其实律师行业与其他行业是一样的 现如今 要想饿死一名律师似乎并不容易 由此 芒格意识到了自己从事法律事业所遇到的问题 自己喜欢的一类人通常不会惹上法律的麻烦 而与自己打交道的人 似乎性格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 想靠律师发家致富似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 芒格启用自己的人生准则 开始为日后的投资生涯储存资金 并且尝试投资证券 加入到了一些朋友与客户的生意当中 任何道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出入投资界的芒格也曾跌过一些大跟头 而正是这些挫折 才给了芒格吃一欠涨一致的资本 并为其日后的投资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 芒格被委托给一家小型的变压器制造厂做法务工作 在工作的过程中 芒格与他的这位客户建立 起了良好的朋友关系 芒格也多少参与了制造厂的业务工作 一开始芒格希望该客户能够再度找他开展商业中的合作 但后来一想 还是自己主动找上门 更有诚意一些 果不其然 芒格的这一举动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业务 最后 芒格在该业务当中还占据了主导地位 为自己和企业带来了一笔可观的资金 变压器的创始人是埃德霍斯金斯 在该项业务中与芒格是合伙人 也是芒格的第一位正式伙伴 后来 企业的风险投资者想要取代埃德霍斯金斯的地位 但后者并不同意 芒格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埃德制了一招 采用信用资本买断企业的股份 由此呈现出了一个杠杆收购案例 在芒格看来 这件事情或许看起来是一件法律问题 实则可以在法律的范围之内 用非法律的方式来解决 该企业是一家加工车间 因为政治朝鲜战争 美国境内出现了大量的军用工厂 该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也是一种高度定制的军用变压器 应用于军用火箭之类的设备 战争给武器市场带来了大量的发展机会 原本该企业也能发一笔战争制裁 但天不随人愿 由于企业的一位主管久兵去世 肩上所有的重担便落到了合伙人身上 企业由此欠下了巨额的债务 与此同时 竞争对手们却在战争商机中迅速活跃起来 不过 他们的发财梦也没有持续多久 由于跟风设厂 武器生产过剩 很快便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 整个行业的业务开始走下坡路 芒格与霍斯金斯的投资项目也成为了明日黄花 在回忆那段岁月时 芒格感慨地说道 埃德真的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 他对自己的工作非常认真 他每周的工作时间达到了90个小时 早期的每一款变压器都出自他之手 后来市场出现了一些变故 为了解决问题 我们一直在苦苦挣扎 埃德的头发都掉光了 事情的转折点来源于一场收购活动 有一家名为威廉米勒一期有限公司的企业 为芒格与霍斯金斯收购起来 这是一家生产一种复杂的阴急设线的试播器 芒格和霍斯金斯认为 他比起变压器 似乎更加高科技一些 或许他的出路会更好一些 那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因为该公司所带来的业务从来都没有获得发展 也没有为原本的企业带来任何帮助 反倒换走了一大笔资金 芒格失望地说道 最后 并购来的产品有了销路 芒格与霍斯金斯迫不及待地将公司卖了出去 事实证明 他们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因为那原本被寄予厚望的阴急设线是播器 在极短的时间内 便被更加复杂先进的磁带记录技术所取代了 当下 芒格只剩下变压器业务了 随着战争的结束 产品的销路已经大大缩水 财政已经非常紧张了 为了维持公司的运营 财务主管哈利伯特尔建议 放弃那些不赚钱的客户 公司的规模缩小到一家小型公司 当时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经营了这么长时间 一下子放弃这么多真的有些难以接受 万幸的是 我们最终还是成功了 虽然没有什么震惊业内的举动 但多少带来了可观的回报 也算是对我们所付出的所有努力的积极回应 芒格总结道 与霍斯金斯合作的这段时光 被芒格进军商业领域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对于这次商业合作的投资项目 芒格曾这样评价 我想 我再也不会涉足高科技行业了 这其中存在太多的问题 我一旦在任何地方遭遇挫折 就不会再去闯雷池 就像马克吐温的猫一样 它曾被火炉灼伤过屁股 所以它再也不会坐上去 即便是身体冷的不行 其实生活中的很多活动都很像赌博 即便你没有在赌桌上置投资的经历 也应该经历过 在两件不同款式的衣服之间犹豫摇摆 很多行业看起来前途一片大好 市场一片活跃 于是众多投资者们便趋之若鹜 竟相投资 而极少有人去思考 明天的市场会是什么样子 那种从新兴产业短时间内 跌落到西洋产业的冲击 力量太过强大 强大到足以令整个市场消失殆尽 因此 不管你做出怎样的投资决策 尤其是一些数额较大的项目 一定要找到正确的下注对象和下注时机 二投资游戏说到底 就是要比其他人对未来做出更准确的预言 投资是一种游戏 你只要记得比别人更好的预测未来 这做起来并不简单 但芒格依旧有他自己的方式 不妨把这种竞争放到有限的区域中去 千万不要试图去预言所有的事情 尝试越多便意味着缺乏专长 而这正是导致失败的一大诱因 1965年 巴菲特正式接管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十年之后 芒格也投身进来 由此构建了一个巴菲特芒格王朝 1967年 伯克希尔开始涉足保险行业 最初的投资额便达到了860万美元 从此便与之难舍难分了 巴菲特之所以会进驻保险行业 还要归因于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学习到的保险知识 到了20世纪90年代目 保险资金的数额达到了100亿美元 对此 芒格表示保险公司的运作向来比较顺畅 业务方式也比较保守 1933年 威斯科金融年度大会如期举行 会议上 有人提出了伯克希尔 为何没有推出更多的保险政策的问题 芒格耐心地解释道 伯克希尔的规模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或许我们应该务实一些 它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 很多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在年底公布规模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不多报一些呢 多报个两三倍才是正常的吧 如果我们的保险资金上写了100亿美元 很多人便会围过来说 哎呀 明明是200亿美元嘛 怎么写成100亿美元了呢 当然 也有人会走上前来 疑惑地问道 去年好像很多公司都消失了 为什么你还活着呢 保险业务实际上是一个 承载着巨大风险的业务类型 尤其是重大事故保险部门 这也是芒格指出的公司 相当脆弱的原因所在 但随着长时间经验的积累 芒格与他的伙伴们大多发展成了一些 风险评估专家 对于这类问题的能够进行 合理而妥善的处理 风险总会在不经意间到来 就像芒格说的 天有不测风云 一场加州大地震便可以令公司损失 掉6亿美元的保费 更何况这是无法预知和阻止的天灾 这种情况总会令人比较沮丧 就在1994年 加州北领地区突发地震 地震所带来的损失 对伯克希尔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伯洛希尔没有向外界透露损失的资金数额 但想来应是一笔不菲的巨资 尽管如此 伯克希尔保险业务在年度报告中 仍旧存在12,990万美元的利润 并且还吸引了41940万美元的投资 一直以来 芒格都有着比较强烈的危机意识 特别是对待保险行业 他表示 伯克希尔可以肩负一场大地震 倘若灾难如安德鲁飓 结束以后不到一周却又卷土重来 伯克希尔接下来的日子可能很不好受 随着公司资产规模的不断膨胀 收入的增长率变得愈发难以控制 芒格不断警告股东 如今股票的增长势头已经不同于20年前了 规模的增大犹如巨船之上抛下的巨毛 它会不断地把你往下拽 芒格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幸运的是 他们找到了保管自己巨额资金的地方 1994年8月 巴菲特开始了一连串卖出和买入活动 首先 他将伯克希尔旗下的大都会通讯 以2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沃尔特迪士尼 随后便与政府员工保险公司 GECO 美国第四大汽车保险公司 全球第五大汽车保险公司 展开收购合作 希望购买对方那五成伯克希尔 正好没有的股份 这是一项规模浩大的投资活动 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普遍非常棘手 比如怎样公平的管理股票交易 政府员工保险公司采取分红政策 而伯克希尔恰恰没有这项规定 介于该项目的复杂性 谈判持续了整整七个月 还特地请来了纽约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 进行最终交易价格的评定 其中运用了现金流等其他衡量标准 政府员工 保险公司的股价每股最低为50.80美元 最高是73.43美元 经过商讨 采用了70美元作为一个公平价格 芒格与巴菲特对此展开了一番讨论 最终与对方达成了协议 就此 伯克希尔斥资23亿美元 得到了政府员工 保险公司一半的股份 在芒格看来 保险行业是一款拥有广大前景的黄金领域 伯克希尔在这条道路上还应走得更快更远 事实上 保险行业并不是所有投资者都愿意涉足的行业 芒格本人也提出 这是一个风险极高的投资项目 投资的力度越大 便意味着要承担更高的风险 毕竟一些天灾人祸总是防不胜防的 但即便如此 芒格还是坚持在该领域立足 这是一种胸有成竹的信任 一种远胜旁人的预言 在芒格的坚持下 伯克希尔对保险行业青睐有加 几年之后 伯克希尔再度赤字220亿美元 收购了通用在保险公司 一时之间震惊业内 这也意味着 伯克希尔在保险界龙头老大的地位 就此建立起来 1998年 伯克希尔趁热打铁 又以股权交换的形式收购了在保险巨人 随后 伯克希尔便以一家不动产 灾害是股城堡人的身份 成为了美国第四大灾害保险公司 客户的投保资金 为伯克希尔带来了每年40亿美元的收入 这也使得政府员工 保险公司成为了美国第四大汽车保险公司 通用在保险的主营业务 是为保险公司提供风险担保 在供基金和保费层面上看 该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在保险承担人 于全球范围内排名第三 此次收购活动 为伯克希尔带来了560亿美元的禁止 其股市的资产总值也达到了1200亿美元 虽然保险业务是一项风险巨大的投资项目 但了解市场恒情 看透前景预言的芒格对此依旧非常亲爱 你要做出比旁人更准确的判断 然后胸有成竹地去相信自己的选择 三抢占先机的同时 一定不要走回头路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 巴菲特收购了一家新英格兰 陈旧潦倒的制造公司 该公司主营业务是生产衬衫 纺织品和西装 这家公司与巴菲特的偶像 本格雷厄姆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在精英方式上一直遵循价值投资法 公司的办公室在特维迪和布朗 位于一个中央车站附近 据芒格所说 巴菲特年轻没有钱的时候 经常在此处闲逛 巴菲特的合伙公司只存在了五年便解散了 当时的他认为股票市场的热度太过了 在这里已经很难再找到便宜的股票了 与此同时 巴菲特也持有了伯克希尔的部分股份 并且获得了公司的接管权 成为伯克希尔的主人之后 巴菲特对于前路的方向依旧非常迷茫 他打算将自己的大多数资金 和基金中的大部分资产 都转到伯克希尔名下 但又怕这个举动太过冒险 因为这无异于闭上眼睛孤注一掷 成败全由天定 对于巴菲特当时的稳中求进的思想来说 这样的决策着实有些困难 更何况 对于伯克希尔日后的运行方式 他也尚不明朗 在接管的20年间 他只做了两件事 进行制造生产和开展其他投资 芒格对当时的伯克希尔 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一家规模小 寿命短的新英格兰纺制品企业 这听上去非常贴切 面对眼前的伯克希尔 巴菲特一度认为 这是自己最糟糕的财务失误 芒格来到身边之后 巴菲特的很多投资思想都发生了转变 他开始尝试一些改变和冒险 渐渐的 他有了能够承担一定风险的能力 于是 他的胆子越来越大 活动幅度也越来越广 1985年 当他将伯克希尔业务清盘 致力于持股其他公司的时候 很多投资者和股东都表示不解 不过 伯克希尔日后的出色转型表现 使这些投资者和股东感到惊讶非常 其实 早在巴菲特接管伯克希尔的时候 他便已经抢占了先机 只是心下不自知而已 芒格的相伴给了他诸多灵感 有次改变了他 也改变了伯克希尔 幸运的是 他没有在迷茫的时候放弃 即便没有意识到自己手握先机 他也没有选择去走回头路 而这个明智的举动 为他将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芒格来到伯克希尔之后 不仅为公司的投资活动出谋划策 还将自己很多出色的朋友都拉了进来 其中包括里克古瑞恩 奥迪斯布斯 以及阿尔马歇尔 现如今 这些被拉入伙的朋友们正过着资产商议 豪宅别墅的生活 1976到1986年间 美国金融市场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很多企业阴风倒地 巴菲特与芒格先后解散了自己的合伙公司 将名下的资产全部汇入了伯克希尔 之后所有的问题便简单起来 因为伯克希尔在多年的运作中 已经成为了一家主营业务 是保险 附带着一些附属机构的控股公司 这不同于养老基金和共有基金 无需受法规掌控 必须开展多元化投资 因此 伯克希尔拥有好几家全资 而现金充裕的子公司 而公司的主要股票 则集中在小部分公司之上 这为伯克希尔 后来的运营发展铺平了道路 接下来 伯克希尔便开始了 他疯狂的收购之路 在芒格进入伯尔希尔两年的时间里 伯克希尔主要持股政府员工 保险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普通股 以及安克保险的优先股 伯克希尔的投资业务范围 并不局限于保险行业 奥马哈的珠宝商场和博士艾姆 内布拉斯家具卖场 都成为了伯克希尔的收购对象 除此之外 伯克希尔也介入了广告代理结构 和新闻出版机构 关于伯克希尔的投资活动 很多人曾在股东大会上 向芒格提出这样的问题 伯克希尔的收购方向 是否存在一个总体规划 大众普遍认为 伯克希尔所走的每一步 都是经过纸密考虑的 并且在为一整套前景规划而铺路 对此 芒格表示 虽然在每一次投资活动之前 我和沃伦都会进行一番探讨 但我们行动的规则是纯粹的机会主义 所谓的总体规划 说实话我们是没有的 我们也没有规划师 1989年 伯克希尔在全球范围的金融界 已经有了一定的竞争地位 当时 伯克希尔赤资6亿美元 构进吉列的优先股 之后又全部转为普通股 这是一家存在平民化历史的公司 是芒格与巴菲特喜欢的类型 主营业务是剃刀业务 旗下还拥有华特曼钢笔 利可白 欧勒 比牙刷等品牌 1996年 吉列收购了金霸王电池 耗资78亿美元 这也成为吉列收购史上最大的一笔 一直以来 吉列的销售情况都比较可观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目 一款新型剃刀的面试 却影响了整个企业的发展 虽然新剃刀的销量不错 但没有达到持距资所期望的水平 企业的收入水平因此呈现出大幅下降的趋势 而这也成为当时伯克希尔股价下跌的原因之一 伯克希尔一路走来 有过繁荣 也有过低谷 但他都义无反顾地接受了 芒格说道 比起买卖有价证券 伯克希尔更喜欢运营公司 因此他收购了很多子公司 然后让这些公司按部就班地为自己工作 我们喜欢这种机制 一般不会采取股权换股权的方式去买入 更倾向于现金交易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寻访一些优质的 值得买入的公司 伯克希尔自转型开始 便走上了一条收购之路 芒格与巴菲特也看到了伯克希尔自身的优势 看到了他身上所掌握的先机 于是 他们大张旗鼓地前进了 很多时候 一些投资者也会走到一处转折点 那条直行的道路依然存在 但旁边也多出了一些弯道 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这其中 或许会遭遇一些挫折 如果你能够明确自身的优势 把握住前路的先机 只要坚信方向是对的 就请不要犹豫 不要回头 四九成机会赚一百万 五成赚三千万你会学哪个 为什么您的投资总是恰到好处 面对类似问题 芒格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 因为我相信科学的力量 和一般的投资者不同 芒格常常会在经营某项资本时 进行缜密的科学考量 当该项目表现出有为科学规律的特质时 他就会做出针对性的调整 如此一来 无论买空卖空还是补仓解套 芒格都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 出现在最需要他的位置 时至今日 霍华德、巴菲特 已经记不清自己初次见到芒格的准确时间了 但对方说给自己的一句话 却让他记忆犹新 在喜乐融融的家庭聚会上 芒格突然对着已经吃下三块三明治的霍华德问 你喜欢数学吗 我现在出几个问题 如果你能回答上来的话 我可以再给你一份 芒格一边说着 一边盖上了装有三明治的盘子 霍华德将头转向了自己的父亲 但是巴菲特正在同芒格的孩子们聊天 根本没有注意到他求助的表情 霍华德远想离开餐桌 但是他注意到芒格正在纹丝不动地盯着自己 于是他极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与霍华德料想的不同 芒格并没有给出非常困难的问题 他先是抛出了两个非常简单的数学运算 随后又提了一个中等 一个稍难的问题 霍华德很快就给出了正确答案 同时也得到了一块美味的三明治 你的功课还不错 芒格说 但是需要保持下去 即便是将来毕业了也一样 那么我可以也考你几个问题吗 当然 接下来 霍华德也向芒格提出了四道数学题 稍加思考之后 芒格给出了完全正确的答案 这让霍华德非常惊讶 这时 一直坐在旁边的巴菲特发话了 他笑着对在座的孩子们说 课堂上的知识永远都是真实的 将来如果你们也要做一名生意人 那么这些内容 很可能就是你们做出判断的基础 对于这番话 有的孩子表示同意 但依然有人认为难以理解 霍华德更是直接提出质疑 那么买股票和地心引力有什么关系呢 地心引力会让股票下跌的 芒格大笑了起来 不过他又马上平静下来 并且告诉孩子们 学习都是有用的 但是不要每天都去想 我能用他来做什么 知识的用处在于 不断提高你的事业和素养 而非解决某个单一的命题 在当时的认知水平下 霍华德和其他孩子 还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 但是数十年后 当考验真正出现时 霍华德才发现了上述言论的意义 1999年 当时霍华德正在喜事糖果工作 他遇到了一名自称胡安提多巴的外国商人 对方目前在西班牙从事地产行业 根据提多巴的描述 自己拿到了一块非常棒的建筑用地 如果只运作楼盘建设 那么利润率大约为30到40% 但是如果再加上后期销售和商业租赁 那么整个项目的收益就会翻番 现在我正在筹集资金 如果您愿意投资这笔项目的话 我认为这是一件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 提多巴这样说 在你的预案里 募集多少资金是一个理想的状况 300万美金 提多巴说道 一年之内 我对您的承诺是保底收入100万美元 凭借敏锐的直觉 霍华德一口否定了提多巴的建议 他回答说 这不是一个好项目 我没有仔细计算您说的这两种思路 但直觉告诉我 他并不具备合理的投资前景 我非常渴望听听您的意见 胡安先生 您的思路很好 但对我而言并不理想 霍华德解释说 我希望投资的是可复制的成功 很不幸您的提议并不在此之列 提多巴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 他不想放弃 于是便进一步劝说对方 这可是100万美元呢 您毫不费力就可以赚到一大笔钱 至于具体的操作都有我的人来安排 如果我处在您的位置 我可能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了 霍华德笑了起来 他拿起一支笔 然后一边列数据一边解释 可能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 胡安先生 如果有机会赚到1000万 您是不会对一个500万的奇迹动心的 对吗 提多巴思维敏捷 他马上就做出了答复 尊敬的霍华德先生 我提出两个观点 首先在我的项目中您完全不必耗费精力 正如方才所言 我会安排人手运作具体细节 其次我非常渴望听听您所说的另一个项目 看看能不能在这笔生意中分一杯羹 很抱歉 我还是不能同意您 父亲教导我一定要专注 同时经营过多项目会让我分心 原来另有一名叫做卡尔 桑切斯为霍华德带来了一笔大生意 他希望将美国 墨西哥 巴西等地的甘蔗运往北欧部分国家如挪威 芬兰等 因为上述国家不产甘蔗 所以走海陆从事相关贸易 算是一笔不错的买卖 不过 单纯运作甘蔗贸贸易并不能得到霍华德的青睐 实际上 桑切斯还在北欧和北美大陆承接着其他货运事宜 也就是说 他是一支私人船队的主人 过去几十年里 桑切斯家族在南 北美洲之间从事着各类货运生意 当十年前卡尔开辟了欧洲航线之后 他们又将业务扩大到了欧洲 问题是 桑切斯家族承运的货物大都是欧洲 北美方向 从美国到欧洲几乎都是空船 一年下来 数千次的空运总量 完全是一种资源浪费 对此 桑切斯和霍华德讨论的蓝本是 喜食糖果将在挪威开设制糖厂 桑切斯家族船队负责生产原料的运输 更重要的是 凭借自身多年来在南北美洲闯荡的经验 桑切斯家族很容易找到廉价制糖 所以说 本次合作 可以给霍华德和他经营的公司带来巨大利润 但是桑切斯的方案也存在一定瑕疵 北欧部分国家不产着糖 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的糖料就非常紧俏 而且要在国外开设制糖厂 这原本就存在较多的不确定因素 北欧诸国的政策 经济水平 以及劳工薪酬等等都不容乐观 所以桑切斯也认为 这笔不错的生意存在一定风险 现在摆在霍华德面前的就是 95%的机会 赚到100万和50%的机会 赚到3000万 而霍华德选择的是第二种 当了解到这一笔大买卖之后 提多巴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他说道 恕我见解不同 您为什么要将希望 寄托在一笔成功率很低的买卖上呢 您说这堂生意的成功率是一半对一半 但我知道 其实在您的意识中 这个这个 百分之 五十 都是不存在的 我虽然不能和贵公司的精英相比 但稳中求胜的道理还是懂的 所以我诚挚地邀请您再多思考思考 不 我还是直说了吧 我不希望受到其他项目的干扰 祝你好运 送走了提多巴之后 霍华德接受了芒格的垂巡 原以为 芒格会对这一做法大发火光 但霍华德最终面对的却是一副和蔼的面容 芒格说道 以上两笔生意都存在不足 但你做出了更好的选择 从商业法则的角度来讲 这堂生意确实存在较大风险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运作 让成功率变得更高 不完全是这样 霍华德回答 我从数学期望的角度做出了选择 如果同提多巴合作 那么收益期望值就是95万 100万乘95% 如果选择桑切斯 那么收益期望最低也是1500万 3000万乘50% 正如您方才所言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系列运作 来提高相关项目的成功率 您知道 我们不会在风险极高的情况下出手 一半对一半的成功率显然不能符合我的预期 假如成功几率提升到80%的话 那么收益期望就可以达到2400万美元 这显然要比西班牙房地产项目划算得多 芒格没有说话 他打开一份报纸 然后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了阅读上 霍华德知道 这是查理叔叔对自己完全认可的表现 而就当他准备起身离去时 一个低沉而又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芒格说 另外要记住 美元汇率带来的影响 它会在跨国贸易中吃掉你的钱 由于种种原因 霍华德最终也没有代表喜事唐国 与桑切斯家族达成协议 不过经过本次历练 霍华德也更加清晰地理解到 当初父亲和芒格所坚持的观点 学识 或许不会在某些特定的事情上 对生意提供帮助 但他可以实实在在地提高一个人的境界和观点 并且帮助他用更加科学合理的视角评定外物 最终达到优中则优效果 90%的机会 赚100万 和50%的机会 赚3000万 到底选谁 这是经济学界一个非常有名的议题 普通的投资者都会死守住成功率更高的选项 他们会认为稳赚不赔的交易才是好买卖 赌徒式的经纪人会抛出所有筹码 然后进行一次撞大运势的赌博 经过科学的思考 霍华德明确得出了后者更具投资意义的结论 而这也是他做出正确选择的重要原因 用精细化的科学概念来运作投资项目 这是伯克希尔高层素来引以为好的事情 在诸多投资事宜中 芒格等人大都会借助知识的力量 来修正自己的判断 在更为理性的判定之下 芒格等人做出高明的抉择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五小小的渗漏也能让一艘大船沉没 当你站得越高便会愈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对此芒格深有体会 现如今公众对于巴菲特与芒格的要求标准高的经人 一帆风顺早就成为了大众心照不宣的情况 而一旦他们的投资活动有所失误 则会招来更多的关注 或许是不喜欢热闹 芒格一直在尽量保持低调 成功不是一件容易持续的事情 也没有任何企业总能进来赢家的光环 伯克希尔也不例外 1990年 伯克希尔斥资35800万美元 十股美联行优先股 得到了对方12%的股权 与此同时 芒格与巴菲特也都加入了美联航的董事会 美联航是美国航空乘运的公司翘楚 它由多家航空港公司联合而成 分别包括 皮德蒙特航空公司 大湖中央航空公司 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 以及摩霍克航空公司 看起来它的阵容非常强大 实力定人不容小觑 但令人唏嘘的是 强强联合之下竟然衍生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其实 美联航之所以会向伯克希尔出售股权 一来是为了防止其他公司恶性收购 二来是为了筹措企业急需的资金 美联航实际上已经出事了 而芒格和巴菲特 即将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麻烦事 1991年 美联航的问题风向已经招人若些 芒格不禁在伯克希尔的年度大会上 向整个航空行业发起了牢骚 这是一个长着翅膀的边际成本 更贴切地说 这份牢骚针对的是早已消失匿迹的东部航空 这是一个在挣扎中把其他航空公司拖下水的适者 航空业的一动来源于国家政策的变更 当时的美国放松了对航空业的管制 于是该行业便一场活跃起来 彼此之间为了争夺优势地位 也掀起了一场竞争混战 这时候东部航空把降低股票价格当成自己的竞争实力 低廉的股价成为诸多航空企业的挡路时 美联航也深受其扰 其他航空公司为了与东部航空竞争 要么相应降低股价 要么开始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 在这样的境遇之下 美联航竟然还出现了空难事故 并于1991年到1994年之间出现多起 其中一场空难造成了132人死亡 这使得公司的客户忠诚度 以及内部员工的士气 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1994年 美联航不得不暂停了支付优先股分红的政策 四年之后 伯克希尔手中的美联航股份 只剩下8600万美元了 这与收购知识的出资相比 已经形成了接近四倍的缩水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美联航一直深陷在无休止的法律诉讼当中 同时还要处理各种运营难题 以及应对工会带来的麻烦 身心俱疲之后 身为董事成员的芒格与巴菲特 于1995年双双辞职 对于投资美联航之后所面对的经济问题 芒格表示 自己与巴菲特并没有在此事件当中 发挥出最聪明的一面 对此深感遗憾 1996年 巴菲特有意出售美联航的股票 却没有成功 而就在他做这个决定的第二年 情况出现了转机 美联航发布了一篇有史以来最可观的季报 这意味着美联航要出现大逆转了 上一年那个没有付诸实践的出售计划 现在看来倒是幸运非常 美联航出现转机的时机 与芒格和巴菲特辞职的时间非常接近 那菲特还开玩笑地说 看来这是美联航的暗示啊 似乎我们撒手不管的时候 它能更好的运转 之后美联航支付了先前欠下的优先股分红 1998年 美联航更是回购了当年伯克希尔持有的他 那12%的股权 很多遭遇黑暗的行业或许都会迎来起色 这意味着重生 甚至是超越 美联航也是一样 这是一项杠杆化非常高的业务 伯克希尔在这里跌了很大跟头 因此绝不会希望再有一次类似的经历 在巴菲特眼中 航空业的受益者是旅客 而对于投资者来说 却往往是噩梦 虽然如此 它还是会被该行业所吸引 并且做出一系列投资活动 对于大众来说 伯克希尔很多的投资决策 都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 尤其是持股PS控股集团20%的股份 这是一家太平洋西南航空的遗产 当时西南航空将自己的部分资产出售给美联航 而剩下的一部分便成为了PS控股集团 其主营业务是飞机出租 主要是美联航为购买所剩下的飞机 PS控股集团旗下还有很多产业 包括一家燃料公司 一家旅行社 一家废品回收公司 以及一家石油和天然气钻碳公司 总资产有7亿美元 在收购美联航的同一年 伯克希尔斥资 1868万美元买入PS控股集团 11.04%的股份 短短4个月之后 又增持到了22.5% 对于巴菲特做出该项投资决策的原因 市面上出现了多种猜测 有人认为 他是为了帮助自己和芒格的朋友李克古瑞恩 古瑞恩是太平洋西南航空的大股东兼董事 多年来 公司的财政出现了极度不稳定的现象 他只能以较低的价格出售部分资产 以偿还银行债务 事后 古瑞恩表示 对于伯克希尔来说 PS集团的资产实际上是可有可无的 不仅账面所占比例低 不起眼 甚至也为伯克希尔带来了一些麻烦 这对我 对他来说 都是一次非常糟糕的投资 在这场投资活动中 还牵连了其他人 其中便有芒格做律师时候认识的合伙人 恰克里克肖瑟 对于此次投资活动 他表示 我们在美联行出售的时候得到了一笔钱 却用他投资了一笔更加糟糕的资产 美联行恢复元气之后 PS控股集团的收益依旧起伏不定 而伯克希尔仍旧掌握着前者的股权 所以很多问题都急待解决 美联行与伯克希尔都是一艘巨船 因为市场的变动和竞争者的猖獗 美联行曾经一蹶不振 甚至濒临破产 而美联行带给伯克希尔的压力 竟然导致芒格与巴菲特纷纷辞职 在这些巨船出现危机之前 最初的缘故可能仅仅是一触不起眼的渗漏 渗漏的空隙越来越大 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广泛 最后的结果便有可能轻浮 又能够抓住市场每一个热点的是神 不是人 20世纪90年代 伯克希尔正处在叙事发力的阶段 公司的所有投资活动都比较精明 预期也基本上实现了 但成功并不是一个持续性的结果 纵使芒格与巴菲特的投资技能如何高深 也无法保证能够在所有的投资活动中获胜 芒格曾说 我们都是普通人 不过是比别人多了一个心眼 只有神才能抓住市场中的每一个热点 而人是做不到的 1998年 伯克希尔的投资决策 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变故 当时巴菲特仍旧致力于发掘一些价值 被低估的资产 而就在此时 伯克希尔不知不觉地惹祸上身了 当时 白银市场开始出现一动 社会各界的指责 怀疑 猜测怜悯不绝 但大众不知道的是 大量买入白银的指令 其实是从奥马哈下达的 这意味着 伯克希尔与这场社会骚动脱不了干系 伯克希尔向来不会向外界公布自己的投资情况 除非特殊法律规定的情况 当时 现货白银市场已经一片混乱 大有向白银交易商提起诉讼的趋势 这时候 伯克希尔站了出来 向公众承认自己一直在大量囤积贵金属白银 在1997年7月到1998年1月之间 伯克希尔已经购买了1亿2971万盎司白银 此次公布以新闻稿的形式呈现给世人 伯克希尔早在30年前便开始购买白银 沃伦巴菲特先生预言 美国政府即将停止金属货币化的政策 此后 他便一直关注白银的价值变动 但是他名下的公司没有一家拥有白银 近年来 白银的存量开始大幅度下降 这归因于用户需求量的上升 若想达到供需平衡 查理芒格先生表示只能提高价格 在1998年的股东大会上 芒格指出伯克希尔斥资6万5千万美元 购买了世界上20%的白银 这一举动 或许给世界的白银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但并未对伯克希尔的盈亏造成影响 芒格警告道 尽管伯克希尔购买了白银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公司也应该这么做 伯克希尔并不是全美国的正确榜样 任何一家公司 都不应该试图去成为伯克希尔的复制品 若真如此 那将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在1997年夏天 伯克希尔购买白银的价格为每盎司4.6到4.8美元 而到了次年2月份 价格便升到了7美元 这是9年来的制高点 这似乎令芒格与巴菲特看到了白银市场的优越前景 也为手中已经掌握的白银资产而窃喜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到了1998年年底 白银的价格下降到了每盎司5美元 并就此成为了一个较为平稳的价格 很显然 芒格与巴菲特对于白银价格的表现预期并没有实现 可见 在市场面前 芒格与巴菲特也不是万能的 伯克希尔一路走来 投资失利的经历并不止此一见 他们带给投资市场的震惊 与惊喜 也远不止如此 芒格与巴菲特虽然同气连之 但是二人各自的投资活动仍旧是自由的 毕竟除了伯克希尔 二人还存在其他身份 因此在一些投资活动中 双方单打独斗的场面也并不少见 成立于1976年的好市 多是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之仓主量商店 总部位于华盛顿 2009年之后 发展成为美国第三大 世界第九大零售商 好市多吸引了芒格的目光 在没有巴菲特的参与下 芒格独自对他开展了投资活动 我很喜欢这家企业 于是还加入了好市多的董事会 我希望能够永久改变零售业的运营方式 对顾客提供更多的人性化的快乐 好市多的商品已高质量闻名 价格却非常接近成本价 这使得他积累了大量的忠诚客户群 芒格时常说道 这是一家你来过一次 便会选择一辈子光顾的商店 很多人喜欢和自己的家人一同前来 享受这里的美好时光 芒格喜欢好市多归结于很多原因 除了欣赏总裁吉姆辛尼格之外 对好市多的经营理念也非常认同 这来源于一个厨房纸巾的故事 好市多存在一个自由品牌 名为柯克兰 好市多承诺 柯克兰产品的质量 会比市面上所有的商品都要好 但在众多商品类别中 他们发现 柯克兰的厨房纸巾 并没有达到这一承诺的标准 于是 所有的柯克兰厨房纸巾便被悉数撤柜 直到更好的纸巾出现 作为一名董事成员 芒格非常支持好市多的业务 所有的董事会他一场都没有落下 介于好市多的广阔前景 很多人会向巴菲特提出质疑 既然芒格先生是好市多的董事会成员 他自己也已经参股 柯克希尔 为什么没有买进更多的好市多股份呢 这个问题说到了点子上 巴菲特饶有兴致地回答道 确实 我们本应该买进更多好市多的股票 当时查理一直在向我游说 多多买进好市多的股票 而我也意识到了好市多的优质性 于是柯克希尔购买了一些好市多的股票 但数量并不是很多 好市多的股票是15美元一股 这算得上是我们买入的合理价格 但不久之后 它的价格便上升到了15美元以上 我们犹豫了 很明显我们犯了一个大错 在不该停下脚步的地方停了下来 实际上这样的错误我们犯过不止一次了 这真令人恼火 从之前高估白银价值 到后来因为股价变动而止步不前 芒格与巴菲特跌过不少跟头 他们确实创到了不少投资传奇 但相应也曾遭遇低谷阴霾 他们和万千普通人一样 不过是头脑聪明一些罢了 没有人能够洞悉所有的市场热点 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自己所能去抓住能够握住的机会 成功现身的机会虽然不多 但它终归会属于某个人 Chapter 2 侥幸心理的陷阱 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败 投资领域暗流涌动 为什么伯克西尔公司能够一直独秀 长胜不衰 人们常常对巴菲特的神来之笔津津乐道 但潜藏在表象背后的不可复制现象 又有合身层次缘由 在全力辅佐巴菲特的数十年里 芒格用他领先时代的智慧 以及独特的个人魅力 为伯克西尔公司保驾护航 在他眼中 任何商业行为都是立足于付出和积累之上的 壮大运势的侥幸心理从来都为投资者所不齿 可以肯定的是 在超过50年的投资生涯中 芒格从未有一次凭侥幸心理进行投资的行为 他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充实自我 提升资本运行的可靠性 最后在令人称道的容错率之中 顺利做成了每一笔手拿把钻的生意 一调查比抢先机更重要 伤害博弈从来都是瞬息万变 不少投资者都会为了某些潜在的商机赌上一把 然而在芒格看来调查比抢占先机更重要 侥幸心理其实是商业投资的第一大忌 他说道 所谓的快与慢其实是一个哲学命题 而哲学概念是不可说的 所以我更坚信调查的作用 它会让你做出更为精准的判断 1988年 巴菲特看中了可口可乐的项目 他非常看好这款饮料的前景 于是便将可口可乐的财务报表拿给芒格看 芒格说道 单看去年的增幅 这家公司值得考虑 不过问题是我对饮品市场并没有太多研究 巴菲特回答 那么我们可以将投资的事情延缓一下 先研究这家公司的发展前景和上升潜力 你不担心实际的问题 巴菲特微微一笑 他知道芒格将调研看得非常重要 因此以上疑问毫无意义 就这样 两人确定了对可口可乐公司的调查方案 并且在随后的几天里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时隔多年 芒格依然对两人在那段时间里的针锋相对 记忆犹新 最初的时候 巴菲特拿出了一份可口可乐公司近年来的财务报表 然后用笔在上面画了几个圈 你看看这儿 查理 这家公司在过去三年里 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 特别是在净利润方面收入可观 根据表单详情 可口可乐公司的净利润 从1984年的6.3亿美金涨到1987年的9.1亿美金 增长了44.4% 看上去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 不过芒格对此提出了疑问 我们需要了解这家饮料公司的经营模式和战略方向 甚至说他们的优势和老板 我们也需要同期考量 单凭这一张报表并不能确保投资的准确性 对此巴菲特表示认同 他笑着说 你说的没错兄弟 那么我们就抓紧时间吧 据我判断 这家公司的股票会疯涨的 巴菲特这样说着 同时又拿出了另一份资料 上面是1985年可口可乐战略变动的内部报告 他告诉芒格 可口可乐在1985年尝试着推出了新的口味 不过这一做法却没有通过市场的考验 无奈之下 管理者又重新拾起了原来的配方 并且定下了拓展海外市场的战略目标 敢于尝试新思路 危机之中恶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同时眼光也不局限于美国境内 我认为这是一家值得关注的企业 巴菲特这样说着 脸上露出了标志性的笑容 芒格仔细看了看这些资料 认为巴菲特的观点是可靠的 不过他又补充了一些资料 大致是可口可乐的目标市场 以及竞争对手的发展状况等等 经过细致的调查 伯克希尔最终在1988年秋天 同可口可乐公司达成了协议 大量的资金流入 让可口可乐在市场开发方面如鱼得水 进军国际市场的计划也由此顺利展开 在当年的财务报告中 可口可乐的收入额首次突破80亿美元大关 其境利润更高达10.3亿美元 同比增长13个百分点 良好的势头之下 巴菲特和芒格又追加了可口可乐的投资 到1989年春 巴菲特已经持有价值10.7亿美元的可口可乐股票 算上股票增值和分红 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 巴菲特等人单靠这一笔投资 就赚到了上百亿美元 不得不说这真是投资界令人称道的传奇事件 事实上 可口可乐的成功造就了一大批百万富翁 巴菲特和他的伯克希尔公司只是其中之一 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 巴菲特这样说道 在投资可口可乐之前 我和查理做了大量的调查与分析 当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好项目的时候 这比投资才确定了下来 我从来不认为 自己的考察和计算会造成利益减损 相反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抉择 投资的先机固然重要 但风险掌控更为关键 我们不能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运气上 若以悲观的论调来评判盲目的受益者 那么结论就是有人走了狗屎运 这番话其实表达了两层意见 一是付出在调查之上的精力是一笔赚钱买卖 二是部分幸运的投资者 并没有参透市场的真理 他们之所以获利更多是因为运气 正如巴菲特所言 他和芒格在决定投资可口可乐 之前就做出了大量的评估和调查 在掌握了大量是十一句之后 该项目才被真正敲定下来 虽然说商业运作中所有机遇都是瞬息万变 先机的意义也不言而喻 但真正的投资高手都会通过各类运作 将延期支付带来的利益损失降到最低 在一次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 巴菲特这样举例说 篮球场上最快的并不是绝对速度 相对速度带来的时间差才是难以弥补的 我们见过很多用假动作来谋取时间差的人 他们在你向左运动的时候 做出了相反的攻击决定 这才是最致命的 相反 那些利用绝对速度来突破对手的人 往往很难占到便宜 因为零点几秒的速度优势 通常而言并不能够带来质变 其实在投资可口可乐这件事情上 伯克希尔公司早已展开了有针对性的布局 巴菲特等人长期关注 留意该饮品公司的股票走势和管理变动 所以对伯克希尔公司来讲 它真正投资可口可乐的时间 要比实际日期早得多 而这也就是巴菲特所说的相对速度 如果用更为通俗的语言来讲 那就是大老板在冬天就制定好了来年计划 小商人在春天到来之际才安排新一年的工作 可以肯定的是 可口可乐项目的投资 为巴菲特等人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不过芒格强调的先调查后行动也不容忽视 在一次受访过程中 芒格这样说 我的逻辑 就是通过逆向思维的方式来推导过程 这很管用 比如说有一位农夫知道自己将来会生死何处 那么他就会下意识地避开那个位置 这样看来 在投资可口可乐之前 芒格已经预定好了整个项目的最终目标 按照终极目标呈现出来的结果 他逆向推导自己应当部署的方案 而后精准地计算出了自己必须执行的每一个步骤 事实证明 商业运作中确实存在一步先步步先的现象 很多投资者也因此不惜付出裸奔的代价 然而在芒格等人看来 领先其实是一个哲学化概念 它既包含了行动过程中的迅捷 同时也意味着行动之前的准备工作 甚至还预指着相对领先与绝对速度之间的比较 在可口可乐投资案例中 巴菲特在芒格的建议下 完善了自己的前期预案 随之在项目运作中大获成功 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加坚信这样一个道理 不要迷信运气 调查员比先机更重要 二 穷查理宝典 芒格模型 芒格到底是怎样摆脱罗奔投资的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美国人彼得 考夫曼执笔的穷查理宝典中 不获些许诛斯马迹 通过长时间的调查 整理考夫曼收罗了芒格的大部分演讲稿 并由此梳理出了一个特殊的芒格模型 有了这一套体系化的理论之称 任何时候芒格都可以摆脱罗奔的困扰 在穷查理宝典中 考夫曼这样写道 芒格非常热衷 于从当代以及过往案例中汲取经验 他搜集了大量的现实材料 并对各行各业的人和事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些事例让他在失败学方面 有了体系化的建树 在分析投资项目时 这套增合化的模型就能够起到关键作用 那么什么是芒格模型呢 对此考夫曼用时 则真言对芒格模型进行了解释 一 每一项投资都需要从风险评估开始 所有的投资都存在风险 但是低风险 高回报的买卖才是好生意 值得一提的是 芒格对资本参与者的品行非常在意 他尽量避免与那些行止不端 个性乖张的人打交道 在他的交际圈中 几乎所有人都是成熟稳重 心地善良的正派人物 绯闻缠身或者用心不良的人 并不是芒格考虑投资的对象 此外 芒格还会对假定的风险做出补偿条例 举例来讲 假如投资格鲁吉亚的坚果生意 会存在200万美元的风险 和1000万美元的回报 那么芒格就会考虑在业务洽谈的时候 要求得到更高的回报结果 在风险掌控中 芒格还非常重视通货膨胀 以及银行利率的影响 这一点很好理解 货币升值或贬值对国际贸易影响巨大 银行利率调整之后 也会对市场活力产生影响 所以 上述两点因素 都必须在投资之前做出深入考量 最后一点 必须划定本金持续亏损的警戒线 当一只股票出现亏损时 到底价值缩水几成才忍痛割肉 不少人抱着回涨的希望死守到底 但芒格并不会将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等待上 比如他事先设定了20%的亏损线 那么当这只股票接近该基准线时 芒格就会将其抛售 二 保持独立思考的习惯 失去了主见的投资 犹如白夜裸奔 遭遇失败只是早晚的事情 芒格指出 勿受他人之评价随波逐流是投资的基本素质 一个人的决定是否正确 这本质上来讲与他人的评议毫无瓜葛 芒格说道 如今有很多人依靠着对某些事件 或群体的评头论足而活 但是 这些专栏作家和评论员 本身无法对他人的行为做出影响 因此当我们操作某一项投资的时候 真正的责任人只有我们自己 此外 跟风式的投资不会让你获得良好的成绩 当小镇上只有一家屠宰场时 屠夫每月可以赚一万美元 等有别的屠宰场开办起来之后 所有屠夫就只能获得该事业的平均利润 这就是著名的军数回归理论 即每个人都获得平均业绩 芒格认为 市场的盲目性会造就一大批跟风者 如果不能针对某一现象做出迅速反应 那么比较稳妥的方法还是不要插手 三大量的准备工作可以帮你避免裸奔的危险 对此 芒格给出的建议是 大量的阅读 更多使用科学的思维模型 大量的准备工作 以及 自我锤问 在他看来 有效而广泛的阅读可以扩充我们的眼界 良好的思维模型有助于更加快捷 科学的分析问题 大量准备工作 能让我们的工作具备更强容错率 多问自己为什么则是深挖问题根源 用逆向思维推导正确路径的有效方法 四 谦让 懂得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优势 所谓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芒格很注重在自己强势的范围内活动 他不参与比特币或者其他过于新奇的项目 因为他知道这并非自己的特长所在 他这样评价自己 我从不认为自认无能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相反这是一种优良的品质 商业领域的自欺欺人只会为自己带来灾难 每一个人都应当竭力避免他 此外 识别不确定的证据也是谦让的重要因素 部分情况下 投资者容易受想当然的思维模式控制 他们不去探究某项事物的内在关联 只是根据自身经验 来评估未知事物发生的可能性 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五 严格而又缜密的分析 芒格认为 分析和预判是投资者掌握主动权的重要方法 聪明的投资者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自己投资的项目将会经历哪些过程 并达到怎样的结果 在预判的过程中是否运用了逆向思维 通过自己的分析 明确该项目能否用最简单的话语表述出来 是否对风险和意外状况进行了分析比较 用宏观的市场视角来看待问题 不要让自己处于证券分析师 或者市场分析师的位置上 6.合理配置手头的资本 资源的优化配置 是每位投资者都非常重视的话题 芒格认为经典子非常少 一旦出现就可以考虑追加重铸 他说道 一定要将冒险主义与机会主义区分开来 前者意味着投资的活跃度 后者则是对嗅觉的考验 如果真的闻到了金子的气息 那么试探性交易就是不被推崇的 此外 时刻思考是否存在更加法则 也是合理调配资源的重要条例 在投资过程中 芒格会经常性考量本次运作的优劣 如果尚有更好的方式存在 那么这就意味着资源配置并未达到理想效果 7.保持永不衰竭的耐心 芒格的耐心可以用以下四句话来解释 保持对付力的渴望与连续性 尽量不要插手自己不喜欢或者不熟悉的领域 由此而生的交易税和摩擦性成本 都是不可取的 要对潜在的好运做好准备 投资理应是一个被享受的过程 因此不要厌弃它 8.用果决的特性武装自己 拒绝裸奔 芒格极少让自己处在犹豫的状态 他极少触碰无把握的内容 因此也能够再面临抉择时无比果断 9.学会与变化和平共处 让自己主动适应世界 在接受现实 适应客观环境上 芒格保持着清晰的头脑和明智的逻辑思维 他乐意去观察外界环境对资本的潜在影响 同时适时调整自己的方案 虽然近年来芒格 在新奇产业方面表现出的适应力有所下降 但我们要强调的是 将最核心的精力集中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 这更是适应环境的表现 10.像敦服猎物的猎豹一样专注 什么是专注 芒格给出的逻辑依然清晰 你要避开厌倦效应的骚扰 同时还要避免因为过于关注细节 而漏掉显眼的内容 对于干扰选项的排除一定要慎重 不起眼的疏漏也可能造成重大损失 在芒格模型的帮助下 相关难题都可以套用理论分析梳理 芒格坦言 当自己在拿到一些重大项目时 他都会先看一眼自己的清单 然后再心平气和地接下新项目 理论知识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 自然也会帮投资者穿上坚实的盔甲 有了这份能够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理论模型 身处何种困境 芒格都会显得从容不迫 三聪明的投资者都不会奉上全部的砝码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是人尽皆知的投资真言 同时也是芒格恪守不移的宝训 正如芒格所言 任何投资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博弈 所以拼死一搏的投资并不可取 然而 事实证明 成千上万的投资者都在机遇来临之际 选择孤注一掷 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也是令人遗憾的 1969年 一位叫做多塞夫拉米雷斯的小伙子 敲开了芒格的办公室大门 他穿着黑色的西装脖子上挂着一副墨镜 这位年轻人看上去信心十足 一进门就毫不客气地坐在了芒格对面 然后从口袋中掏出一只小盒子扔在会议桌上 你好啊老兄 年轻人这样打招呼道 我想他们已经告诉你我的名字了 这不重要 芒格回答 他有些厌恶拉米雷斯的举动 但出于礼貌 他还是掩饰住了内心不满 请谈谈你此行的目的 拉米雷斯用一个夸张的手势 在空中挥舞了一下 脸上依然保持着志得意满的神色 他俯身靠近芒格 并且压低嗓门说道 打开桌上的盒子 你会发现里面有三颗钻石 还是你来展示它们比较好 于是 拉米雷斯露出得意的笑容 打开了那枝装有钻石的小盒子 这些宝贝各个或真价石 如果大家联手 那么我们都会变成亿万富翁 怎么样 你检验一下钻石的橙色 绝对不是玻璃球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芒格摇了摇头说 如果你只谈了钻石的话 我可能一点话也搭不上 拉米雷斯终于讲出了自己的构想 我在巴西发现了一座矿山 目前来看 大概有价值2到3亿美元的钻石都在那里 我需要一笔启动资金 如果你乐意出资 那么我会分给你最多19%的股权 拉米雷斯一边说着 一边拿出了几份材料 其中包括印有巴西地方政府建章的文件 雷吉尔珠宝公司的合同等等 他告诉芒格 前期手续都已经办好 只要资金到位就可以马上开工 而且雷吉尔公司本身就是巴西企业 这位项目操作提供了极大帮助 你可以跟那家巴西企业联合开发 这样根本用不着第三方插手 实不相瞒 如果投资人和经销商都是雷吉尔珠宝的人 那么我就很容易被架空 或许死在矿井里也有可能 芒格思考了片刻 然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这比生意看起来不错 但问题是你能否确保消息的精准性 如果真有价值上亿美元的钻石 恕我直言 恐怕也轮不到我们美国人去开采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找相关领域的专家 再勘察勘察 听到这样的话 拉米雷斯陷入了犹豫 他抿了鸣嘴唇回答 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心 我完全相信那里有大量的钻石 这句话让芒格探明了对方的心理现状 他知道 拉米雷斯对于钻石的存在 与否并没有十足把握 于是芒格缓缓说道 或许我的言辞会让你感到难过 但请记住如此答复的原因是 不希望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不会投资这个项目 请原谅 自信的神色从拉米雷斯脸上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急切地说道 钻石肯定是存在的 如果您觉得有风险 那么我可以提高贵公司投资的回报率 拉米雷斯解释说 自己和一位对地质学颇有研究的退休教师 发现了这笔财富 过去数年时间 这位退休教师几乎走遍了整个巴西高原 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质矿藏 可谓是了如指掌 而且为了推动这一项目 拉米雷斯已经变卖了自己的全部家产 对此芒格也心怀疑虑 更加糟糕的是 当被问到是否被有第二方案时 拉米雷斯脱口而出的不需要让芒格大跌眼镜 拉米雷斯巧舌如簧 但芒格始终不为所动 本次谈判的结局已失败告终 事实证明芒格的选择非常明智 巴西钻石的项目 在地方力量的干扰下无疾而终 直到现在 也没有人知道那里是否存在珍贵宝石 而为了该项目四处奔走的拉米雷斯 也在一起交通事故中身亡 伴随他一同消失的 还有大约150万美元的欠款 两种相异的抉择造成了不同的人生结局 意气风发的拉米雷斯 倒在了看似触手可及 实则遥不可及的黄金梦想之前 芒格则稳稳当当地做着自己的投资项目 并且伴随着伯克希尔的成长而日益壮大 对于巴西钻石的项目 芒格其实也颇感兴趣 20世纪60年代末的3亿美元 远比今天更加诱人 然而 拉米雷斯稍显极端的处事原则 最终让他望而却步 首先从项目本身而言 核心希望被寄托在一位半置业的退休教师身上 这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 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选择 拉米雷斯是一个诚实的人 他在回答金主是毫不遮掩的 没有B计划 直接让自己在本次谈判中出局 赌徒心态或者侥幸心理都是投资界的大忌 对此芒格早已心知肚明 另外我们在从拉米雷斯本人的角度来讲 他勇气可佳却固执鲁莽 有着不错的创新精神但是做事却不留余地 这种不成功则承认的商业选择 显然不会得到芒格的认可 被拒之门外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一直以来 芒格都以严谨 沉稳的风格扬名投资界 巴菲特和伯克希尔公司 之所以能够避开很多投资陷阱 芒格实则功不可没 可以肯定的是 当价值数亿美元的财富摆在自己面前时 唯有那些真正深谙是礼 定力极佳的投资者才能不忘初心 在这一次考验中 芒格表现出来的思辨能力 毫无疑问是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的 四正确认知他人的努力 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获得成功 是每一位投资者都心知神往的理想情况 但对于类似线下芒格却给出了不一样的解释 在他看来世界上并没有白手起家这一个说法 那些被认为是物质不足的人 可能抓住了某些时代机遇 被认为是因为行业优势而声明确起的人 可能确实占得了 人力方面的优势 不幸的是太多人都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一点 他们只看到了别人的一无所有 却忽视了对方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盲目的效仿和复制都会让这些人付出惨重代价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过后 伯克希尔公司的事业也在迅速增长 在这个时候年轻的威廉坐不住了 他找到父亲说 我不希望做一名吃白食的人 我要为你做更多的事情 听到这样的话 盲格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傲慢 他似乎还没有从白内障手术中完全康复 所以在此之际 威廉甚至觉得继父 正在用鄙夷的眼光 审视自己 盲格说 就目前而言 你还不具备在社会上冒险和磨练的能力 等时机成熟之后 我或许会考虑让你做点什么 类似的话语对威廉来讲毫无意义 但是他没有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 只是沉默着点了点头 一个月之后 一位自称卡尔辛顿的年轻人找到了威廉 然后恳求他将自己引荐给盲格 原来 比尔盖茨和他的微软公司风头正盛 不少美国青年都渴望复制这一奇迹 而正在扬百汉大学求学的辛顿就是其中一员 按照辛顿的说法 盖茨和艾伦就跟成千上万的辍学生一样 他们逃课 不休蝙蝠 甚至愿意为了积美元的报酬而打零功 他们只不过在编程方面小有研究罢了 辛顿这样说 实际上在遇到辛顿之前 威廉也听说了盖茨的名字 他虽然不赞同辛顿 如此贬低一个大获成功的同辈人 但对于盖茨的个人能力 他也是持保留态度的 于是经过一番思考 威廉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你需要告诉我 你所谓的计算机技术都存在哪些优势 其次如果我父亲支持你的工作 那么付出的资金和回报如何计算 第三点你需要明确 在不雇佣人手的情况下 单凭一人你能否做出成熟可靠的技术方案 威廉自认上述话语逻辑严密 思路清晰 但实际而言他的话却显得青涩稚嫩 不幸的是 自信满满的辛顿同样 也是一个天真幼稚的大学生 他做出一副成熟的样子回答说 你应当明白 有的时候成功不在于你有多强大 仅仅是因为你比别人做得更好 我有信心超过微软的产品 这一点就足够了 而且关于利益分配 我想说的是 这是查理先生答应见我之后的事情 目前而言 有你我两人来定夺 恐怕一点意义都没有 两天之后 威廉找到机会将这件事告诉了芒格 但是后者却冷冷地说道 告诉辛顿 我会祝他好运 冲动的情绪瞬间涌来 威廉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 正处于一种极不体面的状态之中 他的鼻孔撑得很大 满脸账得通红 同时双臂撑在父亲的办公桌上 伸长脖子大声吼道 你和沃伦一样 都把我们当小孩子 威廉一边大喊一边连续不断地拍着桌子 芒格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看到父亲始终不为所动 威廉更加失控了 他随手一回打翻了水杯 还将芒格攥在手中的一份杂志一把夺过来 撕撕扔在地上 一直到有人听到吵闹声后前来询问他才停下 大约五分钟后 办公室里又只剩下了父子两人 威廉的情绪也逐渐平复下来 这是芒格采说 威廉的成功绝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盖茨先生的天赋和努力 也奠定了他未来的高度 你要记住我说的话 任何收获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你持有的资本还远远不够 在威廉的父亲面前 威廉又一次妥协了 他紧闭双唇退了出去 然后第一时间找到了辛顿 随后 在一间简陋的出租屋里 这两位年轻人开始了自己的大计划 辛顿强调 单论技术微软并没有绝对优势 就个人专业性而言 自己也完全超过大学都没读完的改词 威廉半信半疑地聆听着类似的意见 同时脑海之中不停地思考着 自己在芒格身边学习到的知识和理念 他虽然也明白辛顿身上存在过多自负 不成熟的因素 不过大概一番的梦想还是让威廉蠢蠢欲动 经过一番思考 他将父亲的行踪告诉了辛顿 这样一来 两位同样自视甚高的人 芒格与辛顿就在一片湖泊边偶遇了 辛顿说 请相信我不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人 我真的认为盖茨的成功并非难事 自从踏入学校的一刻起我就勤奋学习 并且立志要做一名计算机方面的专家 和普通的爱好者不同 我有着良好的专业素养和知识抵御 你认为盖茨的成功只是偶然 我只能说如果同样的机遇和平台摆在面前 我不会做得比他差 辛顿说 我从很多朋友那里听说 盖茨在大学的表现很普通 而且他到现在连毕业证书都没有 但是这个家伙在刚满20岁的时候 就创办了公司 一个20岁的一业生有什么资本 他能够白手起家为什么我们不能 我坚信自己可以和他一样成功 听到这样的话 芒格收起了自己的钓鱼杆 然后问道 既然你也可以像盖茨那样白手起家 那么为什么又要来找我呢 辛顿回答说 如果您愿意帮忙 这将意味着我拥有了比盖茨更多的优势 我的事业也会更加顺利 此时此刻 芒格已经收拾好了鱼具 他倒光了铜里的清水 然后将吊杆和鱼线折好 卷齐 芒格希望快点离开这里 辛顿却以为对方想要换一个正式点的场所 继续详谈 在这样的误解中 辛顿继续跟在芒格的身后 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自己的各式畅想 很快 芒格意识到 如果不知皆了当地讲出自己观点的话 眼前这位大学生还会越陷越深 于是他告诉辛顿说 我不能认可你的做法 同时也不会同意自己的孩子参与这件事 你看待事物的视角和运行事业的方法都存在缺陷 任何收获都需要付出代价 空手套白狼的事情永远只存在于小说里 芒格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 辛顿也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不过 芒格依然允许威廉去关注辛顿的事业 他这样教导儿子 他人的失败可以令你不犯等同的错误 等一切都尘埃落定 你会发现真理到底掌握在谁人之手 正如芒格所料 辛顿奔走近一年也没有得到投资者的青睐 但是他又异想天开的复制微软奇迹 希望通过远超盖茨的计算机天赋博得声明 不过 日新月异的电脑技术早已飞跃到更高层次 全方位落后的辛顿电子尚未面试九胎死腹中 每一个成功的项目 都有无数个正确的符号聚合 而成 在芒格眼中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壮大运势的成功 他尊重每一位收获者 同时也愿意去分析 这些人在各自人生之中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和自己的同学相比 该次确实算不上一个优等生 然而 他在计算机方面的天赋和努力 又是多少人可以比拟的呢 生活之中 我们常常将目光集中在部分 可见的资本 例如金钱人力等方面 以为以上元素缺失的成功者都是空手套白狼 但 天赋 学历 努力程度 事业 等要素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助推技 太多时候 人们没有意识到天赋和事业等等也是一种资本 这对那些渴望复制经典的人而言非常危险 以盖茨和微软的成功为例 他和艾伦在联手创业时 确实没有动用大量的资金 而且两人在学校期间的表现 也确实谈不上优异 然而 因时的家底 强大的天赋 以及广泛的社会关系 都让这两位年轻人的工作顺风顺水 就个人天赋来讲 盖茨显然属于超级精英的行列 1973年春天 他在SAT考试 学术能力评估考试 终获得了1590分 满分1600 并借此收获了在世界大学排行榜 中长期稳居首位 拥有300多年间校市的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数百年来 从哈佛大学走出的顶级名人有如过江之际 芒格和盖茨都是此中佼佼者 除了令人难以企及的头脑之外 盖茨的社会关系也非同一般 他的母亲玛丽盖茨曾任华盛顿大学校董事 父亲亨利 盖茨是全美知名律师事务所的联合创办人 1980年 IBM公司希望为自己的PC机开发操作系统 25岁的盖茨 之所以能够顺利拿下这笔订单 也是借助了母亲和该企业总裁约翰 欧宝之间的良好关系 值得强调的是 不少人只看到了盖茨没有毕业的一面 然而他们却忘记了在大学期间盖茨广泛交友 保罗艾伦以及斯蒂夫鲍尔默等 日后名震天下的商气巨头都同他交情匪浅 此外 盖茨的勤奋程度也远非一般人可比 在创业的初始阶段 人们经常看见这位年轻的小伙子睡在地板上 比你聪明的人比你更努力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保持学习 让梦想照进现实 熟悉芒格的人都知道 这位总是在公众场合 露出标志性微笑的投资界前辈 对阅读有着天生的执念 只要当天没有爆出类似 哈雷惠星撞击地球这样惊世骇俗的新闻 他都会按部就班的拿起报纸 或其他书籍逐一阅读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 芒格会同时阅读好几本书 他一会儿翻翻这个 一会儿翻翻那个 别人认为这不是良好的阅读方法 但芒格却乐在其中 他说道 只看一本书会让你陷入忘我的状态 换本书就是思维重新洗牌的最佳途径 2017年 芒格参加了每日周刊的年会 期间他回答了80个以上的问题 这中间就包括和阅读有关的内容 当时有人问 您一直说自己不喜欢铁路 或者航空公司的生意 为什么还要一直关注 这两大行业的发展变化呢 芒格回答说 从商业的角度来讲 并不存在真正的喜欢或者不关注 我们可以不称在某一种观点 但是当机遇来临时谋求共赢 依然是首要之选 在过去50年时间里 我一直在阅读《八轮周刊》 从这本杂志里 我只发现了一个投资机会 然后就赚到了8000万美元 然后我又把这个项目交给李璐经营 在他的推动下这8000万又变成了4 5个亿 听者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但是 芒格依然用一种风轻云淡的语气 阐述着这件事的经过 这样的机会很少见 但它确实存在 当发现整个项目的风险几乎为零时 我马上就决定奉上支票了 按照芒格的描述 这家公司主打的产品是门罗减震器 股票价格是1美元每股 垃圾债债为35美元每股 《八轮周刊》将这家公司和它的股价信息刊印出来 同时讲解说 这家公司的股票非常便宜 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对象 芒格认为 售卖汽车减震器是一门极富粘性的产业 车主更换零部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最为重要的是 1美元每股的代价实在是太低了 芒格认定如此廉价的股票 完全可能在良好的市场前景之中成长起来 于是他当机立断买入了这家公司的股票 正如芒格所料 本次投资为他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这家汽车公司的垃圾债 从35美元上涨到107美元 股价则从1美元飙升至40美元 不过 芒格可不愿意担着巨大的风险 去死守这40倍的利差 他在这只股票的价格涨到15美元时 就全部出手了 这依然是众人呈现的好买卖 平庸之辈往往惊叹结局的精巧 聪明的人却在依照胜利素本逐源 芒格花费几百万美元的代价 就赚到数亿美元 这其中的道理也值得po论 实际上 类似问题 芒格已经在本次年会中做出了解答 我保持着阅读的习惯 是持续不断的阅读和学习让我更具优势 保持阅读和学习 这是芒格几十年来一直在坚持的事情 对此霍华德巴菲特深有感触 他曾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巴菲特和芒格约好外出交友 本该早早收拾好行装 携家人出发的巴菲特却坐在沙发上读报 这时霍华德忍耐不住了 他上前提醒父亲该动身了 然而巴菲特却回答说 查理也没有准备好 让我们给他一点时间 看着儿子一脸不解的样子 巴菲特又继续补充了一句 他通常都要起来看书读报 事实证明巴菲特的料想完全正确 当一个小时之后 大家在芒格的家中相见时 后者才刚刚准备好钓鱼竿 从这一天起 霍华德牢牢记住了查理芒格 会在早上读书的习惯 当他后来进入伯克希尔公司任职时 他也很少在这一时间段给对方打电话 甚至当见到芒格时 他也经常会给带对方一些书籍或者报刊 可以肯定的是 持续不断地学习 让芒格在评估重点项目时顺先得手 他既不盲目出击也不轻易否定 大约只需要几分钟 好项目和坏生意就被区分开了 不过 全世界不只是芒格 一人保持着阅读和学习的习惯 为什么只有芒格能够成功呢 这需要从芒格的学习内容和阅读习惯方面着手分析 正如芒格所言 他的阅读是讲究方法的 一般人读书会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刊物 但是 芒格却更多 将注意力集中在有用的出版物上 比如《八轮周刊》 这本创办于1921年的《财经周刊》 在大多数文学爱好者眼中毫无乐趣 然而芒格却对他情有独钟 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历史悠久 由专业财经人士主笔的刊物 才是最好的加油站 时尚巴刹或者体育画报 这样娱乐休闲的出版物 在商业投资方面助力不多 因此芒格的书单之中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影子 此外 芒格还强调自己都是几本书换着看 这中间也隐藏着不可不说的人生哲理 追剧的人会沉迷在导演精心设计的剧情框架中 追书者同样也会被作者的思维和情节布局牢牢掌控 芒格将这类人群称为谜题 因为这些追随者在精神层面已经失去了完整性 因此 他们的阅读往往会达到尴尬的 禁信书状态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 芒格在阅读的时候不断让自己跳脱出来 他总是能够用客观理性的状态阅读书籍 最终汲取道德有用信息自然也是最佳的 通过大量的学习和阅读 芒格的事业自然也是蒸蒸日上 与其他的顶级投资者相比 芒格多了一分技巧 和新生代的后起之秀相比 芒格又保留着几分沉稳 他的分析客观理性 他的观点灵活多变 他的思维奇特独立 他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投资大师 一个永远用知识武装自己拒绝裸奔的伤喊巨拨 六和火人的态度与你持有资本成正比 西方社会对契约精神的推崇非常显著 然而即便如此 现实的力量依然充斥着社会的脚脚落落 人们在商业往来中更重视那些有实力的团队 资本不足的团体或个人往往会受到忽视 对此芒格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1995年 芒格受邀参加了一场记者招待会 联合采访的媒体有40多家 除了金融时报 卫报 泰晤时报等一流媒体和少量外国记者之外 大概还有三到四家新开的地方小报 集体问答结束之后 几家大媒体的工作人员又拦住芒格 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的访谈 这时有两位小报记者也希望参与进来 但是会场工作者却将他们请了出去 访谈结束后 芒格在会场门口见到了这两位记者 他们第一时间冲了过来 随后提出采访请求 采访已经结束了 与芒格随行的工作人员拦住记者 让我们期待下次的合作 听到这样的话语 一位记者大声回应说 我们是从明尼亚波利斯赶来的 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他一边说着一边向芒格靠拢 现场的工作人员见状 赶紧将他拦了下来 另一位记者则迅速从上衣口袋里 翻出记者证 同时高声对芒格喊道 您不能再给泰晤士 报两个小时的情况下 不给我们一分钟 芒格笑了起来 他同意再接受一小段采访 时间是15分钟 重新做好之后 两位记者先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 被工作人员拦下的是 李克道尔顿 让芒格回心转意的是 大卫杰拉格 道尔顿的话语很多 但听起来没有什么意义 他喋喋不休地抱怨着 我们在外面守候了两个小时 刚刚又被扭伤了胳膊 现在连录音笔都握不住了 芒格没有理会这番怨言 他认为杰拉德能够说出有水准的话 没想到后者却这样开口说 您是一个明智的人 所以不会任由我们在今晚的新闻稿中 写下查理芒格的A面与B面 如此等等 这并不是什么友好的开场白 芒格则收敛起了自己的笑容 然后提醒两位记者 你们还没有告诉我自己所在的报社名称 此外我们只有15分钟 我们不是什么大型媒体的工作人员 这一点您早就知道 如果我们是波士顿邮报 或者洛杉矶时报的记者 您的属下刚刚就不会拦住我们了 请不要用属下这样的字眼来称呼我的同事 芒格看了看表 再次提醒对方说 本次采访将在21点32分结束 你们还有13分钟 听到这样的话 道尔顿关闭了录音笔的电邮 他对芒格一再提醒时间的行为非常不满 于是道尔顿脱口说道 既然芒格先生不欢迎我们的采访 那么大卫 就让我们忘记今天的行程吧 我没有刁难各位的意思 芒格依然挂上了标志性的笑容 他扶了扶眼镜 继续说道 我只是希望各位不要在无关紧要的话题上浪费太多时间 采访者和被访者之间出现了误会 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 两位记者迅速收拾好了背包 然后带着不懈的神情离谢而去 而芒格似乎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他笑着和其他工作人员打了招呼 然后就动身回家了 几天之后 伯克希尔公司的邮箱里收到了一封信函 内中这样说道 鉴于查理芒格先生的社会声望和沃伦 巴菲特先生 长久以来对慈善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明尼阿波利斯青年报 决意放弃对芒格先生的无理行径之跟进报道 或其他追溯 特此周知 霍华德·巴菲特将这封信函拿给芒格看 后者笑了笑说 这只不过是他们的自我感受 我并没有从任何方面瞧不起对方 我只是依照现实社会中的优先原则 对所有采访者进行了划分 并以此来保障自身利益罢了 尽管如此 我依然觉得有必要给他们送去一封回信 顺带再送给他们一点小纪念品什么的 芒格满意地盯着这位刚到伯克希尔工作不久的年轻人 眼神里充满期许 他说道 你说得不错 那么你来安排这件事吧 霍华德提议说 如果您时间有限 我们可以做好回信的样板 然后再由您做一个亲笔签名 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办 你来处理它好了 芒格拒绝了霍华德的意见 他说道 你要记住 投资的秘诀就在于成本运算 我们不能把过多的精力消耗 在并不值当的领域里 霍华德点了点头 然后在资料库中找到了一份回寒母版 并用伯克希尔的语气回复了来信者 随同这封打印信一同寄出的还有两件纪念衫 霍华德在他们上面也签了名 具体是H.巴菲特 一次潜在的攻关危机就这样消失了 有人或许认为 芒格的急切是引发本次争议的关键 然而 当我们仔细分析当时双方所处的环境和背景 就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理所应当 正如芒格所言 投资是一场成本与回报的博弈 如果将大量的成本消耗在威力领域 那么投资者的收获也将相对缩水 我们将以上理念套用到芒格和 明尼阿波利斯青年报之间的冲突之上 就会发现 受访者多次提醒 时间其实是一种节约开支 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做法 就一定程度而言 采访者与受访者可以看作和伙人的关系 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着经济结果的博弈关联 因此 他们需要考量对方的实力 并借此评估出自身在本次合作中 需要投入的最佳成本 具体到芒格和两位记者身上 我们就可以认为 前者存在的合作价值要远大于后两者 因此 芒格数次强调时间问题 也是对自身利益的一种维护 正如吉拉德所言 假如他们是来自实力媒体的记者 那么芒格一定不会对他们区分对待 然而这种理论显然有势拼颇 他们认为这是芒格闲贫贫爱富 然而真相却是 这只是资本家优化自身投资的一种过程 我们换个角度来讲 假如芒格只是不明一文的市井之徒 那么他还会得到明尼阿波利斯青年报的青睐吗 答案显而易见 世界不会关注那些岌岌无名之辈 任何时候和火人的态度都与你持有的资本成正比 寄望于运气或者怀抱侥幸心理的 裸奔者都会在合作过程中处于被动位置 7.精神贫瘠更可怕 什么是精神裸奔 关于这个概念似乎易会比言传更加容易理解 当一个人总是将希望寄托在被主动靠近的时候 无论他掌握的资源有多少 这个人都应当被视作处于精神裸奔的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讲 手才能算不算精神裸奔 算 整天做白日梦 妄想不劳而获的人算不算精神裸奔 算 着眼现实 懂得先付出后收获的人算不算精神裸奔 不算 2000年之后 随着芒格和巴菲特渐渐变老 人们开始关心谁将在未来数年 成为伯克希尔掌舵人的问题 终生代的霍华的巴菲特展现出了良好的潜质 但他更多是在一些小项目上贡献力量 真正站在集团高度俯瞰全局 对霍华德而言稍显困难 此外 卢辛普森 阿吉特贾因等人的名字也常常被同行提起 甚至是一些异想天开的人也开始蠢蠢欲动 不断向伯克希尔的办公大楼投来自监信 时隔多年之后 芒格依然对一封不请自来的信件记忆犹新 彼时寒日世界杯如火如荼 伯克希尔公司的员工 正在关注着本次足球盛宴对股市的影响 就在这个时候 一封落款为鲁迪·多诺万的信件 出现在了伯克希尔办公楼的邮箱里 恰好当天早上的报纸还没有送来 芒格就随手拆开这封信读了几句 尊敬的沃伦巴菲特先生 以及所有伯克希尔公司的同事你们好 在此我提出一个请求 芒格没有继续读下去 他将信重新装了回去 然后在上面写了一个M 表示芒格 已悦 到了晚上 工作人员整理办公室时 发现了这封信件 然后按照芒格的意思将其撕碎 丢掉 一周之后 伯克希尔的工作人员 又在信箱里发现了多诺万的来信 这次阅读他的是霍华德 尊敬的巴菲特先生 比人深知如此形势甚为鲁莽 但鉴于此前数番投递均未收到回复 故而有此疑问 和芒格一样 霍华德也没有回复这封信 所以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 工作人员又接连不断地发现了好几封署名为 多诺万的信函 其中在6月18日的一封信件中 多诺万自称会亲临伯克希尔公司 然后请巴菲特当面赐教 对于这样的威胁霍华德经见甚多 因此他没有将多诺万的话语放在心上 更何况世界杯期间股市持续下跌 这才是投资者们更需要关注的问题 6月23日 一位穿着卡通T恤和大花裤衩的中年男子 出现在了伯克希尔的办公大楼外 这位男子一眼就认出了霍华德 他向对方高声喊道 我知道你是巴菲特的儿子 霍华德停下来 询问这位男子的身份和来历 后者说道 我的名字叫鲁迪多诺万 一位在股票方面小有所成的家伙 过去半年里 我给你们寄过很多信 但却从未收到回函 所以我不得不亲自找到这里 将自己的意见和心声吐露一番 每天都会有人给这里写信 所以请您见谅 霍华德已经看见了多诺脚上的拖鞋 他不打算继续和对方交谈下去 如果有什么商业方面的交流 我会安排公司同事和您接洽 多诺万不希望放过这次机会 他马上提议说 这正是我亲临此地的目的 为什么不是现在呢 请让我见一见沃伦或者查理先生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向他们汇报 霍华德否定了这个建议 他告诉多诺万 巴菲特和芒格的工作日程早已满当 接待来客需要预约 我会把你的意思告诉他们 如果合适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你取得联系 多诺万离开后 伯克希尔公司也加强了往来人员的管理 这位不休蝙蝠 形式草率的自建者 也在没有机会靠近伯克希尔公司的核心成员 不过与他相反 另一名叫做泰德·康姆斯的年轻人 却冲破了重重阻力 他不断得到了芒格等人的认可 甚至还跻身伯克希尔公司的核心管理层行列 和多诺万一样 康姆斯也给伯克希尔公司送去了自建信 不过他在信中还加带了一张五万美元的支票 在这封自建信中 康姆斯这样说道 请让我为您工作 我已经准备好了 实际上 五万美元对于芒格等人而言根本不值一提 但他却让伯克希尔的高管们感受到了别样的气息 这是一个有诚意 有魄力 且一致坚定的来访者 他不但充满斗志 同时还懂得收获与付出之间的必然联系 和人们预想中的一样 康姆斯和芒格相见了 经过一番细致的交流 芒格发现 这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不但拥有过人的胆虑 同时还有着超越自身年龄的成就与见闻 很快 芒格将康姆斯推荐给了巴菲特 而巴菲特在见到康姆斯之后 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2010年10月26日 康姆斯被任命为伯克希尔公司的首席投资官的主要候选人 巴菲特接班人的大名也不惊而走 对于康姆斯的成功和多诺万的失败 我们可以通过对比的方式来获得更直观答案 依然回到文章开头的部分 什么是精神裸奔 显而意见多诺万就是精神裸奔的代表 这些人的特点非常突出 某方面才华也相当卓越 然而在社会交际以及个人行为上存在瑕疵 他们获得过一些成功 但这些成就并不能掩盖他们在社会交际方面的幼稚和天真 多诺万非常渴望面见巴菲特 但是他却不懂得在物质方面付出 我们甚至可以说多诺万就是一个情商为零的巨婴 与多诺万相比 康姆斯在精神层面的富足显而易见 他懂得社会交际之中自身需要付出的资本 同时也清楚如何让自己的言行更具说服力 一张5万美元的支票 给了被访者深入推研信件的理由 同时也证明了自己的渴望和诚意 作为当时一流的投资公司 伯克希尔从不缺少有才华的人 甚至是一些寻常之辈 也能够在巴菲特的指点下脱颖而出 以此而论 巴菲特等人希望合作的更多是那些信念坚定 目标明确 同时又懂得和敢于付出的人 正如之前所言 当一个人甘做守财奴 不肯做出一点点物质付出的时候 他就可以被定义做精神裸奔者 又或者 一个人整天做着弥天大梦 既不主动付出也不承担责任 那么他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神裸奔分子 或许多诺万真的是一名不识出的亲里马 但他心里成熟度太低 不能有效认清现实 同时又另于付出 这样一个贫瘠的大脑 如何能够开出艳丽花朵呢 Chapter 3 不要同低层次对手较量 因为这会让你疲于奔命 而对方却乐此不疲 在芒格的投资逻辑中 不要同低层次对手较量显得异常耀眼 低层次对手不仅仅存在于对手之中 同时还存在在合作团队之内 我们知道无所不用其极的竞争对手会拉低自己的层次 但质量过低的合伙人 同样也会让项目运营变得困难重重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 巴菲特和芒格这对金牌搭档对内 外部敌人保持着高度警觉 他们总是能够通过高水准的竞争提升自我 同时避免低水准竞争的纠缠 而这也是伯克希尔公司在过去数十年里 经久不衰的重要理由 一投资就像婚姻 总要追求尽善尽美 有这样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真言 一个人的底线看他的朋友 一个人的地位看他的对手 相似的道理在资本市场中也同样适用 要避免低端对手的纠缠 那么找到一名合适的朋友 就是极为有效的选择 在这里 芒格和巴菲特的联手 就可以看作是强强联合 跨出高端步伐的经典势力 那么单以芒格而言 他又是通过哪些行为 使得自己在巴菲特眼中不断升职 进而获得合作邀请的呢 很多年之后 巴菲特依然对自己和芒格的相识过程津津乐道 在他看来 这是一次完美的联姻 但是对芒格来讲 这或许是一次值得传畅的投资 让我们把时钟拨到1957年 那是芒格的名字 第一次传入巴菲特耳朵的时间 当时的巴菲特已经启动了自己的事业 他经营着一家投资俱乐部 资产大约30万美元 彼时的沃伦先生算得上是一位青年才俊 他年纪轻轻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 手中掌管的资源也令人垂涎 不过即便如此 小镇的居民依然对另一个人称赞有加 那就是芒格 一个天气晴亡的早晨 巴菲特来到爱德温戴维斯家中 向对方推荐一个投资项目 在交流的过程中他很快意识到 戴维斯夫妇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更令巴菲特有些惊讶的是 对方几乎没有经过太多思考 就表态同意拿出10万美元的投资 巴菲特笑着说道 你们的信任让我受宠若惊 换作别人的话 他们一定会抛根问你和我聊上一周 接下来 戴维斯先生简短而又充满张力的回答 让巴菲特牢牢记住了一个独特的名字 他说道 你要我想起了查理 从此之后 查理芒格的名字便印刻在了巴菲特的脑海中 他开始思考强强联手的问题 想要将事业做大 那么找到真正的黄金搭档就是关键性的一步 那么此时的芒格又在做什么呢 当时33岁的芒格已经认识了巴菲特家族的所有人 唯独与沃伦无缘相见 当然他也希望找到一名优秀的合伙人 因此近年来在奥马哈小有名气的巴菲特先生 让他的心中产生了一丝悸动 懂得投资的人都明白即可 敢在交易行为中的重要性 芒格也是如此 他没有立刻与巴菲特相见 两人之间的会面被推迟到了1959年 在戴维斯夫妇组织的一次晚宴中 芒格第一次出现在了巴菲特的视线中 很快 两人之间就产生了强烈的默契 以至于第二天晚上两人又参加了第二轮聚会 组织者是双方的共同好友迪克霍兰 在普通人眼中 巴菲特是一个随性的人 他很少注意自己的个人形象 甚至在餐桌上也表现得非常随意 那么要和这样一位年轻的创业者交朋友 抽味相投或许是个不错的计划 然而芒格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 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风度 西装 领结 以及举手投足之间淡然雅致的学院派作风 事实证明 芒格身上独特的气质让巴菲特十分着迷 两人在餐桌上相谈甚欢 旁人甚至连插上一句话都很难 在芒格身上 巴菲特发现了其所拥有的独特气质 诚实勤勉 求知欲 以及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反传统理念 最终 若干年后姚汉华尔接的两人终于双剑合璧 成为美国投资市场中难以抵挡的新锐力量 从哲学的角度而言 一个人的对手不单单包括真实存在的竞争者 同时还应当囊括这个人本身 用更为通俗的话语来表述就是 我们不光要战胜别人 更应当战胜自己 对芒格来讲 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然而 年过三旬 依然没有取得与自身才华相匹配的成就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需要战胜自己 为自我投资 在好友的组织下 芒格遇到了意气风发的巴菲特 随后便将自己成功推销了出去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入巴菲特的法眼 而芒格却恰恰做到了 这很显然是一种令人玩味的投资技术 在随后的数十年里 芒格找到了发挥自身才智的舞台 巴菲特也获得了投资生涯中最重要的智囊 可以说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双赢结局 另有一点需要重点阐述的是 聪明的投资者都需要找到合适的对象 同那些前景惨淡或者毫无出路的项目合作 只会无端消耗自我 具体而言芒格想要投资自己 为自身找到一名理想的合伙人 于是他精挑细选发掘了巴菲特 并且与后者一起创造出了惊人的成就 假如当初在1957年的声明堆塑中 在1959年的晚宴上 芒格没有彰显出与众不同的资质 没有为巴菲特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还能一路披荆斩棘走到今天吗 拒绝低端对手的方法 就是为自己找到一个好的帮手 不和猪纠缠不休的第一个投资逻辑 就是为自己添加一个高水准的合伙人 当境界提升之后 那些低层次的竞争者自然就会被屏蔽在外 从这一层面来讲 芒格精心挑选了巴菲特 继而用近乎完美的联姻 展开了令人称道的资本之旅 二 制作彩色的鱼饵 不要管鱼喜不喜欢 因为鱼饵并不卖给鱼 在芒格的理念中 真实目标又是一个不可不说的话题 在漫长的投资生涯中 他总是能够做出一些违反常规的惊人之取 而事实证明 这些与众不同的做法 也为他带来了可观的回报 用芒格自己的话来解释 就是鱼饵并不卖给代式的鱼 2008年初 世界金融危机即将来袭 芒格从一片萧条之中 却嗅到了逆流而上的气息 他对比亚迪集团总裁王传福印象深刻 后者的事业看上去 也在金融危机中遭遇了阻力 不过 投资界对汽车行业的偏见也非常明显 管理者会用赚来的钱扩建厂房 采购设备 投资者的回报 往往就是一台机床 或一车金属制品的 不完全所有权 因此当芒格将自己的想法讲述出来时 巴菲特并没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当时的情况是 芒格兴致勃勃地拨通了电话 然后压低嗓门说道 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伙计 他经营企业比爱迪生都牛 说这番话的时候 芒格身体前倾 肘不悬在半空中里 然而巴菲特却回答说 不 兄弟 我认为这还不够好 受时局影响 巴菲特对新一轮的投资是保守态度 一些知情人也不看好芒格的选择 有人劝芒格说 当前银行坏占率极高 资本市场都在抛售 现在投资恐怕不妥 此时的美国确实已经走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公民们被各项贷款逼迫到了生活的死角 银行也因为大量坏账的存在而运转不灵 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维靡 石油价格也开始舟降 这一切都是经济危机的前兆 各大银行 企业家开始人人自危 抛售股票套现 成了当时美国人的重要写照之一 9月15日 明镇一时的雷曼兄弟公司 向法院提交了破产申请 这家存活近160年的老牌企业 在金融风暴之中轰然倒地 瞬间便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如此一来 劝阻芒格的声音更多了 目前政府对商业行为的贷款正在锐减 投资人的神经都已经拉伸到了极点 涉足从前并不看好的领域完全不理智 对于类似的声音 芒格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主见 他用暂时的沉默驳回了所有的劝阻 转而继续和比亚迪方面接触 在他看来 王传福是一名非常有魄力 有远见的商人 而他经营的汽车项目也前景喜人 所以过了没多久 芒格再一次拨通了巴菲特的电话 他告诉对方说 兄弟 他是爱迪生和比尔盖茨的合体 面对芒格的极力推荐 巴菲特依然犹豫不决 他说道 以我而见 我们现在很可能正处于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之中 而且在不久的将来 经济危机还将从美国蔓延到世界各地去 现在并非好的投资时期 所有人都希望跳水 你却在劝我上船 挂断电话之后 芒格马上赶到了巴菲特的住所 随后便是深入的详谈 芒格告诉巴菲特 比亚迪的科技股与金融危机完全是两码事 王传福的项目完全有可能在风暴之中崛起 而这正是伟大投资的开始 芒格说 为什么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金融危机上 我们只是要和比亚迪合作 他有良好的商业前景 这才是我们要寻找的客户 沃伦 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对手是谁 不是金融风暴 而是比亚迪 在芒格的劝说下 巴菲特终于决定购入比亚迪的股票 当时的成交价格是八港元 约合1.03美元 每股 总数2.25亿股 消息传开后 很多人都认为伯克希尔公司疯了 所有人都在抛售股票 而他却斥资数亿美元增持比亚迪 不过很快 巴菲特就发现 芒格才是本次交易中最为睿智的人 不到一年时间里 比亚迪的股价 从八港元一路飙升 至八十八港元 伯克希尔公司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比亚迪的股价经历数次起伏 但整体还是稳中有升 伯克希尔公司 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总体年 华利率大致在25%左右 而巴菲特的这次投资 也被业界视为不可复制的经典 业界人士大都将本次投资的功劳 系在巴菲特头上 然而 真正了解到全部过程的人才会明白 芒格是整起事件的隐形推手 金融危机平息下来之后 比亚迪的股价趋于平稳 这时候投资者们纷纷找到巴菲特 希望从他的直言片语中挖掘出遗漏的财富 面对众多来访者 巴菲特简单地回复他们说 查理是第一个看好子项目的人 我很高兴能够与他共事 过去 他总是用彩色鱼尔的故事来跟大家开玩笑 现在我认为 比亚迪汽车的投资项目 真实反映了该命迪的核心 我们的对手是谁 以及表象对判断力的干扰性 在芒格看来 外界因素对投资的干扰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如此 我们的对手也获得了更多的掩护 卖鱼尔的人要明白渔夫才是自己的对手 投资者也必须明白 投资项目才是自己真正需要关注的核心 就外部环境而言 金融危机确实会对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 然而伯克希尔公司投资的目标却是比亚迪 仔细一阅读芒格和巴菲特的对话 我们就会发现 芒格关注的焦点其实是经营者本身的素质 有关外力因素的事情几乎没有提及 所以说王船福和比亚迪汽车的经营理念 才是芒格最关心的焦点 他知道渔夫才是买鱼尔的人 三借助规则的力量规避不必要的纠纷 20世纪5、60年代 美国兴起了印花热 具体做法是 印花发现公司从合作企业收取备用金 然后依照双方协议制作等量的礼品 比如说某人从A公司买了一套厨具 而他赠送他三枚印花 然后 这位顾客就可以拿着印花 到发现公司领取奖品 不过一般而言 单个印花并不能兑换礼品 所以 商人们这种促销方法 用更为新潮的话语来表述 就是 奖品碎片 其中 一家名为蓝筹印花的公司 引起了芒格的关注 而他很快将消息送到了巴菲特面前 芒格说 蓝筹印花目前正面临改制 大量的股票都会流向市场 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 巴菲特也对蓝筹印花兴趣颇浓 双方一拍集合 马上购入了部分股票 经过一系列措施 巴菲特等人最终取得了蓝筹印花的股票 并且在该企业事业倒退之际 找到了合理的解决方案 到了20世纪90年代 蓝筹印花的销售额只有20万美元 不足巅峰期的0.2% 但该企业的其他业务却形式喜人 在往后 巴菲特等人主持了蓝筹印花 与伯克希尔公司的合并 原本持有蓝筹印花股票的人 也因此欣喜若狂 如此一来 争议也就出现了 20世纪70年代 也就是巴菲特和芒格 购入蓝筹印花股票的日子里 有很大一部分股票流向资本市场 一些商贩和小农场主也成了该企业的股东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 不少人并没有将蓝筹印花的股票放在心上 一来二去便出现了票券遗失现象 所以等巴菲特和芒格的事业越做越大之后 这些没有凭证的股东向法院提供了诉讼申请 要求按照伯克希尔公司的财务体系进行分红 由于年代久远 蓝筹印花又经历了多次整改调整 所以巴菲特对法院的传票非常恼火 他对芒格说道 我认为本次争议并不存在 但目前而言双方都缺乏有效证据 他们不能凭空认定自己就是伯克希尔的股东 而我们也不能否认 过去确实有一批蓝筹印花的持股人 没有被找到 另一位重要人士李克古瑞恩一份填膺的说道 几十年前 跟进伯克希尔股票的人都成了百万富翁 现在这些身份不明的人 要维护自己所谓的权利 完全就是想要趁机捞上一笔罢了 老约翰说 我们没有在股权调整的时候通知到他 那么我现在就安排人详查档案 看看是否为他们发送了信函 古瑞恩口中的老约翰 是一名叫做约翰·德维特的加油站老板 后者坚称作为持股人没有获得知情权 而且他还联络了很多丢失凭证的蓝筹印花持股者 想要找出伯克希尔 并未尽力寻找四百名早期股东的证据 对于古瑞恩的提议 巴菲特没有表态 这使芒格看出了好友的心思 于是开口说道 如果调查档案 那么这就等于是我们选择了对质的态度 我认为这件事完全可以简化处理 早早将它撇在一边 不做更多纠缠 巴菲特点了点头 是以芒格的观点更棒 既然如此 古瑞恩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 转而同大家一起商议 如何将本次纠纷简单处理的方法 芒格说道 我们需要借助规则的力量 来表明自己已经做了大量而且充分的工作 同时还需要列出政府公文 向原告表示 有关蓝筹印花的争议股权 均已按照联邦法律结算完毕 这是我们的节奏 按照我们的方法展示自己 而不是跳进对方的逻辑之中证明自己 事实证明芒格的提议非常有效 在向法院提交了丰富的材料之后 伯克希尔公司最终避开了本次纠纷 法院认定 原告主张的权力已超过最大诉讼实现 因此驳回了本次诉讼请求 尽管还有很多人坚信这并非公正的裁决 但伯克希尔受到的保护已然不可改变 在随后的几年里 有关蓝筹印花股权之争的声音也渐渐消失了 伯克希尔也平稳地过渡到了更新的发展阶段 不过如此平静的陈述很难还原 当时潜伏在巴菲特和伯克希尔公司身边危机 我们唯有用更加细致的分析 才能挖掘出芒格的 不可替代 正如芒格所言 假如伯克希尔公司依照古瑞恩的方法进行 自我证明 那么后续的发展 很可能将伯克希尔推向被动的局面 这是被告默认却有此事 同时按原告的逻辑来自我辩护的行为 可以确信的是 蓝筹印花的股权自成立之后 经历了多次调整变动 其中的利益契约也经过了数次变更 在部分特殊股权的处理上 政府部门甚至参与了资产的保管和拍卖 所以 要凭借数十年前的凭证 莱里清持古人和伯克希尔公司之间的关系 似乎是难上加难 再加上部分持古人已经顽固 一些经办人员也迁往外地失去了联系 所以假如真的要从源头清查 整件事会变得无比错综复杂 涉及的人员和经历也可想而知 显然 芒格跳出了这一套 容易让自己被人牵着鼻子走的逻辑 转而干脆利索地找到了联邦法院 在后者的支持下 伯克希尔公司赢得了诉讼 并且顺利摆脱了其他不必要的纠纷 可以说 这是芒格主导下一起经典的 用规则避开纠纷的案例 蓝筹印花股权之争年代久远 涉及权力团体过多 长期纠缠只会让自己惹来一身心 芒格的选择可以说是无比睿智的 在选择投资项目的时候 芒格从来都要求将好项目和一般的项目区分开来 他很少将两笔前景不同的业务等同处理 也极少尝试将优质资产和劣质资产合并 按照芒格的逻辑 这就是和粪快混合在一起的葡萄干 本质上都已经化作了粪快 20世纪70年代 美国股市陷入低迷 芒格和巴菲特的事业也由此受到了强烈冲击 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来自贝克斯菲尔格市的生意人找到了他们 他的名字叫做迈克哈德森 哈德森先生是一家小型金融公司的老板 同时他的手中还有两个小规模食品加工厂 经营状况不好也不坏 见到巴菲特之后 哈德森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尊敬的沃伦先生 我正在运作一个金融项目 目前看来前景不错 不过目前而言 我认为该方案还需要借助外部力量 所以想看看您是否有意参与进来 巴菲特问 您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我的意思是目前而言投资市场并不景气 可能大家需要更为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 芒格要来了哈德森的策划书 他认为对方并没有提出一个理想的合作方案 不过芒格并没有将这句话说出来 他将文件放在桌上 双手堆成人自称住下巴 巴菲特明白芒格的意思 他知道这是一个食之无味 弃之有肉的鸡肋项目 所以第一次会谈中双方没有敲定任何结果 哈德森走后 芒格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家公司的金融项目并不出众 但是 我认为 该企业主名下的两家食品加工厂 值得投资 目前而言联邦经济违米不振 但实体经济依然值得尝试 巴菲特非常赞同这一观点 他在第二次同哈德森的会面中提到了这个话题 不过后者却马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 哈德森说 我们可以探讨有关食品加工厂投资的事情 不过在此之前 我希望双方解决第一个项目的合作事宜 巴菲特婉转地表达了金融行业的危机和颓势 但哈德森依然固执己见 他说道 我信任你 沃伦先生 再次我愿意做出一些让步 如果伯克希尔愿意对这两个项目进行捆绑式投资 那么 我也乐意与你探讨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这一条件让巴菲特陷入了犹豫 他很确信食品加工项目是一笔好生意 但金融投资却存在诸多陷阱 哈德森猜中了巴菲特的心思 于是歪着身子协议在沙发上 然后用一只手去拿薯片 谈判双方都担心过于主动会让自己陷入被动 芒格在纸上写写画画的声音也由此分外清晰 终于 巴菲特率先打破了僵局 他说道 鉴于金融行业的维尼 伯克希尔并不看好您所提的项目 同时 我们也认为 捆绑式投资会给双方带来诸多不必要的烦恼 如果您一定要坚持当前决议的话 我只能说非常遗憾 1974年的伯克希尔公司 并不像今天这样有名 外界对巴菲特的尊重也显得相对欠缺 在离开之际 哈德森傲慢地对芒格说 瞧瞧你的合伙人 他根本就不懂生意 你可以去转告他 繁荣时期没有人会到处找投资 经济衰退才是高手大捞一笔的好时机 哈德森风度尽失地抱怨着 他似乎认为 这样能让芒格充当中间人 重启谈判 但是芒格不紧不慢地回复对方说 道歉迈克 是我给沃伦提出的建议 由于业务繁忙 巴菲特和芒格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哈德森先生 不过按照常理推算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 毁掉了一大批金融从业者 从这个角度来讲 伯克希尔没有参与到本次项目中来 确实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对于好的项目和前景暗淡的项目 芒格从来都不希望将他们混为一谈 在一次接受中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芒格也细致地阐述了自己的经验 他说道 好生意和坏买卖一起做 这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同时还可能对我们的发展决策产生误导 更加糟糕的是 部分团队还会产生资金的非正常调配现象 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非常糟糕的 事实上 芒格的观点在东西方社会都极具先见性 不少管理者都习惯于整合资源 打包处理 然而类似操作方式带来的结果大都不尽人意 在部分缺乏驾驭能力的管理者手中 有毒资产会不自觉地侵入健康资产中 随之对全局产生意想不到的危害 此理论还有另一个值得述说的逻辑 那就是作为投资者 我们的内部选择与外部选择也同样重要 如果和一些缺乏战略眼光的人合作 那么最后的结果常常会不如人意 以此而论资本运作不仅仅局限于实物货币中 无形的资产同样弥足珍贵 在数十年的投资生涯中 伯克希尔公司遇到过太多鱼龙混杂的项目 值得庆幸的是 芒格等人坚持的此理论 让他们避开了一个又一个风险 伯克希尔公司也因此长久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伯蒂放那些竭力鼓吹你行动的经纪人 他们为的只是自己的钱包 睿智的人不会被他人的意见所左右 芒格也不例外 在漫长的投资生涯中 芒格已经习惯了每天被各色提议包围的生活 他总是能够有挑不稳地将这些建议区分出来 然后拣选出若干条合理可行的方案 与巴菲特一同参想 值得强调的是 芒格对极力促成某一运作的经纪人 保持着高度注意力 他既不厌恶也不喜欢这类人 因为在他看来大家的利益出发点不同 因此并无纠缠的必要 大约在2005年的时候 勒布朗詹姆斯逐渐兑现了自己的天赋 成为篮球世界中的精英竞争者 兴趣广泛的巴菲特也注意到了勒布朗的存在 不过二者之间似乎还有一道鸿沟尚未冲破 所以会面的机会也遥遥无期 不过 以上两个看上去并无交集的团队 却在商业领域早有合作 早在2003年 勒布朗尚未开启职业生涯之前 耐克公司就已经给这位年仅18岁的未来之星 送上了一纸7年9000万美元的代言合同 而此时的巴菲特则是持600万股的耐克股东 当时阿伦古德温是勒布朗的经纪人 他的勤奋和狡黠是业界知名的 为了4%的合同佣金 他可以每天工作18个小时 全年100天都坐在飞机上 眼下勒布朗是全美知名的天选之子 巴菲特是排名世界前列的顶级富豪 如果能将他们撮合起来 那么这背后的利益将会远超人们的想象 经过一番运作 古德温终于得到了和芒格会面的机会 他知道对方是巴菲特最得力的助手 而芒格也大致了解了一些 勒布朗当时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 因此他乐意会议会古德温 会面开始后 古德温关闭了全部电话 然后慧身慧色地开始了自己的陈述 在他的构想中 巴菲特与勒布朗的联手将会形成轰动效应 伯克希尔也将在未来数十年里 分享到令人窒息的财富 交谈期间 古德温一直期待着芒格能够拿起一边的电话 然后拨通巴菲特的号码 然而一个小时过去了 芒格依然耐心地聆听 思考着 这令古德温略微感到了一丝不安 于是他尝试着促成雇主和巴菲特的亲自会晤 他告诉芒格说 下个月骑士队会到纽约打一场比赛 勒布朗会随得竞技 我们会在麦迪逊花园球场预定包间 欢迎您和沃伦先生前往观战 古德温说 以勒布朗的实力 我想纽约的球迷会竭尽所能追捧他的 但是希望届时沃伦先生不会这么做 说完这句话之后 两人都笑了起来 芒格说 人不会将掌声送给岌岌无名的人 不过下个月恐怕我和查理都不会在纽约 芒格没有对不在纽约做出解释 也没有提出更多的建议和要求 古德温知道邀请巴菲特一行 到现场观战的方案已经失败了 甚至连自己和勒布朗主动登门拜访的机会 都没有拿到 大约又过了十分钟 古德温离开了芒格的办公室 芒格随即给巴菲特打了电话 芒格告诉巴菲特 勒布朗确实有很多尚未挖掘的潜力 不过他的经纪人却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芒格说 我认为古德温太心急了 这虽然可能是一次多方共赢的合作 但他的私心很可能为我们带来麻烦 我想 他现在已经去寻找新的目标了 你是正确的 巴菲特说 随后的事情果然如芒格所料 古德温自然没有争取到伯克希尔的认可 于是又将精力集中在了其他项目运作上 几个月后 勒布朗和古德温和平分手 前者找到了新的经纪人李昂罗斯 按照勒布朗的说法 他想要做出一些改变并且持有自己的主见 这很显然推动了两位人类精英的毁灭过程 更换经纪人之后 勒布朗让自己的朋友参与到了事业运转中来 因此他在个人职业规划方面取得了更多自主权 2006年 媒体发现勒布朗和巴菲特进行了一次午餐 两位年龄相差54岁的奇才 由此结为望年交 事实证明 勒布朗是一位极具商业头脑的年轻人 伯克希尔公司也对这样的青年才俊倾奈有加 双方最终在多领域都有了合作 巴菲特是成名已久的投资者 勒布朗同样也是篮球领域难得一见的奇才 不过这两位天之骄子的相见之路却显得过于漫长 从芒格的角度来讲 他对于职业经纪人的防范心里有目共睹 而这也是阻碍巴菲特和勒布朗会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从结果来看巴 勒二人的强强联合带来了良好的结果 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 芒格对古德温的警惕和防范也同样重要 古德温的动机很明显 他需要拓展勒布朗的商业影响力 促成更多的商业代言和签约 并以此收取相应的佣金 芒格知道 古德温急于将自己的客户和伯克希尔公司 和巴菲特搭上关系 这更多是一种自我镀金的做法 从项目运作的角度而言 古德温很容易将自己的利益摆在首位 而这正是芒格不想看到的 数年之后 勒布朗的事业越来越火爆 他创办的LRMR公司 也在巴菲特的点播下 经营的有声有色 即便如此 芒格依然认为 当初拒绝古德温的选择是正确的 他在面对外界来访的时候这样说道 经纪人们都有自己的回报体系 而这份酬劳都是个人独享的 所以 我们必须在经纪人竭力推动某一项目时 保持冷静 他们看到的往往是自身独有的利益 6. 伯克希尔公司眼里的黄金 自伯克希尔公司创办以来 巴菲特和芒格从来没有动过投资黄金的念头 外界对此评价不一 但芒格却对这一决策非常拥护 在他看来 黄金并不是一个好的投资对象 它就像是一头慵懒同时又缺乏发育潜能的猪 很显然 将精力浪费在这样一个目标上并不明智 实际上早在公司成立之初 就有人已经向巴菲特提出了投资黄金的建议 这样的情形太多 芒格很难回忆起到底是谁第一次提出的 他笑着说道 大概在1970年 有一位来自中部某市的朋友 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 但他的样貌和履历让我印象深刻 芒格将这位中部某市的朋友 暂时命名维维金斯 在他的记忆中 维金斯是一位喜欢钻研投资 但却天赋平平的中年人 当时正值美国经济一片歌舞升平 维金斯从自己的家乡来到纽约 希望能从大都市里捕捉到某些商机 经朋友介绍 他尝试着向伯克希尔公司发来了一封信件 并在两周之后和芒格相见 多年之后 芒格依然对出见维金斯的情景记忆游深 这位穿着整齐的中年人 坐在咖啡厅的一角 身子前倾 将脑袋用肘部撑在桌子上 同时 他用两只拳在一起的拳头挡住嘴巴 当稍稍低下头的时候 他便可以目光左右巡视 并自认为不会有人觉察到他的举动 维金斯非常在意自己的声音会被别人听见 于是他用很轻柔的声音对芒格说道 目前联邦福利支出太过严重 以我的经验判断 经济危机很快就要出现了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想方设法证明自己需要资助 然后依靠政府补贴的钱混日子 这其中就有很多无所事事的闲浪子弟 芒格笑了笑 说道 你的判断很有道理 但是谁知道呢 经济危机可能明天到来 也可能还会持续几年 甚至现在我们正身处其中 这是一个持续发酵的过程 维金斯将身子又稍稍前倾了一些 他施以芒格再将自己的嗓音压低一些 你知道 如果眼下政府再不做出有效调整 那么经济危机就要到来了 到时候再考虑财产保值问题恐怕为时已晚 所以我想要开发一个黄金项目 如果贵公司能够参与的话 对不起 我们不插手黄金事宜 芒格几乎没有思考就给出了这个答案 维金斯认为对方声调过高泄露了机密 他紧闭着嘴巴 扬起右手 在空中小小的挥舞了一下 又马上收回 然后傲丧地低下头去 两眼的余光还不忘巡视下周围的情况 这次洽谈并没有取得良好的结果 金融危机的不期而至 也让双方失去了进一步交流的可能 虽然失去了一次合作机会 巴菲特却对芒格的做法非常支持 无论是面对媒体采访还是有人请教 他都表示 不投资黄金项目是伯克希尔的一贯原则 随着伯克希尔公司的一步步壮大 人们也开始关注巴菲特为什么不投资黄金的话题 总体而论 巴菲特与芒格不参与黄金投资 有以下三大理由 一、伯克希尔并不认同非生产性资源的前景 人们找出过2011年的一封伯克希尔股东信 内中有这样的记载 部分祈求资产保值的经营者对黄金趋之若乌 然而该类资源严格来讲并无生产属性 我们买入油田可以从中变油 购入工厂可以生产相关产品 投资股票可以获得利息分红 然而黄金本身不可能再生出黄金 假如今天你买来一盎司金子 那么百年之后它依然是一盎司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这就是说 相对于石油采决厂 玩具生产公司等具备生产力的实干型项目 黄金交易因其非生产属性而变得无力可图 而这也是芒格拒绝为金丝的重要原因 二、黄金投资缺乏实际社会价值 在巴菲特等人眼中 黄金并不具备广泛的使用性 它既不能满足人类的使用需求 也不能解决社会的出行或者居住问题 即便从一定程度而言 它们可以通过被加工而获取更高的价值 但这依然不能与钢铁、水泥等资源相比 所以说 投资黄金极限情况下 持有的只是一堆金属 这也是巴菲特等人不愿意看到的 三、价值稳定是黄金的优点 但这一点在投资界并不受人欢迎 从盈利的角度来讲 价值波动才会带来利差区间 而过去数十年里 世界金价长期保持在相对平稳的范围内 算上通货膨胀等因素 黄金交易几乎没有任何利润可图 以此而论 即便是稍有野心的投资人 都不会将大量资本投放到黄金领域 更何况巴菲特和芒格呢 四、按照经济学逻辑推论 巴菲特和芒格投资黄金 其实是一笔赔本的买卖 有这样一个问题可以证明 假如比尔盖茨在地上发现了100美元 他会不会花费一秒钟去捡起来 据彭博社2017年的统计 比尔盖茨在2016年入账26亿英镑 粗合35亿美元 换算过来 盖茨先生每秒钟的收入大概为110美元 以此而论 他花费一秒钟去捡那100美元 确实不划算 同样的道理 我们应用到巴菲特和芒格身上也是如此 投资黄金与他们而言或许能够保持些许威力 但这会摊包伯克希尔 在其他项目上的投资力度 假如炒股能赚到100万 为什么还要把资本和精力注入到 岁入 10万的小项目上呢 又或者我们换个角度 在能赚100万的情况下只收获了10万 那么从哲学角度来讲 这就是亏本买卖 过去数十年里 芒格和巴菲特一直对黄金投资避之不齐 即便是金融危机期间 他们也不愿意将资本注入到黄金领域 对他们来讲 好的生意人都是对财富充满饥渴感的探险者 死守平局的保守主义分子 永远无法在事业上产生质变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 黄金投资其实就是不值得纠缠的 它有自己的闪光点 但对于巴菲特和芒格来讲 类似优点 根本不足以弥补其自身缺憾带来的损失 和这样的对手缠斗 只会减缓自己的财富增长率 这在野心勃勃的投资界实在是遭人痛恨的 其抵制诱惑 只做最擅长的事 巴菲特曾说 即便是那些我自认小有所成的领域 也都已经让我不胜其烦 我如何还能在原本就不了解的行业投入资本 用更为通俗的观念来理解 伯克希尔坚信隔行如隔山的道理 他不去插手不熟悉的项目 即便是外界一致看好的事物也不会为之所动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 有人开始研究电子加密货币体系 其中有位自称中本聪的人提出了比特币概念 大意是在一个去中心化的支付系统中 各网络节点的交易者 在分布式数据库的帮助下 完成价值转换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体系里 比特币的安全性和保值得到了强化 不少投资者因此从中捕捉到了新的商机 不过 在最初面试的一段时间里 比特币依然保持着不温不火的状态 美国人拉斯洛·海涅茨 是第一个用比特币购买食物的人 他走进快餐店要了两份比萨 然后在结账时支付了1万个比特币 根据历史记录 海涅茨使用这1万个比特币的时间 是2010年5月22日 当时的计算规则是1比特币换0.3美分 截止2018年5月10日晚23点36分 1比特币的价格约为9334.88美元 约合人民币59564.94元 换而言之 海涅茨吃下了两块天价比萨 假如当年他没有喜滋滋地用那些比特币来付费 那么现在他早已是身价接近1亿美元的富翁 海涅茨的遭遇绝非孤暗 比特币刚刚问世时 很多人都参与过该项目的转卖 不过 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电子加密货币的发展潜力 他们像对待超市奖券一样对待比特币 只要有埋主表达了求购意向 他们就乐意坐下来小聊几句 事实上当比特币现象发生时 伯克希尔公司也听到了一些风声 不过 对这个陌生的项目 巴菲特和芒格等人表示并不感冒 芒格简单地回顾了一下自己和巴菲特 聊起比特币的场景 当时 有媒体报道了有关中本聪和电子加密货币体系的结算方式 巴菲特也颇感兴趣 芒格问 你觉得这个项目怎么样 我还没有完全弄明白这套货币体系的游戏规则 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巴菲特回答 但是我不能确定他是否值得我去研究和思考 芒格同意这个看法 他说道 或许这是一个不错的商机 但不是唯一的商机 芒格的观点让巴菲特打消了一律 他放下了手中的报纸 将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投资项目中去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有不少人都向伯克希尔公司 介绍了有关比特币投资的事情 但巴菲特不为所动 他说道 我和查理早已就这件事达成过共识 到了这个年龄 我们需要在自己熟悉的业务上再接再厉 而不是贸然尝试那些过于繁复的内容 不过 对于这个说法依然有很多人难以接受 有人告诉巴菲特 有关叫巴里希尔伯特的倒霉鬼 就是在这个项目上发了大财的 过去大家都嘲笑他是个疯子 但现在所有人都围着他转 说他是大神 他在比特币只卖350美元的时候 果断出手买下5万个比特币 轻轻松松就过上了亿万富翁的日子 其余是不可复制的 巴菲特回答 不是所有人都能交上这样的好运 但我祝贺希尔伯特先生 芒格也说道 这套货币体系比我们看到的复杂得多 如果只关注币值的升降 那么危机也就来临了 就这样 一批又一批的来访者被拒绝在外 伯克希尔也没有对比特币进行投资 事实证明 比特币在经历了快速的膨胀期之后 趋于稳定 很多投资者都没有收获预期的回报 相反有很多人被套牢了资金 更为糟糕的是 比特币交易对环境平台的要求较多 特定情形下实体货币的优势也不言而喻 2018年2月 韩国釜山出现了一期炒币者自杀案件 主角是20多岁的大学生 当时他花费2000万韩元 约人民币11.8万元投资比特币 在经历了十倍的增值后 该虚拟货币一路看跌 这位年纪轻轻的投资人因此输得血本无归 于是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类似事件 更坚定了伯克希尔公司不看好比特币的态度 芒格也多次警告自己的朋友不要碰比特币 芒格认为该项目本身的复杂性受热捧程度 以及实际价值都呈现出了反经济学特征 他进一步解释说 或许这个行业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得到规范 但是目前而言它是盲目的 而且大多数人并没有看清楚比特币体系的内在逻辑和经济学规律 这种盲目的做法并不值得提倡 和芒格等人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大名鼎鼎的比尔盖茨 他在接受CNBC记者访问时这样说道 我不认为买比特币是一件理性的事情 当然我也不会自己去投资它 原因很简单 这种虚拟货币不能创造任何价值 尽管从一定程度来讲 芒格等人的观点是守旧落后的 事实上比特币在数年时间里 保持着火箭式的增值速度 虽然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它的成交价有所回落 然而就整体来讲 比特币表现出来的热度依然令人震惊 从2010年5月下旬的0.3美分 到2017年12月上旬的近2万美元 因为比特币投资 在Facebook争斗战中 落败的文克莱沃 死兄弟一跃 成为百亿富翁 另外一名叫做萨夫达加达的非洲学生 也因为比特币交易 在美国创立了自己的连锁企业 成千上万的爱好者都奸血 比特币会是未来支付的方向 它的安全性和普世性 可以满足国际贸易的根本需求 无论私人交易还是官方买卖 都可以用比特币来结算 这无疑是任何一种货币都不能比拟的 虽然有很多炒币者倾家荡产 但这并不能掩盖比特币自身的优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芒格等人多次贬低比特币确实有事偏颇 不过正如巴菲特所言 聪明的投资者都需要在自己了解的领域里发挥材质 盲目追随别人的意见或者跟风投资 都会让自己输得一败涂地 既然伯克希尔的业务早已让人难以分心 为什么还要强行插手自己并不熟悉的行业呢 要知道 巴菲特和芒格都已经是满头银发的 投资界活化时 要让他们去理解和接受庞杂的比特币 安全保护机制或者交易流程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此外 比特币价格波动并不符合经济学的一般规律 不少业界人士都坚信 比特币升值更多是由市场炒作引发的 在媒体和社会发生机构的渲染之下 比特币逐渐受到热扣 其价格也因为盲目的风墙而一路飙升 这就是说 比特币并没有生存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 很难展现出稳定的经济常态 就此而论 比特币自身携带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凡此种种将构成难以甄别的未知力量 所以在芒格眼中 自己并不适合钻研比特币的运行规律 他不打算将资本投放到不熟悉的领域 那不是投资 而是赌博 在过去数年里 各大媒体 机构都在不遗余力的寻找中本聪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尴尬 如今 到底中本聪是个化名 是个机构代号 还是真的却有其人都是未解之谜 没有得到原创者解释认证的产品值得投资吗 世界记住了因为比特币而一夜暴富的人 但又有多少投资者倾家荡产 身败名裂呢 比尔盖茨说比特币本身不创造价值 那么有多少人发财就有多少人破产 或许这些幸运儿 自己都解释不清楚比特币一夜暴涨的秘密 他们只是研究了一些粗浅的虚拟货币机制 然后就简单的逐利而行了 最后的结果自然也是失控的 不投资比特币就是不投资不熟悉的项目 过去数十年里 伯克希尔公司一直坚持着这一信念 在芒格眼中 聪明的投资者没有必要投陌生的对手缠斗 有限的资本和精力 一定要投放到自己最有把握的领域 才是明智的选择 八同劣质资源合作只会让你深陷泥潭 什么是劣质资源 在芒格的投资逻辑中 经营理念可以改变 投资力度可以调整 唯独有一个特质难以改变 那就是合伙人的品行 巴菲特曾说 我们评价一个人 务必要从善良政治聪明才干四大方面着眼 如果不具备前两项 那么后两种特质就会让他坠入无尽深渊 很显然 这样的人不会是伯克希尔的合作对象 1994年12月 一位自称凯撒的客人 经过层层关系 见到了巴菲特 当时芒格正在家中钓鱼 接到一个电话之后 他马上赶到了巴菲特的办公室里 当时凯撒先生已经走了 只有巴菲特一人坐在办公桌前 面前摆着一份报纸 敏锐的芒格早对老朋友的异样神情有所察觉 他镇定地坐了下去 脸上挂起标志性的笑容 过了几分钟 巴菲特打破了沉默 他说道 对方很固执 我需要处理一些别的事情 他明天还会再来 芒格服了服眼镜 不紧不慢地回答说 我来和他谈 绘画一如既往的简短 芒格甚至没有向巴菲特 询问凯撒先生的情况 走出办公大楼之后 芒格买了一份与巴菲特桌上同款的报纸 并且从上面发现了墨西哥经济崩溃的字样 实际上 早在数月之前 伯克希尔公司就已经展开了 墨西哥经济危机的预测 所以这在巴菲特看来并不算什么新闻 那么问题来了 将报纸带进办公室的凯撒先生 想要从这场经济危机中获取什么 芒格的思维运转很快 在回家的路上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猜想 凯撒并不是对方的真实姓名 对方需要从伯克希尔公司获得经济支持 继而在墨西哥经济危机中大赚一笔 巴菲特拒绝了对方的合作协议 原因大概可以概括为劣质资源的影响 一二天 芒格果然见到了凯撒先生 对方四十岁上下 并且一眼就认出了他 我想巴菲特先生已经把我的情况告诉您了 今天换您来拒绝我吗 查理先生 芒格笑了笑 并没有马上回答这个问题 他示意对方坐下 然后镇定地说道 我确实不清楚您具体在策划一个什么项目 凯撒压低着嗓子 故作神秘地说 是詹姆士达特介绍我来的 他应当告诉过您我的计划 芒格表示自己并不认识达特 凯撒不得已又接连说了其他几个人的名字 但事实证明 这些人同样也不是芒格或者巴菲特的朋友 凯撒终于放弃了 他说道 好吧 无论如何我们见面了 不管是朋友的朋友还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甚至说我们的关系再复杂一些 我都希望您和您的搭档能给我一个面子 我们在墨西哥承接了一个项目 短期内投进去的钱就可以翻翻 当然前提是有金主乐意支持 请继续说下去 凯撒自认为已经引起了芒格的兴趣 于是他便生情并茂地展开了自己的表演 在我们的南边 美丽的墨西哥 那里正遭遇着严峻的经济危机 物价飞涨 商场倒闭 到处都是暴民和抢劫犯 行政力量已经完全瘫痪 我们还是直接进入正题吧 这场该死的金融危机 已经让很多墨西哥人失去了生活资源 他们希望到美国生活 并且支付一大笔费用 芒格很快明白了凯撒的意图 他打断对方说 我想我们的谈话可以到此为止 如果你继续谈了有关犯罪的事情 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会做出你不愿意看见的举措 你会报警 我也奉劝你 不要参与那些不被联邦法律允许的事情 凯撒大笑起来 我初入美墨边境二十多年 没有人比我了解内情 你要知道这是一件帮助他人的好事 比起动荡不安的墨西哥 美丽坚才是这些人更好的归属 让可怜的孩子留在地狱里 这恐怕不是查理先生的作风吧 这只是你的私心在作祟 凯撒朋友 芒格说 你不可能将没有绿卡的人偷运到美国来 如果真的大发慈悲 你完全可以考虑给他们提供物质帮助 水 食物 还有衣服 而且 据我所知联邦政府 已经在筹措墨西哥贷款的事情了 不久之后会有大量美元涌入墨西哥 联合国也会动员国际力量参与救助 到那时你就会发现危机才是发不起来的 凯撒依然没有放弃 他坐在自己的位置低下头去沉思了很久 同时不断抬眼观察芒格的举动 而芒格则保持着一贯的微笑 镇定自若地喝着水 两人的目光触碰了几次 但没有人选择死死地叮嘱另一方 这个时候 芒格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凯撒猛地抬起头 双手却紧紧地扣住沙发 他不能看着芒格就这样离去 我还有一个建议 墨西哥比索正在大幅度贬值 美元一定很抢手 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个项目上有所行动呢 受通货膨胀影响 墨西哥本土货币一定会大幅度贬值 而美元则会成为当地居民更加认可的硬通货 所以凯撒提出的这个建议确实值得思考 芒格直接关闭了电话 示意对方继续说下去 在黑市里 调美元的利润非常可观 在通胀加剧的情况下 墨西哥人必须要手持美元才可能维持生活 凯撒的思路又走偏了 芒格摆了摆手示意对方停下来 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 这依然是违法的 我知道你接下来还想通过地下钱庄放高利贷 或者倒卖军货 或许对你来说这些事情易如反涨且利润巨大 但是从伯克希尔的角度而言 以上洽谈毫无意义 不等凯撒继续发言 芒格就已经表示自己没有兴趣继续听了 他按响了手边的按钮 最后就有工作人员将凯撒送了出去 临别之前 芒格也送出了自己的忠告 我想你是一位遵纪守法的联邦公民 同时也知道走私或者偷渡的严重性 而且依我的判断 墨西哥经济危机不会持续太久 国际力量的介入会让任何投机分子血本无归 事实证明芒格的判断非常精准 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经济危机 只持续了大约半年时间 在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政府的贷款支援下 墨西哥经济很快趋于稳定 不过这并不是我们重点阐述的话题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在项目运作中和火人的品行非常重要 客观而言凯撒的方案确实存在一定的诱惑力 但是对芒格来讲有违律法 道德的提议根本不值得考虑 所谓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一个人如果被利益蒙蔽了双眼 那么他往往会挣脱良知的束缚 而这样的人也不会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正如巴菲特所言 政治善良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 心术不正者才华越高破坏力越强 凯撒能够在金融风暴中发现商机 这证明了他的才华 但是他投机取巧 无视法律的行径又凸显了自己的行止不端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 如果凯撒真的找到了金主 在墨西哥经济危机期间 干起了非法偷渡或者放高利贷的事情 那么他会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呢 又或者 这位赚到大钱 但是品行低劣的家伙 会不会将自己的合伙人一脚踢开 让投资者血本无归呢 类似的事情其实屡见不鲜 有太多才华卓著著的人 都在利益的驱使下偏离人生正途 他们或者锒铛入狱 或者成为精神上的孤家寡人 而这样的人生显然不圆满 不与劣质资源打交道 一直是伯克希尔公司的信条 某些情况下 劣质资源身上也附带着诱人的因素 然而正如芒格所言 跟劣质资源合作会让你沾上刷洗不掉的粪便 Chapter 4 情学的秘诀 当你不断问为什么的时候 你就得到了更多答案 好问之人多博学 这似乎是中外接通的真理 作为投资界的大佬 芒格时常被世界各地的投资者 当作学习与模仿的榜样 在芒格的投资理论当中 聪明往往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就像成功一样 聪明也好像被划分到了一个少数人的阵营 毕竟这样一来 凤毛麟角之类的成语才有立足之地 一个人的智慧大多是后天积累而来 一出生便是天才的人少之又少 获取智慧的渠道除了日常生活 书本与言传身教更有成效 但这些渠道多半是个体的被动学习 是一种读取存档的过程 它虽然一点一点地占用我们的大脑内存 却没有启动大脑主动汲取知识的功能 这一点为什么做到了 正是有了举一反三的能力 人们才会开展思考与分析的活动 虽然芒格一直在宣扬要聪明一些 但他同时也希望人们能够变蠢一些 这样一来你就会不断地问为什么 而当这个时候你就会得到更多的答案 比被动学习所获取的智慧要多得多 一承认自己的无知能让人更有智慧 越是有大智慧之人越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芒格一直比较崇尚中国的儒家文化 孔子有言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很多人把承认自己的不足定义 为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在芒格看来 实则是由于自身气量不足 承认自己的无知能让人更有智慧 这是芒格的处事原则 也是他提升自身的重要手段 人总是喜欢自欺欺人的 一旦对自己的定位产生模糊 就如同拖了鬼的列车 不仅方向出现偏离 甚至还会引起严重后果 这在投资领域的体现尤为明显 甚至每天都在上演这样的悲剧 就像芒格说的 如果一个人都不认识自己了 世界又怎么能认识他呢 芒格在较为轻松的场合讲起话来 总是喜欢把一些简单的道理复杂化 因此很多言词在外人听来往往是不知所云 在别人的印象中 芒格很少会通过浅显易懂的故事来说明道理 但他若真说起故事来 却也有着别样的精彩 在一次饭剧当中 巴菲特提到了有关表演的问题 其实很多我们所看到的现象都是人在表演 这是一种提供假象的能力 于当事人却没有多大作用 旁边的大卫索克尔接话道 对于演员来说 这应该是他们的工作 巴菲特哈哈大笑 说的没错 但很多普通人也很擅长表演呢 这时候芒格嘴里的东西吃完了 他放下刀叉 做出一副即将要发表长篇大门的样子 坐在身侧的巴菲特 察觉到了这位老朋友的异常 嘿 查理 看来你也想发表一下意见 芒格自顾自地说道 这像极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巴菲特惊奇地说 哦 查理是准备讲故事吗 饭桌上的其他人纷纷来了兴趣 都表现出一副期待的表情 芒格没有理会饭桌上的各位 而是摆出演讲的姿态 开始诉说自己的故事 就像台下坐着观众 他可以畅所欲言的一纸演讲一般 我想大家都知道普朗克 这是一个曾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教授 获奖之后 他便受邀在德国各地进行演讲 但人尽皆知的是 他每次演讲的内容均大同小异 就像脑子中只有一个演讲版本一样 于是 对于他每次所说的量子物理理论 普朗克的司机都耳熟能详了 在赶往下一个演讲地点的路上 他的司机说了这样一番话 教授 您每次的演讲都是同一个内容 这样是不是太无聊了 不如这样 到了慕尼黑我来替你演讲怎么样 普朗克听了似乎来了兴致 这听上去有趣得很 于是 普朗克换上了司机的衣服 坐上了驾驶员的位子 而他的司机站上讲台 洋洋洒洒把普朗克的物理理论发表了出来 他说得非常流利 简直就像普朗克本人演讲一般 但演讲期间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在观众席上 一位物理学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说实话 司机连问题的题目都听不懂 于是 他故作镇定地说道 哇 真是不可思议 我没有想到 在慕尼黑这样先进的城市 竟能遇到如此简单的问题 我决定请我的司机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 不要去赞叹这位司机的机敏 那就完全偏离主题了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世界上有两种知识 一种是普朗克知识 这种知识属于那些真正明白的人 他们真正把知识融合在了自己的血液当中 这其中他们付出了努力 也获得了能够驾驭该知识的能力 另一种是司机知识 这属于那些鹦鹉学蛇之人 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 仅仅停留在知道的环节 至于真正明白 他们并未做到 芒格讲完之后 身前的汤又冷了三分 大家听得都很入迷 带反应过来 才意识到自己不是身在礼堂 而是饭桌 但饭菜已经凉了一大半了 知识是可以被复制的 但知识在人脑中的存在形式分为两种 一是真正形成人体自身的意识流 二是作为没有被充分理解的 机械记忆而存在 这像极了鹦鹉学蛇 在芒格看来 以第二种方式对待知识的人 实则并没有掌握这些知识 但他们掌握了一些表演的内容 就像那位司机一样 他也能够出口成章 在别人面前表现出 自己见识高深的样子 但是他同时也期望 能够获得普朗克的殊荣 很明显 这不公平也不可能 但遗憾的是 总有人会入戏太深 因为这些机械记忆 而忘记了自己司机的身份 当发现无法成为普朗克的时候 竟然还会怒气冲天 这觉谈不上是智慧 听完芒格的故事之后 巴菲特深表赞同 如果一个人想要变优秀 那么他必须具备两个能力 首先 他必须清楚自己真正掌握了多少知识 其次 他要形成能够识别那些表演家的能力 相比较而言 第二个能力更简单一些 给我们带来影视剧的演员 一些赵本轩科的教授 大都是一些表演者 他们总能向世人展示自己过人的表演能力 但其知识含量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高 真正困难的是第一种能力 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范围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甘心于 待在这个能力范围之外 毕竟人总是有侥幸心理 并且善于自欺欺人的 当然 这个范围的大小无关紧要 真正重要的是 你必须知道自己能力范围的界限在哪里 芒格接着说道 明确自己有怎样的才能 没有怎样的才能是立足的根本 我可以保证 如果你试图在能力范围之外去活动 那你的职业生涯一定会非常糟糕 如果想做一个聪明人 在做任何决定之前 一定要明确自己是否有能力去做 虚心求教的人总能获得更多知识 谦虚的背后是智慧的堡垒在支撑 如果把鹦鹉学蛇视为知识渊博 那么个人的智慧与才能也将就此止步不前 二把自己扔到强势阵营里去 人的潜力总是不可估量的 欲强则强也并非没有依据 芒格深谙人以群分的道理 如果你想变强 那就把自己扔到强势阵营当中吧 芒格刚踏入社会的时候 最初的职业是律师 这份职业一直伴随他到41岁 第一阶段 芒格在谬奇克·皮勒和加勒特律师事务所任职 并且在此工作了13年 但一切情况的转变都来源于一位外聘的高管 因为这位高管是一位控制狂 因此 事务所里资深的律师 皆不满他的管理份而辞职 芒格也顺势离开了谬奇克·皮勒和加勒特律师事务所 这些曾经的同事有六名 他们再度聚集到一起 成立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新事务所的幕后主挠名为罗德西尔斯 是斯坦福法学院的毕业生 毕业之后进入最高法院任职 是芒格将他召集谬奇克·皮勒和加勒特律师事务所的 二人离开原事务所之后 便成立了这家芒格·希尔斯事务所 这个超级律师团声称只做最好的律师事务所 因此在招聘方面极为严格 他们希望能够成立一家民主单位 然后树立起最高的行为标准 只招收最优秀的员工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新成立的事务所在招聘方面下足了功夫 除了引进最高法院的职员 就是捕捉高校的法学毕业生 芒格来到新事务所之后 他身上的客户也随之发生了转移 在芒格·希尔斯事务所当中 芒格的客户便承担了整个事务所10%的业务 在运营的过程中 芒格还致力于去维护老客户与吸引新客户 在芒格·希尔斯律师事务所成立的前几年 芒格为了巩固事务所业务的发展 一直在经营一些与公司有价值的关系 因为事务所正值人才短缺 所以芒格一直在物色合适的人选 一位名叫恰克·李克肖的前任最高法院职员 引起了芒格的注意 二人早在1965年便已相识 芒格曾给李克肖在法规条款上提过改进意见 几年之后 一次派对把两人聚集在一起 芒格便把李克肖招揽了进来 希尔斯在谈到公司出力的时候 曾表示 因为查理的存在 公司看起来非常有实力 因此我们很快迎来了最早的客户 通用航空动力公司和联邦莫高 说起来 李克肖能够成为公司的合伙人 也全都是查理的功劳 因为李克肖的加盟 太平洋海岸证券交易所 也将自己的业务转了过来 之后 芒格·希尔斯律师事务所 也迎来了一些慕名而来的人 其中包括罗恩·奥尔森 他在1966年毕业于密歇根法学院之后 进入牛津大学进修 两年之后开始与华盛顿的法官共事 任期结束之后 他原本打算留在华盛顿 但是法学院的同学告诉他 不如去一趟加州吧 那里有一家芒格 芒格·希尔斯律师事务所 就这样 奥尔森来到事务所 并听到了很多关于芒格的故事 他被这位有意思的律师吸引住了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团体 于是 奥尔森加入进来了 另一位慕名而来者是 罗伯特·德汉姆 德汉姆曾与奥尔森一起被芒格委托 参与解决所罗门事件 前者由此而全国之名 并容生为所罗门的主席 德汉姆在哈佛读法学院 当时希尔斯在哈佛授课 与芒格一样 德汉姆也得到了希尔斯奖学金 在读书期间 德汉姆便知道了芒格·希尔斯的律师事务所 之后便来到这里做暑假工 与奥尔森一样 德汉姆惊叹于事务所的价值理念 查理坚持什么 公司就坚持什么 企业的经营思路 文化思想绝对统一 芒格·希尔斯律师事务所 拥有芒格的名头和人际关系 因此企业的招聘业务进行得比较顺利 甚至达到了非精英人才不取的标准 即便是一些很有才能的人 也有可能被拒之门外 外界对其的评价多是 这是一家天才聚集的公司 更有落榜的应聘者这样描述他们的招聘过程 精英 实力 竞争激烈 芒格·希尔斯律师事务所 有着严格的雇佣原则 不管你有多优秀 都必须通过雇佣原则的筛选 据说芒格的女儿茉莉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之后 曾来到事务所应聘员工助理 但应聘官 以她没有参与过哈佛商业评论工作 为由拒绝录取 所有的应届生前来应聘 都必须拿着自己的成绩单 上面只能是优 否则便会被直接刷下 优秀的人聚集到一起 只会变得更加优秀 一定不要低估环境的力量 这是芒格对于强势阵营的理解 也是事务所开展招聘活动的核心思想 芒格 希尔斯律师事务所经过一段时间的招兵买马 员工人数达到了120人 进入21世纪 公司新增了七位合伙人 他们分别毕业于耶鲁法学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斯坦福法学院 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 密歇根大学 南加州大学 在一般的律师事务所当中 每一位合伙人大致会被分配两名助理 由助理去完成繁重的工作 但是芒格 希尔斯的合伙人必须要完成更多的工作 因为没有更多的人去帮他们分担 员工助理的人数只有一半 在芒格的努力之下 很多小公司成为了芒格 希尔斯律师事务所的客户 而他们也成为了组成伯克希尔集团的前身 这大概是芒格 为事务所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随着公司实力的发展 伯克希尔集团的规模与威望也与日俱增 在它的影响下 芒格、希尔斯也逐渐知名起来 伯克希尔集团与芒格、希尔斯律师事务所 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格局 能够为伯克希尔集团工作的律师 全世界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而正是因为芒格、希尔斯律师事务所的存在 确保了伯克希尔集团 在法律层面上的商场路径 实际上 伯克希尔集团早期收购的一些业务 大多存在一些问题 但在芒格与巴菲特的努力之下 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当然 伯克希尔集团也遇到过一些比较大的官司 例如蓝筹印花 在刚刚买入蓝筹印花的时候 伯克希尔集团上有十几个官司缠身 但芒格与巴菲特双建合并之后 这些麻烦便渐渐的消失殆尽了 虽然过程比较长 也花费了不少资金 但这仍然是一笔好买卖 随着伯克希尔集团的发展 芒格 希尔斯律师事务所也实现了同步发展 不仅规模不断扩大 员工逐渐增多 公司实力也更上了一层楼 与商业诉讼方面的经验也逐渐恢复起来 为了强化公司的管理 实现精英化运营 芒格与希尔斯特别制定了一项薪酬政策 该项政策本着按劳分配的民主原则 使得和伙人之间的薪酬差距 能够相差五倍以上 而这也令该公司声名远播 合伙人根据该项薪酬政策 所拿到的薪酬不是由公司决定的 绝大多数概率 是由所有合伙人公开投票决定的 每年的一月份 公司所有的合伙人都会拿到一张选票 上面写着所有合伙人的名字 右侧的一栏空格 就是你给其他合伙人开出的薪酬数额 这不必遵循任何原则 只要所有的数额总和 等于公司上一年的净利润即可 在写薪酬的过程中 第一标准自然是业务开发能力 以及给公司带来的利润 而年资在这里却不能被作为一个决定性因素 合伙人之意的奥尔森表示 公司的投票是公开的 所有人都知道每个人对自己的评价 投票表上交之后 福利委员会会与所有的合伙人进行单独交谈 以确定最终的分红的数额 另一名合伙人约翰·弗兰克说道 很多人说这种方式有些残忍 但在我看来不然 这是一种公开形式 但它并不残忍 实际上 这种公开投票的结果掺杂了众多主观的因素 如果你不想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过低 那你就必须尽可能地对任何人都保持礼貌 这样一来 我们在工作中的表现便和谐多了 三年之后 芒格退出了律师事务所 开始了自己的投资生涯 而罗德西尔四也已经离开 但他仍旧断言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律师事务所 没有人能够超越 芒格搭建了一个擂台 上面只能承载最优秀的勇士 所有站上去的人 都成为了世界公认的精英人物 芒格成就了他们 而他们也成就了芒格 人的潜力并不容易外露 或许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能量 到底有多大 除非有一个可以让自己充分发挥的舞台 把自己扔到强势阵营里去吧 在那里 你会遇到众多优秀之人 他们会促使你迈出前进的脚步 当你看到别人的优秀和自己的不足 而选择拼命追赶时 你已经行进在追逐更加优秀的道路上了 三我相信人类快乐的秘诀在于兴趣广泛 投资者如芒格已经走在了金字塔的顶端 很多时候 站在高处的人很难低调 而这个问题正在困扰着芒格 芒格把人类的追求与幸福感联系在一起 认为获得幸福感的奥秘在于放低目标 但是他在很多方面的得分明显太高了 为了追求幸福 芒格一直在低调的努力 面对90多岁的高龄 芒格回顾一生的成就显得尤为平静 我一直活跃在投资界 却没想过去当一个亿万富翁 也未曾想成为全球知名公司的二把手 我唯一想要的 不过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有品质的生活 虽然这个结果超过了预期 但还是说明 追求品质总是能获得更多精彩 很多人会把它与巴菲特进行对比 有人说相比巴菲特一帆风顺的人生 芒格无论在生活 还是工作中 都遭遇了诸多的伤痛和障碍 这些话语传到了芒格尔中 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 一切事情不过是人生经历罢了 世界上所有人的命运都大同小异 很多人会走向更高的山峰 而生命就像是一个箱子 想要让这个箱子变大 就必须冲破原箱子的四周 这就是成功并不容易的原因 你总要面对诸多的挫折与困难 想要冲破束缚继续前进 就要学会适应困难 打败挫折 芒格并不是一个挥霍无度的人 但是他的生活非常精彩 并且极为充实 一方面 他要在伯克希尔 威斯科金融集团 慈善玛利亚医院 洛杉矶每日新闻 西湖学院之间来回奔波 周旋生意 一方面他也会走访多地 拜访自己的老朋友们 和他们钓鱼 打高尔夫球 去与林中冒险 有时他也陪着家人 去各个国家旅游 除此之外 芒格还要参加子女 孙辈的各种派对 生日 婚礼 毕业 洗礼等典礼 还有一些数不清的假日派对 芒格的生活 可以用芒的不可开交来形容 芒格的年龄越来越大 他那种想清闲的心态 也越来越浓厚 怎奈财富的增多 只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度 虽然不习惯 但他还是试着去接受一些 沃伦经常会嘲笑我乘坐经济舱 芒格笑着说道 经济舱我过去乘坐的比较多 现在我和家人旅行的时候 更多的是乘坐头等舱或商务舱 而这时候 芒格名下已经有一架 由伯克希尔行政专机公司 所登记的四人飞机了 每当伯勒希尔召开股东大会的时候 会议的内容无外乎怎么赚钱 怎么赚更多的钱 这是所有股东 企业家的共同目的 但在芒格面前 股东们的问题却转了航线 他们时常会问芒格有关 如何合理持家 养家的问题 据说芒格在这个话题中 有着丰富的经验 在富裕的家庭中 时常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 对待自己的子女 芒格也贯彻了自己 对于获得幸福感的思想 我的财富并不等于是子女的财富 我现在对于他们的道德品行 和言行举止都比较满意 但对于如何赚钱 我却从未传授过他们什么 在我的众多儿女当中 他们有的经历过家庭的贫穷时代 有的出生在我富裕之后 但很明显 那些经历贫穷日子的孩子 在工作上更加努力 在芒格看来 他自己也好 巴菲特也好 都不想成为所谓的财富积累家 那看上去虽然精明 却也十分可悲 我可不想被人提起时 人们脑海中想到的 只是一打又一打的钞票 芒格半开玩笑地说 正因为存在这种想法 芒格对于某些异想天开 的思想总是表现得非常感兴趣 甚至会做出一些 令人大跌眼镜的惊人举动 芒格喜欢钓鱼 也喜欢划船 因此他决定自己造一艘船 一艘史无前例 后无来者的船 于是 他充满干净地开始了 这项非经济行为 然后经过了三年漫长的监工生涯 还好 这艘船最终成功地被造出来了 在造船工程中 芒格的伙伴是威廉姆斯 他曾是一名潜水艇驾驶员 因为常年从事深海潜水 打捞海胆的工作 他出现了潜水病的症状 之后那座陈旧的东海暗号 便时常闲置在码头 迎来了诸多游客的关注 同时也吸引了芒格 芒格与自己的另一位朋友 前来参观东海暗号 并对其表示赞赏 还向威廉姆斯 介绍了自己的名字 但当时的威廉姆斯 并不知道芒格的身份 芒格在威廉姆斯的邀请下 乘着东海暗号转了一圈 分别之后 芒格也时常给威廉姆斯打电话 二人也经常一同吃饭 讨论的内容主要是钓鱼和船 芒格的交友范围非常广泛 并不仅限于金融界 威廉姆斯在得知芒格的身份之后 也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讶之情 他是一个比较沉稳的中年人 与芒格只是志趣相投的朋友 而与金融无关 有一次芒格与威廉姆斯 展开了一番 颇有哲学味道的谈话 芒格 如果上天能够满足你一个愿望 可以完成世界上任何一件事 你会选择做什么 威廉姆斯轻松地笑着说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造一艘双体船 然后去世界各地航行 这样你就看不到我了 芒格听到有关船的信息 顿时来了兴致 便向威廉姆斯请教什么是双体船 然后二人便就双体船的构造与优点 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 而威廉姆斯怎么都没有想到 芒格的脑海中正在酝酿一个惊人的计划 他更想不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就在双体船讨论不久之后 芒格突然对威廉姆斯说 我想造一艘双体船 你能帮我找来一艘食物参考吗 威廉姆斯以为自己听错了 但反应过来之后也并没有太过吃惊 造艘船而已嘛 于是他开始去搜寻双体船 但遗憾的是 美国境内已经找不到双体船了 因为税务繁重 国内很多造船厂都倒闭了 他们好不容易联系到了一家游艇制造商 对方承诺 可以赶赴佛罗里达的一个小镇进行开工 芒格为此欣喜万分 怎奈天不遂人愿 芒格想要的是一艘史无前例的船 这超出了该制造商的施工范围 施工过程开始问题不断 芒格埋怨他们简直是一群海盗和无赖 于是他对威廉姆斯说 你来造这艘船吧 那群制造工人便被炒掉了 船体非常之大 因此威廉姆斯和芒格便顺带建了一个船物 船体大部分都是芒格设计的 他每个星期都会给威廉姆斯发来图纸和指导意见 就这样 这艘无比巨大的海峡猫号历史三年 终于在1999年初建成了 海峡猫号能够连续航行2400多公里 船体有很多单元组成 即便是一个单元进水 也不会殃及其他单元 另外 海峡猫号还配备了全球定位系统 气象船真机 机械升降帆 雷达和自动驾驶仪 船上的电脑是定制系统 硬盘里储存着世界上所有海域和港口的地图 全船可载149名乘客和6名船员 船上配置了一间船员值班室 两间高级包房 一个图书馆间休息室 楼上还有沙龙 船上还装备了柴油发动机 海水净化系统 啤酒储存冰箱 置冰机和先进的视听接收系统 同时海峡猫号还拥有营业执照 能够在特定海域之间运送乘客 船上的各处装饰自是不必洗说 面对这样一艘美来游 造价高昂的巨船 芒格淡淡说道 这或许是我这辈子花钱花的最韧性的一次吧 称得上是一只千金了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 我只知道这很有创意罢了 芒格并没有说这艘船的造价是多少 但根据海峡猫号的软硬件设施 相关专家给出了600万美元的估价 海峡猫号建成一年之后 终于等来了交付日期 威廉姆斯驾驶着这艘巨船 航行了11270公里 最终回到了海峡猫号的故乡 至于建造这艘船的目的 芒格也道出了其中寓意 希望它能具备三个功能 一方面 我希望它是一艘可以在白天航行的派对支船 另一方面 我可以将它租给一些商业组织或企业 作为开展会议的场所 我想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我还希望能够用它来帮助一些慈善机构 如果每年都能接到50次租船业务和50次慈善活动 那就非常完美了 有时候芒格会化身成一个捉摸不定的人 你永远都不知道他会做什么 以及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在造船这件事上 芒格或许会招来一些不解的声音 且不说能否成功 造出来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 单纯的头脑一热 显然不是的 如果你有能力 就去追求能够使自己生活质量提高的生活方式 不要管意义几何 只要快乐 幸福就可以 定那么高的目标做什么呢 一年建不成等两年 两年建不成等三年 沉浸其中 快乐就好了 如果你得到了更优质的生活质量 那一定不是毫无用处的 就像这艘海峡猫号 它现在正充分发挥着自己的三个功能 不仅没有引来质疑之声 还为芒格创造了更多的价值 而最初时候 芒格从未想过这么多 四麻烦永远都不是用来藏匿的 1976年 威斯科金融被并入伯克希尔 成为后者的子公司 主营业务是信贷与储蓄业 和伯克希尔的其他子公司一样 巴菲特并不参与维尼斯金融的日常运营 该公司的主席是芒格 公司每年的年度报告中 都有主席寄予这一栏目 通常是芒格要对所有股东说的话 20世纪80年代 芒格根据自己多年来的市场经验 嗅到了一股特殊的味道 储蓄信贷行业即将迎来一场暴风雪 在主席寄予中 芒格向所有股东表述了自己的想法 若要追溯这个预言的来源 当于储蓄信贷市场长时间以来的风吹草动 脱不了干系 美国存在一个储蓄贷款协会 该协会有着几百年的历史 但在国内的影响力不大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很多退役老兵开始踏入创业的阵营 纷纷需要贷款筹措资金 该行业才见此重要起来 并在房地产行业极为活跃 储蓄业、银行、定期存款 以及其他储蓄账户都具备产生利息的功能 而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 储蓄业往往比后数几种类型的利息 均偏高一些 但与此同时 储蓄业需按法规 将大部分的资金提供给购房按揭用户 也就是说 储蓄业的主要业务是为房地产行业提供服务 而一些商业贷款和其他财务服务 是不被允许涉足的 但在20世纪80年代 整个储蓄信贷市场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首先是一些非银行机构 诸如互助基金公司 经济型等 开始向货币市场提供账户 不仅如此 他们所规定的利率竟然不受市场控制 其次是政府对于该市场情况的态度 政府并不希望太过介入商业范畴 于是决定对储蓄信贷行业放宽政策 因此 该行业在借贷与投资方面的权力激增 对于政府的该项决定 芒格并不认同 相反 在他看来 这项措施实际上充满了危险 一方面 储蓄业心的竞争对手非银行机构 不必像储贷协会那样必须开设分公司 他们的资金和持有人也不必购买存款保险 另一方面 货币市场基金的运营成本 要比之前的信贷机构要低50% 这意味着 非银行机构正在从储蓄贷款协会身边 夺取丰厚的利润 与此同时 存在存款保险的储蓄借贷协会 为了缓解一定的压力 正开始尝试承担更多的风险 在1983年至股东的信当中 芒格这样写道 面对储蓄市场的变故 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依然 事不关己的向储蓄行业提供储蓄账户保险 这将会诱发一个严重的后果 储蓄贷款机构的投资权力正在日益膨胀 这令他们的行为愈发大胆 竞争正在趋向白热化 劣币与良币开始在同一个空间角逐 一旦大胆行为压下保守行为的风头 那么信用扩张便会席卷而来 届时必然会引起大面积的破产现象 为了汲取利益 众多行业领袖以及美国储蓄机构联盟 开始向华盛顿进行游说 以维持储蓄行业的现状 他们完全不认为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麻烦 只将其看作为眼前的利益迫切地想抓在手中 为了说服自己心安理得的去获取私利 他们不惜搬出政府来麻痹自己 企图将这些显而易见 却又不招人待见的麻烦藏匿起来 却不知麻烦永远都是无法藏匿的 在这个令所有储蓄企业家头脑发热的阶段 芒格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为了避开这个漩涡 他决定促使威斯科金融与互助储蓄转型 以使主营业务实现对存贷业务的偏离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威斯科金融于1987年买入了所罗门经济型 主要从事经济和投资银行服务的股份 1988年 互助储蓄持股房地美 由机构投资者大量持有的私人公司 主营业务是对岸街市场提供流动基金 运营方式是通过打包 合并房屋贷款 转换成证券的形式 出售给投资者 长期持有房地美股票 代替了之前的存贷业务 这是芒格在市场剧变中做出的明智决定 你的财务状况 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市场发展的影响 市场中的问题与麻烦总是解决不完的 在市场中长久立足 就必须存在时刻面对麻烦 解决麻烦的觉悟与能力 而不是一味的心存侥幸 只着眼于眼前利益 1989年 美国处贷行业的生命力迅速降低 众多储蓄贷款机构纷纷倒闭 看到此光景 政府才开始实施救助项目 但行业坍坍的脚步催过拉朽 这些救助不过是杯水车薪 芒格对美国储蓄机构联盟愈发失望 因自己名下的互助储蓄同样隶属于这个组织 同年5月30日 芒格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而正是这个举动 令芒格在国内迅速广为人知 这也是芒格的正义 首次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他向美国储蓄机构写了一份信 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这是一封互助储蓄借贷协会 向美国储蓄机构联盟的退会信 互助储蓄借贷协会 是美国证交所挂牌上市公司 威斯科金融集团的子公司 同时也隶属于纽约证交所 挂牌上市公司波克希尔 本公司将不再是美国储蓄机构联盟的成员 互助储蓄借贷协会 做出此举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自储蓄市场出现变动之后 美国储蓄机构联盟便做出了向政府游说之举 不得不说 这其实极为可耻 本公司不想与之为伍 目前 美国的处代行业正在面临最大的发展难关 究其原因实则是众多因素堆积的结果 然而 这些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市场中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足以令该行业跌入更为黑暗的深渊 首先 在联盟多年的游说之下 一些不法或劣质的受保机构 成功地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其次 死而不将的受保机构在假账的庇护下 苟言残喘 最后 受保机构无法兑现储蓄账户持有人当初所委托的资金 工会的存在 不是为了在行业出事之后粉饰太平 谋取私利 而是应该向人们提供真相 帮助行业渡过难关 联盟也是一样 一个规模较大组织的一举一动 完全可以对整个国家形成一定的影响 如果无法带来积极影响 那势必会掀起一些悲剧性的波澜 鉴于以上事实 我希望互助储蓄能够从联盟中退出 这封信会以复印件的形式寄给相关媒体 希望这些抗议意见 能够对目前的行业形式带来一定的帮助 查理芒格仅靠一封信自然无法力挽狂澜 但也是这封信的存在 联盟还是给予了一定的重视 一些针对性的立法行动就此开展 能够多少带来一些积极力量 为行业恢复提供绵薄之力 芒格也略感欣慰 无论是怀有各自利益的企业家 还是站在颜面立场之上的储蓄机构联盟 他们都试图掩盖整个行业乌烟瘴气的境况 这个时候 芒格站了出来 他揭露了当下该行业的真相 把那个被藏匿起来的梦魇昭告天下 这才迎来了积极性的改变 一个有能力的人更容易被能力所累 就像伸手矫健的勇者更容易溺水一样 这是芒格在威斯科金融转型之后的感慨 人不仅要学会认知自己 还要懂得不可盲目自信 如果一位善于游泳的人溺水了 人们除了惋惜之外 想必更多的是不可思议吧 1993年 威斯科金融正式转型为一家金融控股公司 因此不再受储蓄贷款行业法的管制 威斯科金融保险公司承担的是大型灾难险 且大部分的资产都投入到了保险业务当中 这意味着 伯克希尔就此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损失保险机构 这是一项很不错的业务 芒格与巴菲特对此都表示很满意 芒格表示 我们早就应该开展这样的业务了 况且还简单很多 之前的储蓄贷款业务 耗费了芒格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去处理繁杂的资金问题 转型之后的威斯科金融 使得芒格卸下了一身重担 他时常欣慰地说 威斯科金融正在努力地去完成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 而不会再依赖那些复杂深奥的事情去盈利 我们更擅长着眼于长期利益 因此会避开一些犯傻的行径 当然 我们也不会试图去扮演一些聪明角色 事实证明 这样形势所得到的回报相当可观 这或许是伸手矫健的勇者更容易溺水的智慧吧 虽然威斯科金融实现了转型 还收获了一项不错的新业务 但这也无法完全保证 该公司日后的经营之路能够一帆风顺 优质的投资目标已经愈发稀有了 因为威斯科金融的业务并不包括融资并购 所以在收购优质资产方面有着一定的难度 对此 芒格不禁想到了自己的合作伙伴 埃德·霍斯金斯与一位向导之间的对话 霍斯金斯 听说明尼苏达州的利奇湖里 会钓到非常大的缩鱼 有这回事吗 向导 那是自然 这里的大缩鱼比明尼苏达州所有的湖都多呢 也正是因为有大缩鱼 利奇湖才会如此殖名 霍斯金斯一下来了兴致 真的吗 意思是说我可以一保眼福了 那你钓到过吗 它到底有多大 向导 哦 我确实没有钓到过 霍斯金斯 或许是你钓的时间太短吧 等等应该会有的吧 向导 或许吧 都已经19年了呢 因为没有更为合适的投资目标 威斯科金融在收购活动中栽了跟头 芒格有一位朋友名为哥伦米切尔 他发现了一家名为新美国电器的公司 主营业务 是向活动房开发商与住宅建造商提供电器设备 并且产生了收购的念头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芒格 芒格对米切尔的商业能力非常信任 同时 他看到了新美国电器是一个摇钱树 一般的公司 也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投资项目 于是当即表示会和米切尔一同行动 在商议投资方式时 芒格给米切尔提供了三种选择 一 将新美国电器的股份分发给新美国基金 由巴菲特与芒格创立的股东们 就此将其变成一家小型的上市公司 整个公司可以掌控在米切尔手中 二 将新美国电器全盘出售 三 同巴菲特商议 请威斯科金融买下新美国电器80%的股份 米切尔自己留下20% 与此同时 80%中米切尔也会持股10% 米切尔经过一番思考选择了第三种方案 但商业环境的转变 却彻底颠覆了此次投资的命运 最后 在本次投资活动中 受益的仅有包括 芒格在内的新美国基金的股东 可谓失败透顶 无独有偶 到了第二年 房地产行业出现了周期性的衰退 公司的市值直接损失了30% 对于这个结果 芒格表示非常沮丧 那是经济大萧条以来 加州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打击 新美国电器成为了牺牲品 作为持股者 威斯科金融在出售时也蒙受了相应的损失 这个结果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不然投资活动在最初也不会开展 这真是一个令人难堪的事情 走过一段坎坷之路以后 威斯科金融终于走上了正轨 其内部划分出了投资部 保险子公司的证券业务 同时也承担金融业务 将近一半的净利润 来源于持有证券的现实增益 自1996年开始 威斯科金融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收购活动 项目类型所涉及的范围较广 包括担保公司 钢铁产品供应商 家具租赁公司等 时至1999年底 威斯科金融负债资产表中的可卖出证券 已经达到了28亿美元 投资总回报率为19.6% 所持有的股份主要是房地美 可口可乐和吉利 也包括一些富国银行 美国运通的股份 同时还持有美联行与旅行者集团的优先股 同年 威斯科保险公司的投资资产 达到了25亿美元 芒格做出了这样一番评价 哦 一家成本很低 实力却很强的保险公司 但他也没有放松景气 因为所有的暴风雨来临之前都非常平静 于是他对股东说 所谓的万无一失不是为胆小鬼而准备的 你们要拿出时刻战斗的觉悟 未来的变数永远是未知的 威斯科金融保险的未来 也无法避免一些令人沮丧的局面 伯克希尔及其旗下公司存在一个明显的区别 即前者不分红 而后者普遍分红 威斯科金融的分红政策有点特殊 芒格表示 这种政策很受小股东的青睐 巴菲特解释道 伯克希尔旗下存在一些持股较多的子公司 这时候公司的利润将属于一些少数大股东 但威斯科金融有很多股东共同持有少数股权 因为涉及大多数人的利益 所以威斯科金融的分红政策 是由这些小股东设定的 这并不难理解 对于我们来说 分红政策只要不影响那税规则 具体如何实施是没有硬性规定的 威斯科金融的大部分股权由伯克希尔持有 因此前者的交易活动非常平静 在美国的证券交易所内 每天都挤满了5000左右的股东 而威斯科金融每天成交的数量 便占到了1300股 秉承着虎富无全子的理念 很多股东都在关注威斯科金融的季报 希望以此来观摩巴菲特的投资风格 现在期望模仿与复制的角度 这种做法确实存在一定的逻辑 毕竟威斯科金融与伯克希尔存在很多相同的股票 介于上述原因 有些人便把威斯科金融比作伯克希尔的微缩版 但芒格并不喜欢对二者进行比较 他表示 伯克希尔和威斯科金融还没有相似 倒可以将后者看作前者缩小之后的样子 威斯科金融的实力是无法与伯克希尔比肩的 它的内在价值远远比不上伯克希尔 为了让众多投资者与股东清醒过来 芒格不惜违反了伯克希尔的原则 把威斯科金融的内在价值昭告了天下 这样一来 无论是股价高于内在价值 还是股价有所下跌 与内在价值一对比 历时便有了答案 在房地美控股出现问题之后 威斯科金融的股价出现了较长时间的下跌 这令明确其内在价值的股东失望不已 芒格则淡然说道 我年纪大了 经历过的熊市数不胜数 如果你也活得够久 对于所谓的时代潮流就不会如此热衷了 在1999年的会议之上 芒格针对威斯科金融股价下滑的问题 做出了一番阐述 眼下很多公司都出现了问题 但他们若是能够把目光放长远 便能明白长期回报的丰厚程度 威斯科金融的账户出现了收支不平衡的状况 而银行方面也没有人能够妥善解决 虽然芒格相信威斯科金融的实力 但是他明白眼前的漩涡却不容小觑 若是过于自信而盲目入水 势必会迎来严重的后果 所以他把公司账户 从太平洋银行转移到了美洲银行 并且关闭了自己的账号 继而做出了一番账务调整 我的投资活动虽然看起来像是赌博 但没有把握的赌局 我不会去下注 虽然我对自己的博彩能力很自信 但我不会栽在自己擅长的能力之下 相信我 这些账户会逐渐把自己消化掉 而多年之后将没有人记得 当然也不会有人去计较损失 六指收购 不管理 要学会示弱放权 芒格与巴菲特双剑合并之后 伯克希尔的投资动向 逐渐成为投资界万众瞩目的事态 众所周知 伯克希尔收购一家公司之后 目标公司的管理层一般情况下 都不会发生变动 仍旧按照原有的运营理念进行运作 这样既能使得企业在避免重组的基础上 能够快速持续运营状态 也能简化伯克希尔的收购程序 而芒格与巴菲特只需要在得到利润之后 将资金进行最优分配即可 可谓一举多得 当谈到伯克希尔的投资作风之时 芒格表示 对于收购来的业务什么都不参与 实际上是我和沃伦对其做出的最大贡献 简单来说 没有比原班人马更熟悉一家公司的人了 在伯克希尔收购他之前 他并不认识我们 即便成为了子公司 我们也没有必要介入他的生活 这其实像极了造飞机 伯克希尔负责出资 设计师负责建造 而驾驶员负责开飞机 在这个过程中 专业人做专业事 设计师不一定要会开飞机 而伯克希尔只需要出钱就可以了 我们并不想干扰那些能力卓越的优秀经理人 特别是有性格的人 他们也一定不喜欢被打扰 伯克希尔的子公司里存在诸多优秀的经理人 我很庆幸多年来能够与他们一起共事 如果这些全部都有我们自己管理的话 相信一定会出现诸多糟糕的情况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纳什曾写过一篇名为 一家特许不动产和大型事故城堡公司的文章 描述的便是伯尔西尔的收购作风 文中写道 查理与沃伦 善于给原有的管理班子 绝对的发展空间 让他们能够不受干扰地专注自己的事情 但他们贡献还不止于此 他们创造出了一种行业内最好的业务运作环境 这种环境能够在不需要无休止的会议 和大陆文件资料的情况下 做出诸多明智评估 关注赔偿 资本介入的工作 以及创造一些其他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 这些方法绝对应当引起商界的更多关注 伯克希尔自身的运营方式 在业内也是独树一帜 它的总部不大 没有一些繁杂的部门 工作人员也不多 公司内部的办公经费 只占到了多数户主基金的0.4% 芒格与巴菲特的开销经费也在尽可能的降低 芒格曾这样说过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家企业与我们的规模相仿 而成本经费却如我们这般低 独特是会上瘾的 因此 我们很难在喜欢这种运营方式的基础上而去 改变什么 芒格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其实 沃伦曾想过买一栋新的办公楼 现在的办公楼不算豪华 但这个决定一直纠结了三个月 都没有得出结论 他认为让员工们来到豪华的地方办公会 产生一些不好的想法 最终 我们还是留在了朴素的老地方 但对于伯克西尔的运营模式 芒格曾做过这样的警告 任何企业都有自己的运营模式 那一定是最适合自己的 因为总是非常正确 但伯克西尔的运营模式 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公司 伯克西尔的股权十分分散 甚至到了全面退位的程度了 我相信这并非适合所有企业 多年来 股票市场都存在一些拥有强劲实力的股票 伯克西尔便是其中之一 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伯克西尔只有五年的指标在标准普尔之下 而它的账面价值从未下降过 有人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 如果把两份同等数额的资产 同时投向伯克西尔和标准普尔 那么多年之后 这笔资产在前者的价值 要比后者大约高出七倍 得益于伯克西尔自身的实力 股东们的忠诚度便非常之高 很多人祖孙三四代都选择与巴菲特一同投资 他们深知伯克西尔的价值 当别人表示他的股价太高时 股东们则会说 没错 他还会升得更高 其实想要赚钱 方法有很多 买到一只好股票 然后长期持有 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随着伯克西尔旗下的控股公司越来越多 每年参与股东大会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最初时候 伯克西尔的股东大会上 其实没有多少人 1985年的时候 仅有大约250个人 而15年之后 人数达到了1万1000人 而这些人里 总会聚集一些在全球商界都响当当的人物 当这上万号人在会场中坐下之后 简单的商业会议便开始了 而5、6分钟之后 会议便结束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便是股东提问时间 芒格和巴菲特会用5、6个小时的时间 去回答股东们提出的各类问题 实际上 伯克西尔的股东大会 就是一场用一句话说完 公司接下来的动向 然后替所有股东解决问题的问答大会 当然 伯克西尔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 芒格表示 随着时间的流逝 伯克西尔的股东们年纪越来越大 他们开始将自己的股份分给自己的后辈 于是 伯克西尔的股东 便呈现出了难以控制的增长趋势 对此 伯克西尔并没有进行命令管制 但芒格却给出了一个惊为天人的建议 希望大家把自己的未婚子女和孙子孙女 都带到股东大会上来 然后让他们互相结识 如果大家能够从内部结为亲家 那么伯克西尔的股东便不会再无限增长了 芒格总能在不同场合展示他独到的幽默 Chapter 5 投资是数字游戏 一美元的面包与一百万美元的赤资 同样值得思考 存在即合理 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价值 不过是价值大小存在差别罢了 有人说一美元的面包价值有限 而一百万美元的赤资才值得关注 在芒格看来 二者没有什么不一样 或许这一美元的面包能够拯救一个人的生命 其创造的价值是多少财富都无法衡量的 投资是一场数字游戏 关键在于 你能否在这些表面数字之下 看到投资项目的真正价值 在观察一个投资项目时 投资者首先要明确地辨识 该项目是否存在成长性 这代表着项目今后是否存在发展潜力 而只有成长性旺盛的项目 才具备足够大的价值 很多时候 我们面对投资项目的价值 往往缺乏一个价值标准 于是你需要掌握把价值量化的能力 这种量化不仅仅是转换为数字而已 如果你得到的仍旧是一美元的面包 请不要为此而气馁 看问题的角度四通八达 或许换一个思路便会柳暗花明 新的价值体现便会展现出来 很多投资者表示 那些金字塔的顶端往往是遥不可及的 但请相信 没有人是生来的成功者 只要你是玩好这场游戏 行进再攀向金字塔顶端 道路上的人就都有潜力等顶 一 芒格 你需要量化价值 但不要再做价值投资者了 2018年5月5日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 迎来巴菲特股东大会 芒格在会场就量化评估要购买公司的价值 做出了一番讲话 由股东提出 查理 你做投资决策的基础 大多是寻求一些小股本的公司 不妨讲述一下这些公司的亮点吧 我们清楚这些公司出现打折扣的时候 往往是你决定买入的时刻 不知你会用怎样的方式去确定它的价值 你一直在强调量化价值的概念 这其中有什么公式可循吗 芒格 这是一个不错的问题 但我却没有公式可以告诉你 我在评估价值的时候 也没有用过任何公式 不过是将诸多元素混合起来 然后去寻找价格以及价值当中的缺口罢了 倘若一系列分析下来 我认为这个投资项目并不合适 那么我就会转身离开了 股东 怎样的情况属于不合适呢 芒格 这么说吧 如果我遇到了一家企业 它声称自己的市值能够卖到十几倍 那么就可以归到不合理的阵营 你想一下 既然它能做到这么好 股价又为什么这么低呢 当然 我对于比较便宜的房地产项目 还是存在很大兴趣的 即便它的卖价达到了账面的三倍 它以后也会挣钱的 所以这中间是没有计算公式的 只有研究所会给你列出无数的计算公式 如果你有兴趣 就去那里上课吧 因为伯克希尔的投资方式 看上去与价值投资非常契合 所以很多人认为巴菲特是一位价值投资者 但在芒格看来 与其说巴菲特是价值投资者 倒不如说他是质量投资者 实际上 价值投资的做法并没有那么明智 因为这会受价格的影响 芒格如此说道 之所以开展投资活动 是因为这个项目值得投资 它的质量是好的 在最初时候 巴菲特受老师格雷厄姆的影响 奉行价值投资 但更多情况下 是倾向于选择廉价股 而遇到芒格之后 巴菲特的注意力逐渐从价值转向了质量 袜子与股票的单词写法很相近 不管我要买袜子还是买股票 我一般都会选择高质量的袜子 和打折之后的股票 这是巴菲特在给股东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 芒格表示 巴菲特更加喜欢低风险与高质量的股票 而价值在他心中则开始往后排 尽管在之前的投资活动中 巴菲特很容易被归纳到价值投资的阵营 但他的投资风格无疑是属于质量投资的 价值股在英文当中只有廉价股票的含义 而与质量并无关系 这与芒格的关注点相背离 作为投资者 一定更乐意花费合理的价格购买一家很棒的公司 由此看来 芒格所提倡的质量投资 才是最合理的投资手段 但是尽管质量投资很好理解 成功者却仍旧寥寥无几 对此 芒格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 质量一词作用于评定项目价值 实则并不容易界定 在分析的基础上 或许我们能够得出众多与质量相关的因素 管理指标 会计等方面 却无法确保他们都能带来投资回报 很多时候 我们面对股价 很难联想到公司的管理层与净利润 但实际上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忽视的 能够作为参考的高质量指标 有高毛利 高资金周转率 高毛利润率 低运营杠杆 低收益波动率等等 通过加权 可以根据这些会计指标 得出相应的企业质量指数 二 所谓质量投资 可以同比成那些成长型公司 但需要明确的是 成长型公司与价值型公司往往是对立的 在股价的长期表现方面 价值型公司的表现会更胜一筹 于是 投资者的目光 更多情况下 会向价值型公司倾斜 甚至不惜避开成长型公司 就此与质量投资擦肩而过 三 传统风险理论仍旧存在很大的影响力 因此 低质量企业仍然是广大投资者的投资对象 投资者们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心态 高质量的企业风险小 而风险小便意味着今后的投资回报不大 当然 高质量企业同样存在没有高回报的可能 但大多是由于投资者的错误定价 或是不是以行为所造成的 再者 在大多数投资者心中 高质量企业的高毛利优势 往往会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逐渐削弱 但实际上 高质量企业维持高毛利优势的时间 通常要比预想中要长久 其实 如果投资者能够认真分析一下股票数据 便可以发现 高质量企业的投资回报是高于低质量公司的 并且还是一个稳定而持续的过程 每当遭遇经济衰退 高质量企业的表现 也要比低质量企业要好得多 四 站在利润率的层面上 当投资者面对低利润和高利润的时候 多数人更愿意选择前者 因为这意味着可以付出更少的资金 他们普遍的心理是 在这些公司还为出人头地知识买入手中 然后通过自己的管理使其登上强者的金字塔 而对一些已经成功的公司开展投资活动 就似乎太晚了 投资是一场讲究天势地利人和的全面战争 投资者作为发号施令的将军 须有掌握全局的觉悟与能力 抵走一步 我必看到三步之外 唯有站在长远的高地上 才有力量赢得最后的胜利 很多人不明白长远应该怎样判定 投资活动虽然不容易 但也是有原则可循的 所有的投资项目都是一个产品 只有质量过硬的产品才能斩获消费者的心 才能在物竞天择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成功并不只属于金字塔顶端的人 爬上金字塔的人都有潜力 世界上的成功者似乎总是少数 而普通人占据了绝大多数 应用到投资领域 每几个人能够被称之为投资大佬 芒格对于投资难曾提出这样的观点 那些令人惊叹的投资记录却是非常少见 但少并不意味着没有 这样的成就并不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的专利 他属于所有在路上的投资者 在我看来 世界上30%到40%的人都有这个能力 成功不是与生俱来的 每一位成功者都曾经是一位平凡的普通人 芒格也不例外 我小时候家庭经济状况不算坏 但十几岁的我还是利用周末的时间去打工赚钱 那时候我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 没有一刻停下来的时候 能赚到的报酬却只有2美元 我很平凡 甚至比其他同龄孩子要普通得多 20世纪30年代 芒格10岁出头 他在相隔几个街区的地方找到了一家杂货店 利用周六的时间再次打工 这是巴菲特的爷爷开的店 当时芒格与巴菲特并不相识 回忆起这段打工岁月 芒格感叹道 那份工作很辛苦 工作时间很长 报酬却少得可怜 一天下来都要勤勤恳恳 不得出现半点差错 杂货店的面积很大 货架也架得很高 木楼梯踩上去总是滋滋作响 雕善固傲地挂在屋顶 衬托着几根支撑房屋骨架的木头柱子 巴菲特的爷爷一直坐在店里 监督着员工们的一举一动 店里有几架可移动的楼梯 专门用来拿取置于货架顶端的罐头 一天下来 芒格需要与其他店员们礼货 清理展示箱 打扫卫生 以及外出送货 走出店门的时候 月亮与星星早就挂在夜空里了 巴菲特的爷爷非常严厉 政治观点也非常强硬 他把工作时间定为12个小时 报酬定为2美元 当时 美国刚实行社会保障条例不久 巴菲特的爷爷便要求每个员工 需要拿出二便士 用以支付自己的社会保障金 于是 每周六 芒格都会拿着二便士来换取2美元的报酬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一步传奇 对于之后的人生 芒格轻描淡写地说了一番话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也许平静的生活会突然间泛起波澜 不管是海啸还是战争 总之 那是变化莫测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明天的你会去做什么 直到你认为自己的人生就此稳定下来 20世纪40年代 芒格来到密歇根大学主修数学专业 在大学中 芒格迷上了物理学 将其奉为思考的源泉所在 他也对科学表现出了兴趣 并认为科学研究的方法 在本领域之外也非常有用 芒格在大学中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平静时光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越烧越旺时 美国的年轻人再也安逸不下去了 因为战争需要 大量年轻人开始退学入伍 芒格也成为了其中一员 入伍之后 芒格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士兵 这令他不时担忧自己的未来 明天我会走上怎样的路途 还是会成为战火消音的牺牲品 没有人知道答案 当时的条件非常恶劣 帐篷外面是冰天雪地 我和一些应征入伍的年轻人挤在帐篷里取暖 我们经常聊天 谈起了自己的理想 记得有人感叹道 希望能和一个人相伴一生 生上一堆孩子 住上一所大房子 然后拥有富足 自由的生活 这是大多数人的共同理想 但踏出帐篷的那一刻 未来就开始模糊了 幸运的是 芒格所担任的工作是非战争性的 所以他逃过了化为战火牺牲品的命运 在这段时光里 芒格学会了打牌 毫无疑问 这项娱乐活动锻炼了我的经商技巧 形势不利要懂得认输 机会出现就要紧紧抓住 结束了军旅生涯之后的芒格 进入了加利福尼亚里工学院 认识了三位不错的室友 在这里 芒格还认识了生命中一位重要的女人 她的第一任妻子南希哈金斯 年轻人的恋爱总是浪漫而飘渺的 尤其量是战争之中的爱情 当时的芒格21岁 南希才19岁 两人不顾一切的结婚了 和众多美国战后夫妻一样 开始寻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并且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直到多年以后 两人才认识到这场婚姻实际上是一场错误 一年之后 芒格申请了哈佛法学院的入学资格 为之后的法律工作提前打基础 后来 芒格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 而她和妻子只能住在拥挤的学生宿舍里 婴儿床很小 与浴缸的尺寸相似 于是芒格便把婴儿床放在浴缸里以节省空间 1948年 芒格从法学院毕业 一年之后 芒格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开业律师的资格 并且加入了加勒特和洛杉矶赖特事务所 当时 芒格的月薪是275美元 对她来说这是一个较为可观的数字 并且逐渐有了1500美元的积蓄 逃过了经济大萧条的年代 过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蚀 这样的人生可称得上是幸运 但幸运也是会被用完的 在接下来的生活中 芒格与妻子离异 9岁儿子死于白血病 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之后 芒格与前妻分别再婚 彼此过上了几年平静的生活 1961年 芒格37岁 身为律师的他涉足了房地产投资行业 自此开始了他的投资生涯 并且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越走越辉煌 但值得明确的是 37岁之前 他与投资界实则没有直接关系 成功也许站得比较远 但你终归会看到的 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 只要迈出一步 登上金字塔顶端的距离就会相应少一步 芒格这样看待自己涉足 投资业之前的人生 我不认为我之前的经历 与自己的投资事业毫无关系 相反 他们或许是在为我今天的事业铺路 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认为自己还未开始逐梦 实际上 或许我们早已走在追梦的路上了 自11岁起 芒格便攀爬在金字塔的阶梯上了 那个20世纪30年代的杂货铺 成为了芒格踏入职场社会的一个实习基地 高强度 高是长的工作环境 使得芒格形成了一个理想的从商入门标准 一定要去寻找更轻松的职业 此后 芒格每当发掘某行业的劣势 便会显得异常兴奋 大学中对于数学 物理学 科学的研究拓宽了芒格的视野 塑造了他多元化的思想 不仅培养了他对于数字的敏感程度 还赋予了他高瞻远瞩的投资思想 从军的生涯是艰苦而难忘的 但这磨练了芒格的毅力与判断力 婚姻与家庭虽然出现在芒格的青年时代 但仍教会了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与担当 之后 芒格也把这项品质应用到了投资活动当中 律师的工作经历 为今后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法律力量 这些看似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经历 却在一点一点的为芒格的投资生涯铺平了道路 在涉足投资活动之前 芒格本人或许也意料不到吧 当然 成为一名投资者之后 芒格仍旧处在金字塔的阶梯之上 距离顶端仍然存在一定的距离 前期的房地产投资只是兼职是水 当他正式走上这条路之后 也经历了诸多磨难 先是经济环境大衰退 使得芒格的事业遭到了大亏损 好不容易扛了下来 恢复元气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好在芒格坚持下来了 他把多年来学到的 正在学的东西全部集中起来 就此成就了自己的成功 任何一位成功者都曾非常平凡 他们和万千普通人一样 都有过平淡而普通的人生 他们曾与众多追梦的人一样 攀爬在金字塔的阶梯之上 他们没什么不一样 或许只是爬得比较快 或许只是从来没有放慢脚步 每一位普通人都能书写不平凡的人生 请一定要为自己鼓足信心 就像芒格说的 成功者或许不会多 但一定会有 每一个攀爬在金字塔阶梯上的人 都有潜力登顶 三优秀的品性比聪明更重要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芒格的父亲在一座 与世隔绝的小岛上 购买了一栋房子 小岛名为星岛 在这之前 芒格一家在这个岛上租房子住 最初这里没有电 厕所 没有商店 也没有电话 虽然条件很艰苦 但是芒格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 东成名就之后 芒格带着家人移居到了星岛上 他在自己的金融帝国中退居幕后 只要不是紧急情况 他仅靠一部电话便可以遥控整个金融帝国 晚年在星岛的生活是安逸祥和的 芒格在这里每天与自己的儿孙们吊吊鱼 晒晒太阳 以大家三十多口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 通常情况下 没有什么大事能够打扰到芒格在星岛的时光 但1991年的那个夏天 却让人躁动不安起来 这一天是1991年8月8日 天气炎热得很 芒格正与全家人一起吃晚饭 电话铃声却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芒格像往常一样轻松地接通电话 但他接下来的反应却说明了这通电话的分量 要出大事了 而且还是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 芒格没有在孩子们面前表现出异样的神情 但他明显一直沉浸在那通电话当中 我们能感觉到出大事了 因为第一次看到他在星岛穿上西装 芒格的女儿温迪说道 几小时后 一是晚上十点半 在一家嘈杂的餐厅里 巴菲特正与所罗门的总裁师特劳斯共进晚餐 而就在这家餐厅的电话亭里 巴菲特也接到了这通电话 索罗门涉嫌违法压空中期股库券 价值达到了122亿美元 而伯克希尔正是索罗门的持股企业 芒格与巴菲特也是索罗门的董事会成员 此次事件将成为伯克希尔最痛苦 且最广为人知的大麻烦 1910年 索罗门成立 之后便以飞快的速度成长为了美国最大 盈利最高的经济性 巴菲特投资索罗门之前 后者还为伯克希尔提供过经济和投资银行的服务 1987年 路华农主席罗纳德·佩雷尔曼 意欲恶意收购索罗门 索罗门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古特弗罗因德 向巴菲特求救 希望伯克希尔能够抢在路华农之前 十股索罗门 在芒格与巴菲特的协力下 交易很快就达成了 伯克希尔首持索罗门12%的股份 成为了后者最大的股东 二人也由此进入索罗门的董事会 芒格与巴菲特对古特弗罗因德的评价非常高 这或许是志趣相投的原因 出事之后 芒格还感叹道 我和沃伦在头一天晚上 无论如何都没有想过约翰会垮台 就在伯克希尔持股索罗门的那一年 古特弗罗因德为了应对交易损失而重组公司 当时他裁员800人 芒格对此印象深刻 与此同时 古特弗罗因德还拒绝了200万美元的奖金 次年 索罗门的利润下滑 为了更好的支撑公司 古特弗罗因德身先是足 自降50万美元薪水 此后他的薪水变成了350万美元 由此看来 这是一位非常负责任 有担当的首席执行官 但事与愿违 古特弗罗因德也确实犯了一个大错误 索罗门深陷法律案件的罪魁祸首 是一位名叫保罗莫泽尔的员工 他在1990到1991年间 曾不止一次地进行非法交易 为了保全自己 莫泽尔开始寻求庇护 于1991年4月 便向副主席约翰·梅利维瑟 透露了一些内幕 梅利维瑟为了推卸责任 便把这一消息 告诉了古特弗罗因德和施特劳斯 但是二人的反应 却彻底把索罗门推下了深渊 古特弗罗因德一方面担心索罗门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为这位优秀的员工而惋惜 他希望自己可以挽救他 于是 古特弗罗因德便与法律顾问进行了一番会谈 约翰先生 请立即向联邦政府报告吧 但是古特弗罗因德犹豫了 他没有立即采取行动 也没有向董事会声张 直到四个月之后暴露在联邦法院面前 于是 索罗门便又背上了高层知情不报的恶劣罪行 他不该犹豫的 芒格惋惜地说 如果法律顾问在当时可以对他说 若是你不上报 你就会一并沦为罪人 就会被妻子孩子所唾弃 也会丢了名声与饭碗 或许约翰会开除保罗莫泽尔吧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恐怕他自己的饭碗都保不住了 芒格在为索罗门痛心的同时 更对古特弗洛因德的做法极为失望 在索罗门 古特弗洛因德是一位雷厉风行的管理者 正是因为他的管理 索罗门才能备受赞誉而扶摇之上 他对所有的信员工说 每天都要做好打败一头熊的准备 但在此次事件中 古特弗洛因德犹豫了 那些优秀的品性哪里去了 包币怎么能成为明智的做法呢 当古特弗洛因德选择隐瞒的那一刻起 便意味着他在董事会面前的信誉荡然无存了 芒格沉沉地说 8月17日 芒格飞到纽约与巴菲特碰面 二人当即与索罗门的高层展开了会议 会议持续到了晚上11点 终于理顺了整个事件的全部过程 芒格 要想得到谅解 就必须把真相展示出来 别人只有在明确真相的基础上 才能生出同情与理解 巴菲特 说实话我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芒格 这便动身去华盛顿吧 于是 芒格与巴菲特在第一时间公布了真相 避开了被起诉的命运 随后 芒格马不停蹄地重塑所罗门管理层 芒格坚持 所有大众对所罗门事件有着充足的知情权 对于犯错的下属高管 他也绝不会包庇 目前所有的活动 仅仅只是为了还公众一个公道 与此同时 他也在不遗余力地为公司的员工打气 鼓励他们撑过这段艰难时光 他表示 一个失信于人的人是无法再度令人相信的 一代管理层的失信也一样 我们不会再相信你们了 古特弗洛英德没有及时向董事会秉明真相 这种行为不可原谅 1991年8月18日 首席执行官古特弗洛英德与总裁施特劳斯双双辞职 所罗门也在政府的明令之下禁止交易活动 激进关门大吉 并被迫制定了备用破产计划 罪魁祸首保罗莫泽尔也被停职 并判处四个月的狱中监禁 路易斯辛普森是所罗门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席 当谈到最终结果时 他表示 结果的成效还是不错的 所有明确真相的股东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这比预想中的要好太多了 能够在切身相关的利益崩坏当中坚守正义 这对于身在商界中的领导者来说并不容易 经所罗门一案 芒格与巴菲特便在商界建立起了正义的稳固形象 这也彰显出了二人的处事原则 即便你是公司的高层人物 就算地位再怎么稳固 也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失了正义 回过头来看索罗门事件 芒格感慨良多 错误永远是藏不住的 作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 一旦面对严峻问题 一定要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反应 索罗门是一个警钟 任何领域都存在固有的文化 投资银行领域也是一样 在今后的商业活动中 我和沃伦也不会停止对该行业文化的批评与引导 那真是一段少有的忙碌的日子 并且忙的也不是投资活动 有些人的确很优秀 我承认他们拥有可以飞速运转的大脑 但仅仅是聪明往往不会赢得世人的认可 使人信服的力量从来都不是聪明 总有一些事情非做不可 即便要开除一些最不至此的人 虽然商界讲究的是利益至上 但诚信与正义是任何领域都不可或缺的因素 它甚至决定着一个企业 一个产业的寿命与未来 如果你拥有一个聪明的头脑 那确实值得高兴 但无论如何 都请秉承优秀的品性 自从伯克希尔把投资对象的标准 定为优质企业之后 买入之后的运营管理便大有一劳永逸之势 因为企业本身存在强大的生命力 所以在后期的发展中也无需介入过多的管理 因此 期间的商业决策也会少之又少 同时也展现出了投资者独特的投资心态 在投资活动中 不为采取行动而行动的投资方式 才是成功投资的最高境界 伯克希尔在芒格的受益之下收购了蓝筹印花 芒格看得有些圆 以至于忽略了它短期内的发展状态 这或许是芒格有意为之 可以明确的是 蓝筹印花在被收购的最初阶段 并没有给伯克希尔带来投资回报的惊喜 芒格在给股东的信中说道 在我们收购蓝筹印花之前 印花业务已经在走下破路了 20世纪70年代 蓝筹印花的主营业务只有买卖印花 营业利润早已大不如前 自从我管理蓝筹印花之后 印花业务的销售额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从即胜时期的1.2亿美元 一落千丈为10万美元 可见我的管理是极其失败的 不过 好在蓝筹印花也在经营其他业务 伯克希尔对外的投资活动 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蓝筹印花的名义开展的 在这方面 蓝筹印花的表现还是比较优秀的 但仅对于印花业务来说 整个美国市场都已进入衰退期 大型印花公司于国内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我们都没有想到 这个兵力 倒闭的印花企业竟能掀起如此高的浪潮 即收购喜事糖果 布法罗新闻 维克斯金融之后 蓝筹印花又开展了诸多收购业务活动 且都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于是 伯克希尔顿时裁员滚滚 财富如同发疯一般涌了过来 1972年 蓝筹印花负债资产表上的净值 约为4600万美元 十年之后 则增长到了16900万美元 期间的增长率高达267% 股东的投资回报也达到了15% 蓝筹印花的价值 已经远远超出了被收购支出的水平 印花是一项踏着历史的脚步而来的业务 在一些泛黄的输液夹缝里 一些陈旧的封城的箱子里 都还遗留着印花的身影 如今 蓝筹印花依然存在 20世纪60年代之初的印花 仍旧可以拿来兑换 其所提供的价值仍旧于几十年前一样 因为相信还有一些未被兑换的印花存在 芒格与巴菲特打算一直把蓝筹印花开下去 这曾经是一项日落西山的产业 但芒格与巴菲特的参与却让他再度风生水起 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再度回想起这次收购活动时 芒格最深刻的印象 便是当时花费了三千多万美元 却换来了如今几十亿的财富 从20世纪70年代收购蓝筹印花开始 针对其所开展的投资活动数不胜数 但是相关的重大商业决定却鲜有存在 很多时候 三年都有不了一次 这说明我们根本不用去劳心费神为其谋划 这也是聪明的投资者的独特优势 我们从不会为了采取行动而行动 因此就不会只关注自己的利益 这时候 果断与耐心便会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 在投资领域很难做到不为采取行动而行动 因为所有的投资活动都存在一定的目的 但是 如果投资者和企业登上了一定的高度 很多投资活动便会显得理所当然起来 对于投资活动的发展趋势 也会如同探囊取物一般 随心掌控 若是达到这个境界 即便投资者不为企业提供相应的投资决策 企业本身也能做出迅速而准确的选择 而达到这样的境界需要相应的主角配合 聪明的投资者和优质的企业 5.比起被动 机会更喜欢主动 投资也是一样 芒格将投资者画出了不同的类型 其中包括主动投资者和被动投资者 前者多采取集中投资法 后者多开展分散投资 芒格虽然不会把所有的鸡蛋 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 但他并不提倡过于分散的投资 他更喜欢找三家不错的优质企业 投入资金之后坐等投资回报 当然被动投资者并不绝对逊色于主动投资者 如果被动投资者能够充分发挥出分散投资的价值 那么其成功路上的绊脚石便只有一个 即一旦股价出现下跌情况 被动投资者极易在情绪的影响下 将手中的股票抛售出去 就此与投资收益无缘 而作为一位主动投资者 其脚下的绊脚石却有两个 其一是做出与被动投资者相同的情绪化反应 其二是当持有资产出现劣势时 通常只会持续三年 很多投资者等不了多长时间 便会做出抛售的行为 即便是主动投资者得到了相应的投资收益 他们也仍旧会掉到第二条的陷阱当中 第一条或许是所有投资者的通病 但第二条错误只有主动投资者才会犯 这样看来 似乎被动投资更加容易成功 但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大错特错的 被动投资者之所以只会出现一个绊脚石 是存在前提条件的 投资者在分散投资领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但嫌有人能够做到 这才是被动投资的难点所在 但芒格表示 主动投资者是可以根据提升某些能力和特制 来达到升级目的的 这也是主动投资者能够长期取胜的关键 一 成功的主动投资人抱的都是长期持有的观念 长期持有不仅代表着企业的发展潜力 还体现着投资者的远见能力 当然这个长期持有的观点必须保证正确 世界上有一个非常无奈却又普遍的真理 所有的道理懂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却很难 所有投资者都明确长期投资的价值 却嫌有几个人能够做到 人类进化史的发展 使得我们的祖先更加关注当下的事情 对于将来我们无法预测 也无法插手 这种思想流传下来 也作用在了我们的身上 物竞天择 和适者生存 能够及时发现危险的信号 并迅速做出反应的人 才能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 那些危险信号可能只是风吹树叶的声音 也可能并不致命 但也极有可能是天敌发出来的 只有提前防范 才能有所规避 人类的大脑仍旧习惯思考当下的事情 于是在投资方面的长期观念便会被血藏起来 一切基于短期信息所做出的判断 不是所谓的预测模式 而是一种危机反应模式 短期预测是顺应人性的思考方式 与之对应的 成功的主动投资者 会站在长期观念的角度上思考问题 由此便会展现出逆人性的特点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当别人兴奋 恐慌 沉浸在繁荣当中时 主动投资者却能偏安易于不作为 当股票市场被短期信息所影响而陷入混乱时 主动投资者没有半点情绪波动 不管市场如何运作 都只坚持自身一贯的行为方式 二 比起结果 成功的主动投资者更加注重过程 所有的过往业绩 无论多么优秀 都不能代表未来收益 但是 即便这句话被白纸黑字的标注在合同当中 投资者与他的客户们也还是时若无睹 他的投资业绩如何 成为投资者们最关心的问题 虽然这是一个毫无用处的问题 而主动投资者普遍会问的一个问题是 他在做投资决策时 整个过程是怎样的 结果固然重要 但处理事情的过程 才是了解一个人的关键所在 根据一个人的处事方式 你可以对这个人的能力和品性 形成一个直观的了解 而那些基于结果之上的信息皆属于短期表现 且存在一定的误导性 三 成功的主动投资者并不相信预测 当大量市场结果摆在我们面前时 之前所谓的预测趋势皆表现为不靠谱 尽管我们看到了预测的失败 可在迫切希望得知将来动向的驱使下 还是义无反顾地再度相信他 然后毫无悬念地目睹他的失败 可怕的是 这是一个令人不厌其烦且周而复始的过程 四 成功的主动投资者 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精神力量 激发自身的耐心与坚持 一个人处事哲学的流露不在其语言 而在其行为 主动投资者会对外界事物的影响 或是他人的言行 形成一定的隔离屏障 并且能够完全掌控自己的情绪 有了这种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 主动投资者的耐心与坚持 便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投资活动的 强硬盾牌 但凡伟大的投资者都具备这一品质 芒格自是不必多说 虽然他们的投资方法有所迥异 但是都能自成一家 且在投资界皆释放出了独特的光辉 5.概率和运气 成功的主动投资者更青睐前者 对此 芒格曾说过 你要相信概率 而不是相信运气 任何事情都存在一定的概率性 作为数字游戏的投资更是无可避免 需要注意的是 概率并不等于可能性 任何可能都可以拿来许愿 但它们发生的可能性往往很低 就像你认为自己买彩票可能会中大奖一样 遗憾的是 多数投资者们更加喜欢关注可能性 倘若有概率之外的信息出现 它们一定会被完全吸引 尽管这些信息毫无价值 6.纪律性是成功的主动投资者的标配 军人是最有纪律性的群体 而其他人却很难做到 但有些投资者却认为自己拥有纪律性 这主要体现在市场与之站在同一边的时候 而当市场与之对立 大多数投资者便会选择放弃 拥有纪律性之所以会很难 是因为其余我们的判断息息相关 当判断与事情的发展保持一致时 纪律性便会自然而然地站在我们这边 相反 纪律性便会与我们对立 投资者很容易被卷到风口浪尖之上 当自己做出投资决策时 周围的所有事情 所有人似乎都会站到你的对立面 他们 他们 冲你呐喊你错了停下来 这些质疑与对立蚕食着你的精神 逐步瓦解着你的纪律性 稍一松懈便会万劫不复 芒格有着自己的投资理念 其理念非常独特 以至于多数人看不懂 但他从来不在乎他人的看法 他通过自己的纪律性而自成一派 并且完全秉承自己的纪律性 很多人选择去模仿芒格 但鲜有人能复制他的成功 纪律性是坚定投资决策的先决条件 没有这一条 其他条件都将土崩瓦解 成为一名成功的主动投资者并不容易 但总有人能够登上高峰 不努力一下怎么知道你不是其中一员呢 六卓越的投资者和更好的经营者 你总要占一样 芒格在踏入房地产投资领域之时 其主业是律师 每个人都会拥有多个身份 虽然身份之间的关联并不大 但是身份的叠加或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就像一位投资者 他同样也可以是一位经营者 重要的是能否担任起这两个角色 但这往往并不容易 因此 芒格表示 卓越的投资者和更好的经营者 你总要占一样 芒格的思维总是与众不同的 虽然置身投资领域 但他思考的方向 却往往出现在投资理论系统之外 在股东大会上 有股东曾询问他的投资体验 芒格这样回答道 你必须尝试去做一位卓越的投资者 这样一来 你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经营者 反之 也是一样 1962年 芒格正式进入投资领域 与律师事务所的客户兼自己的牌友 杰克惠勒共同创办了一家证券公司 最初时候 芒格致力于成为一名卓越的投资者 并为此付出了诸多努力 对于公司多余的资产 芒格的想法是继续投入到投资活动当中 那时候 芒格与巴菲特 古瑞恩虽然没有共识 但彼此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 再加上三人投资里面相仿 因此 也会出现三人同时投资同一家公司的情况 为了寻找合适的投资对象 芒格 惠勒 巴菲特频繁出入交易所 这里聚集着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 不少市场信息便是从交谈当中得来的 与此同时 他们还时刻关注报纸上的行业 市场动态 芒格的收购对象 通常是一些处在运营当中的业务 其中富有代表性的是一家汽车化工用品制造公司 芒格的收购活动存在一定的目的性 被收购的业务之间多少会存在一定的联系 因此 芒格还收购了一家汽车设备制造公司 并且买下了一位洗车厂主人的贷款 芒格说 这很容易理解 我既可以连接不同的行业 还能使得业务之间相互推进 这期间 我们共享了很多精力 有积极的 当然也有消极的 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坏事 有一次 古瑞恩在报纸上发现了一家公司的出售信息 并将其递给了芒格 芒格历史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这是一家非常神奇的公司 主营业务是生产 一种能够修补汽车发动机漏缝的物质 他们的营销方式很直接 把车开到汽修厂 然后将所有技师聚集起来 用电钻在发动机上钻一个大洞 随后把自己的产品倒进散热器 并把大洞堵上 一倒一堵便完成了整个修补过程 显然也带来了良好的市场效果 该产品以迅雷不及掩耳知识闯进了市场 公司也因此赚取了大笔财富 按道理来说 这样新兴又热门的公司 应当走上逐渐发展壮大的道路 却为何沦落到登报出售呢 最直接的原因是控股股东去世了 但其中的原委却非常复杂 据说 该公司的老板是一位医生 因为大量服用制饮药物而死于非命 他生前向妻子的各位姑姑借钱投资了这家公司 每位姑姑手里都有一张8万美元的借据 公司仅有的资产编制剩下了股票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这位老板在遗嘱中将工厂留给了妻子 却让自己的情妇去担任遗嘱的执行人 双方本来就处于敌对层面 这样一来更是加剧了矛盾 姑姑们作为债权人 从未收到过任何利息 而眼下还款之日却遥遥无期 了解该公司的情况之后 芒格开始与古瑞安商议收购事宜 我想我们应该先把那两张8万美元的账单买下来 古瑞安明白芒格的意思 把自己变成债权人 一来可以获得该公司的所有权 二来也可以帮助债务人摆脱 目前无法得到偿还的困境 因为存在上述所说的特殊原因 作为收购方的芒格若是出价低于其账命价值 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 但芒格并没有那么做 他不愿意趁火打劫 古瑞安解释道 接下来便是羽衣主执行人 也就是适者的情妇商讨了 实际上芒格并不善于同女人交谈 他邀请对方在加州俱乐部共进午餐 当这位情妇出现在芒格面前时 芒格顿时便震惊了 只见对方染着一头火红的头发 却戴着绿色的隐形眼镜 这令芒格有些慌张 但这顿饭仍就是要吃的 事情全部谈妥之后 芒格与古瑞安得到了公司50%的股份 另一半则在管理层手中 当时芒格与古瑞安 曾立过一个不成文的协定 若是任何一方想要退出 那么另一方可以买下他的股份 一段时间之后 古瑞安遇到了一些紧急事件 急需一笔钱财周转 于是他想到了退出折线 古瑞安研究了一番财务报表 对自己手中的股份 做出了20万美元的估价 实际上他刚好需要20万美元 他把自己的想法同芒格道出 芒格却摇摇头说道 不 你算得并不准确 古瑞安愣了一下 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 他对自己说 看来我高估了这部分股份 这时候芒格却接着说道 你那分之30万美元 说着便写好了支票给他 古瑞安非常感动 当时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当然也给了查理一次嘲笑 我很笨的机会 20世纪70年代中期 芒格全面收购了汽车用品业务 而他们在之后便成为了伯克西尔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 芒格已经成为了一个卓越的投资者 他有远见 有魄力 也有正义感 与此同时 他也在努力去做一个更好的经营者 而投资者的荣耀成为了强有力的助推力量 芒格在开展收购活动的同时 也在不断服务自己的客户 及证券公司的其他投资者 20世纪60年代 股市的发展极为不稳定 虽然股票忽上忽下 但总体趋势更倾向于下跌 到了60年代末 巴菲特为了规避风险 清算了自己的合伙企业 但芒格没有轻言放弃 他还要对所有人负责 就这样 芒格应挺了三年 1972年 证券公司终于迎来了一大笔注资 及时宇是一家名为存信基金的注册公司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 股市大活跃的时候 便出现了一种非常流行的投资项目 存信股票 这种股票的交易过程比较便捷 因为它不用在证券交易所委员会注册 但证券法规定 在证交所的手续完成之前 投资人不得提前出售股票 除非公司遭遇重大事件 于是存信股票同时存在一个局限性 即在正常的股市交易过程中 存在一段不得交易的存续期 也就是说存信股票是一种风险投资基金 但创始者过度吹捧了自己的产品 把即将上市和高额回报作为学头募集资金 扣除一系列成本和费用之后 投资者的资金会出现将近10%的缩水 也就是说存信股票赚的就是投资者这10%的利润 改公司属于封闭式的基金公司 并且已经注册过 这便意味着不可再度出售新股份 资产价值的上升 只能通过额外的投资活动来实现 过于活跃的市场扭不过大趋势的下跌 存信股票似乎也到了强弩之末 其成交价格在极短的时间内低于了净资产 在市场大环境的推进下 一同跌进了下滑的深渊 毫无疑问 存信基金正面临着错综复杂的麻烦 而芒格义无反顾地获得了他的控制权 之后 他便开展了一系列的整改计划 首先 他为存信基金起了一个新名字 新美国基金 其次 开始重租董事会 最后 将公司的投资方向改为价值取向 芒格与新的领导班子 很快便清算了前一任基金经理所留下的资产 而后由古瑞恩担任主席 芒格的投资思想贯穿了整个新美国基金 新公司在新风气的带领之下再度迎来了光明 并且在多年之后扭转了股市的局势 为此 1979年的商业周刊 发表了一篇名为股东们的天堂 新美国基金的文章 而在1973到1974年间 市场的不景气 依旧为会乐 芒格证券公司带来了不堪回首的噩梦 在这两年间 证券公司的资产不断缩水 交易价格也一落千丈 但芒格与会乐一同坚持了下来 到了1975年 证券公司的收益达到了73.2% 算是恢复了一些元气 1976年 芒格清算了公司的资产 多年之后 芒格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尘埃落定的过程实际上非常漫长 但不管怎样 结果是好的 我在证券公司赚到了300万美元 其中 200万美元来源于其他的琐碎投资 和先前的房地产项目 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段时光也是非常美好的 当时 我的手里有很多优质的证券 低价收购 即将上市的优质资产也不少 由此看来 芒格也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经营者 巴菲特曾表示 自己经营者的身份是芒格启发给他的 他和芒格正身兼投资者与经营者的身份 当然 同时做到两种身份并不容易 但要想立足投资界 投资者与经营者你总要占一样 Chapter 6 群居动物的死穴 当你抱紧金钱时 生育却在人生最大的风险中增长 人是群居动物 自身与他人的言行会形成一个互联的影响 所有的因素交织在一起 经过不断的发酵与中和 逐渐形成了一种企图支配大众的心理 这时候 投机性的概念便产生了 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奉行一种思想观念 只有握在手中的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并将其淋漓尽致地作用到了金钱的身上 因此 为了抱紧金钱 人们开始不择手段 就这样逐渐变得自私 天机 自欺欺人 而那些穷尽一生所积累起的声誉和诚信 也将在一息之间毁于一旦 这是群居动物的死穴 是查理芒格名言规避的风险 世人生活在社会当中 势必会受其影响 之所以会存在成功者 得益于他们那超脱而独立的思想 对于芒格来说 置身市场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后者 而掌控市场则需要跳出后者的范围 以平等 甚至是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对待它 这样一来 你才能成为市场的主人 群居的生活过久了 人们往往会忽视最为珍贵的东西 对芒格而言 生育与诚信永远都是最有价值的资产 而它们却会消失于眨眼之间 作为一位群居动物 要想在风云诡决的市场当中取得一席之地 规避死穴是达成目的关键一步 一 作为一个投资者在开展投资活动之前 势必都会进行一番考察和分析 那么最应该注重的是哪方面呢 格雷厄姆在投资活动中有着自己的原则 他不相信所谓的市场前景 也不屑于理会那些明确的销售额 他唯一的原则只有两个字 基础 这就像盖房一样 无论高楼多么宏伟壮观 地基永远是最重要的环节 没有地基的支撑 万丈高楼请客之间便能毁于一旦 一个企业 其所有的价值评估都来源于基础二字 即该企业的真实业务 格雷厄姆指出 作为投资人 你要明确自己的目标企业到底是做什么的 只有如此 你才能明确地了解企业的资产价值 才能对其债券或股票拿出正确的态度 这是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 无论投资规模如何 在他眼中所有的投资活动都非常宏大 如同在私人交易中购买整个公司一般谨慎 芒格与格雷厄姆的接触 擦出了独特的投资思想火花 在价值投资方面 芒格继承了格雷厄姆的投资原则 倘若芒格打算收购一家公司 他往往会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 上面密密麻麻 列满了收购活动需要回答的问题 排在前面的永远是基础二字 先把整个企业的内在价值摸清楚 然后再去分析企业的消费者 竞争者 以及创造价值的关键数字等 格雷厄姆价值投资 是一套完整的投资价值评估流程 在评估过程中 现金流量和资本收益 是众多企业家所关注的对象 但这同时又是一项充满变数的附加变量 不过对于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来说 该流程中的核心基础却是相同的 一个优秀的格雷厄姆投资者 就如同投资市场的出色侦探 在投资活动中 侦探们不厌其烦地搜集着各种线索 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当下正在发生什么 需要说明的是 格雷厄姆投资者与芒格一样 更加在意的是企业的过去与现在 至于未来 他们从来都不会开展所谓的预测活动 例如 根据预测的情况 对现金流的未来变化做出预言 因为价格势头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世界上的公司和纸千万 但芒格并不打算去评估所有公司的价值 他认为这确实没有必要 因为值得注意的公司 势必存在一个关键的特性 稳定 如果一定要去看发展前景 稳定的财务回报 必然是最具说服力的因素 如果在评估企业的过程中 需要综合技术 季度 人员流动等诸多因素 这说明企业未来现金流的发展充满变数 芒格便会将该类企业归入道南的阵营当中 转而去选择评估其他值得关注的公司 投资者只需要选择令自己感到愉悦的企业 无必奢求能够掌控所有企业 因为这些值得注意的公司的数量已经够多了 将格雷厄姆价值投资理论应用到具体投资活动 可以用投资股票来阐述 芒格认为股票与企业的基本面是不可分割的 应当把股票看作为公司的部分股权 贾森·茨维格曾在《华尔街日报》中 表明自己对股票的看法 他认为股票并不仅仅是一种电子信号和股票代码 它的价值也绝不仅限于自身的股价 它是一项权益 是真实企业的所有权权益 是一种内在价值 很多人喜欢收集棒球卡明信片 这就像收集一些纪念币一样 年代越久远 棒球卡的价值变越高 还有可能在拍卖市场拍出一个可观的价格 因此有人习惯为一些棒球卡进行估价 这原本没有问题 但很多人却将这一方式用在了股票的身上 在芒格看来 这样的投资者注定是输家 因为这样的估价方式 需要建立在情绪化 和非理性化的群体行为之上 是极为不明智的 对于建立在群体心理上所产生的短期预测 格雷厄姆投资者将其列入了难的阵营 只有简单和轻松才更容易取得成功 这才是投资的重心 因此 评估企业的时候 所谓的市场状况 订单数量 消费者忠诚度 以及货币政策等都是一些复杂而困难的因素 不应该作为投资者花费时间与精力的关注点 当然 芒格也会对当前的市场指标 或是经济形式发表自己的看法 但这并不代表他购买股票的行为 源自此类观点 也不代表他的投资活动 建立在提前预测了经济趋势之上 芒格在投资领域展示出了诸多投资原则 他对自己的所有观点都坚信不疑 在评估股票之前 芒格一定会先评估企业 但这里的评估一定是建立在企业的内在价值之上 需要了解的是企业发展的过去与现在 你没有必要根据价格试头预测经济的短期变化 这种变化来源于其自身的调节 且永远是一个充满变数的趋势 你怀里所抱紧的财富不可能永远都是你的 你眼中看到的价格试头 也不可能永远呈上升的趋势 只有认清目标的内在价值 来一场稳妥的长跑 才有可能成为投资的赢家 二 投资者还是投机者你认清自己了吗 在股市存在这样一个普遍现象 当股价低迷时 所有人都唯恐避之不及 当股价飙升时 所有人则趋之若武 人类是倾向于做蠢事的 尤其是集体做蠢事 在很多情况之下 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就像大群一同行动的驴鼠一般 即便是聪明人 也会产生愚蠢的想法和行为 这些愚蠢的行为令各类恶目产生了兴趣 在他的印象中 很多人评估股票看得永远是股价的走势 意图搭上这般短途的升值列车 然后大刀阔斧地投入资本 却对企业的经营不闻不问 这样的行为并不属于投资者 充其量只是一个投机者 投机者的身影随处可见 曾经有一位推销员 便利用了人们的投机心理 从而赚得了一大笔钱 这位推销员带着自己的助手 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小镇 这里一山傍水 有着广袤的三林 镇上的人们在森林里种了一些果树 但令他们头疼的是 森林中有一群神出鬼没的猴子 一直在暗地里偷吃树上的果子 人们非常讨厌这些猴子 却找不到处置之法 只能以驱赶的方式与猴子捉迷藏 推销员了解情况之后 开始在镇上散布消息 声称要以每只100美元的价格 购买镇上的猴子 得到消息之后 人们异常兴奋 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能够摆脱猴子的破坏 还能赚上一笔钱 因此 很多人都兴致勃勃地朝着森林进发了 前几天的成效不错 数百只猴子被抓了起来 关进了一个巨大笼子中 之后 猴子的数量开始锐减 人们的捕捉活动愈发吃力了 有11天的时间才能捉到两三只 就在这时 这位推销员表示 从今天开始 要以200美元的价格购买每只猴子 人们的捕捉活动更加卖力了 直到再难寻觅到猴子的身影 大家才停止了捕捉活动 后来 这位推销员表示他临时有事情 需要去一趟大城市 不出半个月就会带着更多的现金回来 届时若是还有猴子 他愿意以400美元的价格收购 这确实是一个诱人的价格 但是空荡荡的森林却令人们陷入了焦虑 没有猴子可抓了 这时候 留下来的推销员助理 开始与镇上的居民做起了交易 他的行为很低调 一开始是暗地里联系了几位居民 表示自己想趁老板不在的时间 去另外的地方闯荡 但又肩负看管这些猴子的人物 他对一些居民说 愿意把这些猴子 以每只300美元的价格卖给他们 等老板回来 大家就可以以400美元的价格再卖给他 这样一来就赚得了100美元的差价 这几位居民纷纷响应 但是这个消息不进而走 一息之间便传遍了整个小镇 人们纷纷找到助理 表示愿意以300美元的价格购买猴子 有人还买了好几十只 猴子很快就被居民买完了 助理就此离开 半个月过去了 几个月过去了 那位推销员和助理再也没有回来过 于是镇上的居民们花了一笔钱 受了一番泪 还要腾出地方安置那些原本在森林中的猴子 这个故事把人们的投机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 投机者的活动永远是去预测群体心理 会想方设法地去猜测大家都会怎么做 以及大家都擅长什么 而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会不自觉地随波逐流 做出只能取得平均成绩 甚至是错误判断的从众行为 事实上 投资者在猜测其他人想法的时候 整个过程就已经被打上荒谬的标签了 可怕的是这竟然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 股市中这样的势力比比皆是 这里总有一些高谈阔论的人 他们大谈股票的市场表现 又拿出过去的价格曲线 对未来的走势进行纯粹的猜测 自始至终的关注点都是股票的价格 即便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压对薄 那也不过是凑巧罢了 而一般的投资者 却也会将技巧与所谓的运气混为一谈 真正的投资者不会去管别人的想法 他唯一的关注点是企业资产的价值 所谓的市场表现 股票价格走向不过是过眼云烟 只有股票本身的价值才是值得关注的 芒格对投资者与投资者做出了一番区分 投资者会在保证本金安全的基础上 去争取尽可能多的回报 倘若无法完成以上条件的任意一项 那么便可以被归为投资者 巴菲特也曾表示 投资者关注的永远都是资产的去向 而投资者却对投资对象的动向耿耿于怀 投资者不光是一个单纯的标签 其背后其实暗含着可怕的意味 格雷厄姆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石油投资者升入了天堂 在进入天堂大门之前却被圣彼得拦了下来 原来为投资石油的人 所留出来的区域已经人满为患了 这位投资者请求向自己的前辈们说句话 话的内容是 地狱发现了石油 此话一出 立刻引起了骚动 天堂里涌出了大批炒石油的人 他们不顾一切朝着地狱奔去 片刻之间 房间便空荡荡了 圣彼得见状 表示他可以进去了 但是这位投资者却回答道 我就不进去了 我打算和他们一起走 即便是谣言 或许也掺杂着几分真实的成分 一位投资者相信了自己随口而出的谎言 不得不令人细思极恐 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眼中 所谓的投资 就是人们预测市场心理的活动 他们的目标永远都是别人的想法 这就如同一场特殊的选美比赛 裁判了面对台上的诸位美女 选举规则是要尽可能地选择其他裁判 认为漂亮的那一个 而不是选择自己认为最美的选手 所得出的结果虽然不会是最丑的 相信也不太可能是最美的 因此平均水平再度诞生了 从众行为只能取得平均业绩 如果你选择站在多数人的阵营当中 那么所能获得的收益也不过是平均水平 芒格认为 投资活动在很多时候是需要反其道而行之 逆流而上的 当然 这样的行动绝不可盲目 必须保证自己能够精确地把握 好逆向操作的时机 一群人站在一起 很容易头脑发热 有时候为了营造氛围 大家很容易便会统一思想 但这个所谓的指导思想 往往是最迎合所有人的那一个 说到底不过平平无奇 却不可思议地掌控了所有人的行动 于是才会出现随波逐流区之若物 此类的成语 少数人握住的往往才是真理 可悲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选择相信 三所有优秀的企业 都有一个固若金烫的护城河 1993年 巴菲特提出了护城河这一概念 意在形容企业的自身实力 在他与芒格看来 一家企业就如同一座城堡 所谓商场如战场 在上海当中 每时每刻都充满了枪林弹雨 在进攻别的城堡的同时 更要守住自己的城堡 因此 城堡的外部防卫便显得尤为重要 在古代 为了抵御外敌 城墙外侧一般都会挖一道护城河 这是城镇的壁垒 确保城内安全的保障 也是巴菲特与芒格指出的企业的中间力量 因此 企业的护城河便体现着城堡的价值 在分析一家企业的实力时 芒格一般会给出四个标准 一 企业的业务是否存在护城河 二 公司的成进度如何 团队管理的建设成路如何 三 公司的业务 是否能为广大消费者和投资者所理解 四 投资金额是否合理 世界上优秀的人 或物自有其故人之处 企业也是一样 这些优秀很多情况下是自发形成的 而不是被动产生的 举例来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所憧憬 想要得到的东西 然而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 若想得到需要仰头才能看到的东西 首先要做的便是让自己能够配得上它 平起平坐才有资格拥有 优秀的企业必然有其兼顾的护城河 在护城河方面 芒格提出了四项技能 一 创造护城河 在企业的发展建设中 护城河可能会自行出现 这是基于运气的层面 当然 护城河的建设更需要一些管理技巧 二 把目光投向他人建设的护城河 世界上的所有事情 只有合适的人才能办好 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做的事情 芒格表示 他并不擅长建设好一个护城河 不过他可以从别人手中购买坚固的护城河 当然 芒格手中有着一流的建设团队 即便购买的企业流失了管理人才 芒格也能凭借企业固有的护城河 与自己优秀管理团队 而令企业起死回生 三 在企业创立初期 要擦亮双眼尽快发现悄然出现的护城河 当然 这是一种凤毛铃脚般的能力 也是一个优秀的风险投资者希望做的事情 四 像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一样 把企业的护城河用专业的学术术语表述出来 芒格的这四项技能样样难得 很多人终其一生也难修的一条 世界上更有九成之人一向都不具备 自己动手建造护城河与慧眼 发现别人创造的护城河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能力 这就相当于你可以不知道汉堡的制造过程 但是你可以看到麦当劳 肯德基的护城河 芒格把护城河看作为企业最负价值的一部分 而关于护城河的来源 芒格也指出了几个途径 一 企业的品牌 每个产品都拥有自己的品牌 每个品牌都具备一定的溢价能力 在接触喜事糖果之前 芒格与巴菲特并不怎么了解其品牌价值 开展完收购活动之后 他们惊奇地发现 该公司竟然可以定期提高产品的价格 更令人吃惊的是 消费者对此竟然没有表露不满 这令芒格与巴菲特非常震惊 于是一个名为定价能力的名词就这样诞生了 芒格指出 不要低估了一个好品牌的实力 如果一个品牌强大到可以提升价格 而被消费者所理解的程度 那它的力量一定超乎你的想象 而这种品牌力量 还一度影响了巴菲特所创立的伯克希尔 哈萨维公司的投资思路 可口可乐是一个绝对富有说服力的品牌 它花费了百年的时间证明了品牌 商标的无形价值 即便是遇到强大的竞争对手 也难以被复制或被打压 就像巴菲特所说的 时至今日 即便我花费100亿美元 200亿美元 300亿美元都无法削除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 创造一个伟大的品牌绝非意识 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一些寡头垄断的大型公司当中 他们在生产与服务当中掌握着绝对的规模经济 能够最大程度上提高产量 同时降低成本 但这类公司也存在一些劣势 因为企业规模过大 管理难度较高 单靠规模经济无法支撑企业主宰市场 面对这一状况 很多企业想到了外包 希望借助外部的力量来分担自身的运营压力 这种做法 在公司的短期运营中 看起来较为明智 但是外包的结果意味着失去了供给优势 从长远利益上来看 于公司还是有害的 在规模效益的层面上 沃尔玛的做法就相对明智的多 其分销系统得到了大量资金与资源的投入 就此拥有了庞大的供应方规模经济 这些规模效益成为了它的护城河 配合高效的运营能力 为其赢得了如今的商界地位 3.需求方所形成的规模经济 这里主要指的是网络效应 一个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在于其需求度的多少 此时 需求方的规模效应便会产生 这种效应主要表现为可累计 非线性 如果要在供给方 规模效应和需求方规模效应中做出选择 最好选择后者 因为只有需求方才能为产品和服务赋予价值 即便企业如何强大 若是没有需求方 那么企业的存在也将没有意义 所谓需求方规模效应 其实一直近距离地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就拿微信来说 你微信中的亲朋好友越多 便意味着你使用微信的频率就越多 再如亚马逊 这是一家急供给方 规模效应和需求方规模效应于一身的企业 并且二者达到了互促互进的境界 随着需求方规模效应的增加 其访问量也在直线上升 就此出现了持续扩张的参考价值 另一方面 亚马逊庞大的仓库供应链 所带来的的规模效应 也成为了一项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当然 作为需求方 规模效应的网络效应 只是企业运营中的一个影响方面 它的力量需要建立在企业市场的基础之上 如果企业的市场非常狭小 其所带来的护城河力量 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威力 四 法律监管制度 在这一途径中 出现了一个名为监管护城河的概念 面对法律法规 只要企业运营得法 管理有素 便可以轻松面对监管制度 倘若监管制度极为严格 倒也为竞争者的侵入形成了一道壁垒 因此 企业的护城河 还有可能来源于相关的法律法规 五 知识产权和益营专利 这相当于一项合法合规的垄断权利 是企业一道强有力的护城河 在专利护城河中 高通公司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 该公司拥有多项专利 这意味着高通垄断了一些相应产品或服务 再加上规模宏大的需求方规模效应 就此形成了一道极具防御力的强势护城河 虽然护城河的形成存在诸多途径 也表现出了诸多形式 但在拥有的同时 还需考虑七吃九幸 就像芒格所说 任何时候都不缺乏好主意 但唯一不可控的是 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个好主意 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 这项极了出创业的情景 假如你进入了一个商业领域 你的产品和服务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于是风光了好一阵子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量模仿者和竞争者出现了 对于消费者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但对于你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至于结果如何 谁都无法预知 在上个世纪 报纸行业有着坚不可摧的护城河 看似前路繁花似紧 但行至今日 该行业正在逐渐衰退 原有的护城河也变得不堪一击 这种变化归因于技术的发展 虽然我们无法预知护城河的寿命 但是它既然存在 就足以证明企业的实力 但实力的大小也是存在差异的 因此护城河也有深浅之分 那么在进行投资活动时 要如何衡量护城河的深浅呢 其实这与护城河的寿命也脱不了干系 如果一家企业能够长时间保持所得利润 处于资金成本之上 那么它的护城河必定非常深 第二点影响因素是企业的定价能力 事实上 很多企业都存在可以提价 并且不令消费者出现不满的能力 例如可口可乐 迪士尼 但是他们没有动用这项能力 但这仍旧说明他们存在极大的开发潜力 这种提价能力必须是企业的一种底气 一种提不提我说了算的底气 王格表示 如果你在提价之前还需要进行祈祷 那么奉劝你不要这么做 否则你会失去这个护城河 不管是自己创建护城河 还是购买其他人创造的护城河 王格都给出了明确的执行方法 这是一个优秀企业的金刚钻 也是一个成功投资者的必修课 私生育和诚信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资产 而他们却会消失于眨眼之间 在王格的投资决策原则中 存在十大步骤 第一步便是风险 在所有的投资评估活动中 首先要做的便是风险评估 尤其是生育风险 做生意的过程十分微妙 这像极了联姻 在选择对象的时候 相信任何人都希望能够遇到值得托付的人 有人的择偶标准基于财富的基础之上 渴望的是物质上的满足 这更加接近商业活动 双方的合作 不就是为了在双赢的基础上各自获取财富吗 但在婚姻之中 也有人会把金钱因素往后拍 他们更看重对方的人品 以保证自己不会在未来吃大亏 或是后悔今日的选择 无论是选择金钱 还是选择人品 生活当中皆无可厚非 因为这是人生的选择 人总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在做生意中选择合作对象的时候 芒格更注重对方的人品 他的风险评估旨在创造合适的安全边际 且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要尽可能地避免与个性存在问题的人打交道 二 对于假定或预测中的风险也给予足够的重视 甚至要为其拿出适当的补偿 三 在盯着合作对象的同时 也不要忘了时刻关注市场的通胀情况 和利率所带来的风险 四 把所有的决策交给理性 一定避免大错误的出现 防止本金持续处于亏损状态 生育和诚信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资产 而它却会消失于眨眼之间 这是芒格对资产价值的看法 也突出了生育和诚信的重要性 诚信是商业的重要特质 这与才能同样重要 芒格心中的诚信本身是有价值的 与诚信之人共识 总能收获额外的惊喜 如果对方的诚信值得信赖 那么合作的效率便会大幅度上升 这也意味着在无需花费更多的资源的基础上 能够确保最真实的诚信 芒格对缺乏诚信的态度向来是零容忍 即便你能够给人一种大概诚信的感觉 也不足以成为芒格的标准 人生在世 生育和名望 有时需要花费一辈子的时间去建立和经营 但要毁掉这个一辈子的积蓄 往往只需要一秒钟 为了获取更多诚信 有人希望通过将不诚信者与诚信者放在一起 由此给不诚信者敲响警钟 但芒格认为 这种方式成功与否 主要取决于所谓的希望 但这不过是一种慰藉罢了 这就像在一锅熬湖的粥中倒入一碗清水 到头来它还是一锅湖粥 诚信缺失所带来的风险 往往比想象中严重得多 因为发现诚信缺失实际上也比想象中要难 芒格在购买公司的时候 从来不会想到要振兴公司的业绩 一个摔跟头的企业很难有再爬起来的机会 而这类企业也不会成为芒格的目标 因此 芒格永远都不会去购买一家看上去还算不错 但管理极为差劲的企业 更不会就此将它交给其他人来经营 芒格曾说 我从来没想过要去培训企业高管 这是一个既费时间 又费精力的活动 我只需要去寻找这样的人就足够了 倘若你面前矗立着珠穆朗玛峰 即便你不是天才 也会明白这是一座高峰 因此 在芒格的管理标准中 比起优秀的管理者 他更希望企业能够拥有一个固若金汤的 护城河 只要护城河坚固 即便是经营不善 企业也会自行度过难关 如果哪一天芒格购买了一家企业 却把企业交给了朋友或亲戚来管理 这只能说明该企业存在非常坚固的护城河 值得他对其开展投资活动 当然 芒格的意思也不是说优秀的管理团队不重要 最初中的安排 应该是在存在坚固护城河的基础上 又有优秀的管理团队来经营 若是两者不可兼得 当取前者 芒格将企业的护城河当作声誉和诚信的重要保障 只有企业自身拥有足够的实力 才值得投资人去相信他日后的收益 企业的内在实力就如同一个人的性格本质 这是一种坚定不移 甚至不存在变数的特性 因此它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 如果企业的实力做不到自行调节 岂可信赖的诚信度便会大幅度降低 而当前的声誉和诚信 便会在眨眼之间销声匿迹 五永远不要欺骗自己 因为自己最容易被欺骗 战场讲究的是兵家之法 商场奉行的是利益为导向 正因如此 真诚才显得尤为珍贵 我们时常把与人为善 坦诚待人 当作与他人交往的道德真言 与商界也不例外 但有时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 我们对自己说不要欺骗别人 要以坦诚换真诚 并且确实这样做了 但是我们却选择了欺骗自己 因为自己永远是那个最容易被欺骗的人 芒格作为国际知名的投资者 不管是看人看事 都有一双成名的眼睛 他对不诚信的行为表现出零容忍的态度 对于自欺欺人者 更是有些不尽人情 20世纪90年代 芒格曾经受邀临时代替一位主持人 在纽约 本杰明卡多祖法学院 主持一场投资政策评委会 会议的讨论内容 是罗格斯大学纽华克校区法学院教授 威廉布拉顿的研究成果 主题涉及的领域为公司对待利润 宁可将其作为股东分红 也不选择再投资的理由 作为主持人 芒格却针对布拉顿研究中 一向他认为存在缺陷的假设提出了质疑 并且与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芒格 是否真的如你所说 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通用的分红政策 布拉顿 确实如此 因为世界上每一家公司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一样 芒格 你对经济学商所说的最佳投资策略怎么看 布拉顿 我想这个概念所有人都能明白 芒格 不 至少我不明白这个词汇的具体概念是什么 布拉顿 如果一种理论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运用 我想理解起来应该非常简单 这时观众席上爆发出了一阵笑声 芒格 对于投资活动来说 从最优到次优的分界点在哪里 布拉顿 投资的回报率低于投资成本之时 芒格 那么什么是投资成本呢 布拉顿 笨 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 哈哈 在我看来 芒格 不 这个问题其实很一般 我只是需要一个概念 布拉顿 这不过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理论 是商界心照不宣的概念 芒格 我只是想知道理论模型中的资金成本是什么 布拉顿 这便是我们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 芒格 在哪里 报告中吗 前言还是内文 布拉顿 没错 你说得对 观众席笑声依旧 芒格 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 布拉顿 世界上所有的概念都有其特有的适用领域 如果你非要在现实中 把这个理论看作为投资模板 似乎有些愚蠢 很多事情的解释 需要站在人类特殊活动的角度去理解 芒格 如果用一种无法解释的所谓概念来解释一些事情 那么这种解释又有什么意义呢 布拉格 这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 你完全可以去选择想相信的那部分 芒格 那么如果有人认为这些研究不过是胡编乱造 在你看来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笑声 布拉格 那是当然 而且企业会去教会大家这个理论 芒格 这我就有些不明白了 布拉格 这很简单 这是我的工作 芒格 不如说你所说的事实 是别人也在教授这些东西 笑声 芒格与布拉格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 到成为这场评委会比较难忘的片段 在双方的交谈中 观众席不时发出笑声 他们的语言辉谐幽默 却不是严肃 当然 芒格并非有意为难布拉顿 相反 他非常赞成布拉顿的研究成果 只是觉得他所提出的资金成本有所缺陷 这给了他自欺欺人的感觉 于是芒格发了一通脾气 芒格为了防止他的评价被大家误解 海专门又做出了补充发言以说明 芒格告诉投资者不要欺骗自己 也给出了防止自欺欺人的绝招 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客观与冷静 这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理念 芒格把理性的思考和决策的能力 当作成功的重要素质 强调理性 是情绪和心理出现失误时的绝佳良药 有人曾经问过芒格一个问题 您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商业成就 在您看来 是哪一项素质促成了此次成功呢 芒格慢条思理地回答道 我想应该是我的理性 这是一种投资人所必备的素质 我的理性是自己专门培养出来的 因为做到理性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芒格将理性看作一项必须履行的道德任务 是不可选择不得不做的事情 作为一个真正的投资者 你不必去理会其他人的想法 但你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去避免一些有碍理性 客观于冷静的想法和行为 当然芒格并不认为 拥有了理性就代表着能赚更多的钱 这只是一种约束力量 一种能够令自己远离那些毫无意义的习惯 构建出独特体系 以提高商业活动成功率的力量 如果你在投资活动中嗅到了自欺欺人的味道 不妨用理性 客观于冷静来武装自己 并利用他们时刻将自己从失败的边缘拉回来 6.不要预测未来 这是最恶劣的谎言 芒格在开展投资活动时 所关注的永远都是现阶段所掌握的信息 从来都不会去思考接下来的方向 原因很简单 手中握着的是当下的信息 而将来的数据却空空如也 巴菲特曾经说过 对我来说 预测和预报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事实上 预测总能产生一种非常精确的假象 这有时会令一些投资者非常窃喜 似乎提前忘见了成功的身影 但我奉劝一句 由预测而得来的数据越精确 你应该越警觉才是 你可以关注业绩记录 因为那都是真实的数据 但不要去看所谓的预测数据 因为没有人会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芒格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预测是一种期望中的结果 是被对其感兴趣的人拼凑出来的信息 因此存在浓厚的主观潜意识偏见 显然 其中所谓的精确度是不可信的 矿井是所有骗子的地洞 这是马克吐温的讽刺比喻 在美国 所谓的预测就是一个骗局 一个并非有意为之 却最为恶劣的谎言 而这种谎言却在一遍遍地为创造它的人洗脑 使得后者对他深信不疑 对于短期预测者 曾在商界流传着这样一个谜题 如果在一个交易大厅内 里面坐着复活节兔子 某银行业绩可观的预测师 超人 以及查理芒格 他们并排而坐 正前方放着一堆钞票 一声口令之下 各方同时奔向钞票 是问谁跑得最快得到了这笔钱 看到题目之后 也许很多人都会思考一番 但这是一个很容易便会得出答案的问题 当然是芒格 因为其他三者根本不存在 成功永远源自于简单 依靠当前真实存在的数据 避开一应难题 做出投资决策 才是取胜的关键法门 作为投资者 总要明确自己在做什么 如果在了解企业基础业务的基础上 开展投资决策 那么对于企业运营现状的了解便会容易得多 但即便如此 还是要小心谨慎 因为很多所谓的投资者 都会不自觉地运用一些类似预测 现在的方法来辅助决策 由此便会给他人留下一种 成功的投机者的印象 不过 比起预测未来 预测现在似乎更容易一些 在商界 一个热气球 曾经触发了一名投资者与预测师的对话 引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一名驾驶热气球飞行的旅行者 暗指投资者不慎偏离了方向 为了弄清楚方位 他不得不降低热气球的高度 从而向地面上的人求助 不久之后 热气球飘到了一栋办公大楼上方 这时 楼下刚好站着一个人 他发现了天上的热气球 并且与旅行者挥手打招呼 旅行者 抱歉 打扰了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楼下的人回答道 你正处在热气球当中 所在的位置是一家投资银行的上空 距离大楼大概100英尺 旅行者沉默了几秒钟 请问你是这家投资银行的预测师吗 楼下的人非常惊奇 是啊 你是怎么知道的 旅行者缓缓说道 你给我的回答无疑是正确的 但这仅局限于技术方面 而我需要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的答案似乎对任何人来说都没什么用 故事表现了一个轻松的问路话题 却牵引出了预测是达非所问 起码偏离问题中心的回答 到底是审题不明 还是思维定势 不来一目了然 投资者在开展投资活动之前 总要考察目标企业的内在价值 而考察的标准可以总结为 私人投资者能够为该企业付出多少投资金 所有的投资者面对投资项目 都会进行估价 活动 即为想要购买的资产 确定一个合适的价格 塞恩卡拉曼称其为非公开市场价值 对于非公开市场价值 加倍力资产管理公司给出了这样的定义 这是一种期望价格 一种在充分掌握投资项目信息的基础上 投资者为了购买相似资产所愿意付出的价格 在衡量投资项目的价值之前 我们需要仔细查看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和相关表外项目 当然也不能忽视自由的现金流量 股票价值的计算方法多种多样 但唯独基于公众意见的方式不可取 这也是芒格为何不投资黄金的原因 在芒格看来 黄金所拥有的是商业与投机价值 但没有内在价值 所谓投机价值 便是对大众心里的一种预测 这种游戏是芒格所不屑的 所谓的价值 必须是当下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内在价值 且能够产生自由的现金流 基于预测之上的未来价值在变数的趋势下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7.芒格的安全编辑 价格与价值的角逐 你能否运筹帷幄 在芒格的投资字典中 存在一句永不过时的真言 安全编辑 这是一个寓意稳健投资的概念原则 多发生在价格大幅度低于价值的时候 如果投资者遇到了这一安全编辑的产生条件 当抓住机会开展买进活动 在为投资项目估价时 当明确一家企业无论经营状况有多好 其价格都不可能出现无限高的情况 再加上诸多可见的不可见的变故 我们的估价行为应当尽可能地赋予其安全编辑 作为一个在买进和估价活动中都至关重要的概念 安全编辑到底背负着何种意义呢 格雷厄姆对于安全编辑给出了这样的定义 价格与内在价值之间有利的差额 芒格一直在阐述投资活动不得预测未来 但他仍就可以看到未来的现金流量 因为这是投资项目内在价值所给出的答案 在安全编辑的作用下 预估未来再度成为了多余活动 在投资活动中 安全编辑的作用便是提醒投资人 在其许可的低价值时开展买进活动 然后静静等待 但众所周知 等待永远都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如果你来到了公开投资市场 那么所谓的安全编辑 就相当于高速公路上的安全车距 如果你与前方车辆保持了安全车距 那么你的驾驶行为 只需针对当下的驾驶情况做出相应的反应 而不用去紧张地预测驾驶员会做出怎样的动作 倘若你距离前车很近 虽然当下可以保持正常行驶 但你时时刻刻 都必须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之中 不仅需要对当下的行驶状况做出反应 还要去多方面的预测前车司机的动作 这样一来 一根弦绷紧的情况下还要将精力分成若干分 想要做到全神贯注并不容易 稍有不慎便会撞车 也就是说 只要你能在价格足够便宜的时候开展买进活动 那么便不再需要预测价格在短期内的走势了 换句话说 安全边际就是一个帮助投资者避开 预测这一无意活动的概念原则 对于芒格来说 投资活动中仰仗安全边际是非常自然的行为 在短期内预测未来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芒格是一个成功者 成功者会对困难知识避而远之 所以他依靠安全边际以规避预测活动 投资市场是一个错综复杂 瞬息万边的场所 要想在这里承担所有的失误 极端的波动 以及一些不好的运气 也唯有握住安全边际了 所有的预测活动 即便最后是成功的 也避免不了错误的出现 而如果你握住了安全边际 则意味着即便犯错你也是最后的赢家 倘若中间没有犯错 那么你的胜算便会更大 对于芒格的安全边际 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比喻 在工程领域 人们往往非常重视安全边际 作为一名工程师 你要做的永远都是 如何建造出一座比想象中还要坚固的桥梁 于是一座标有承重一吨的桥梁 实际上可以承重三吨 这是工程领域的严谨 体现着对于安全边际的重视程度 相应的 投资活动也应该奉行这样的思想 但事实上 金融世界却对安全性不屑一顾 面对它的膨胀 人们甚至放任不管 如果你把手中股票的价格与股数乘起来 所得的数额不足售出价格的三成 那便等于购买了折扣股票 这时你便拥有了较大的安全边际 这时候 即便企业非常平庸 即便管理者是一个神志不清的酒鬼 依旧可凭借其巨大的超额价值而一帆风顺 当然 安全边际并非树上的叶子在实际投资活动中并不常见 这就要求投资者必须要有耐心 这是一个等待的过程 期间会出现各种各样教唆行动的诱惑 这就要看投资人能不能抵御了 所谓的低价折扣价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呢 股价从高处跌落 或是股价比原来价低 便是低价了吗 显然不是的 即便今天的股价比昨天低 对于今天来说 其价格也未必是低价 所谓的低价 是基于安全边际之上 价值远远高于支付价格的情况 作为投资者 其所得到的价值一定要比所付出的价格高 才称得上是成功的投资 芒格对于成功的投资活动 做出了简单的表述 成功的投资者在购买金融产品的时候 其目标一定是用一美元买十美元 这是一种比喻 寓意着投资者需要去寻找 大幅度低于投资项目 内在价值的低价位 这样一来 即便投资活动出现失误 仍旧可以保证有利可图 当然 所有的投资活动 所有因弃而产生的投资策略 都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 在格雷厄姆所处的时代 正值股市大崩盘和经济大萧条 寻找低价位 以确保安全边际 是当时投资活动的保命策略 乃至格雷厄姆当年的行为 与芒格甚至巴菲特 皆存在较大的差异 芒格曾经这样评价过 格雷厄姆的安全边际投资原则 作为一个投资者 这是每时哪刻都有需要学习的东西 当年的股市大崩盘和经济大萧条 几乎令格雷厄姆倾家荡产 这令他后怕不已 于是在今后的投资活动中 他变得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如何为企业估价 如何把握买进的时机的思想 就此被逼了出来 一想到市场的变数 格雷厄姆便心有余悸 因此 终其一生所做的事情 便是远离这些变数和威胁 于是 格雷厄姆致力于购买一些 如同雪茄屁股 只成长潜力有限的公司 在被收购时 其价格只是内在价值的一小部分 一般的廉价企业 在我看来 这是一种陷阱和错觉 或许 格雷厄姆的投资才能比不上巴菲特 甚至也比不上我 因为他那种 为便宜事举的作为 并不是用于拥有不同数额资金的投资者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你不可能去操控几亿美元 几百万美元的资金 说到底 不过是时代不同罢了 但是 这仍旧不影响格雷厄姆 作为一个优秀的投资导师 他才华横溢 是当时投资界的智者担当 在那个大萧条的时代 很多人都放弃了持有股票 格雷厄姆一直坚信 死去的公司将比活着的更加值钱 因此 大量雪茄屁股公司 被低于其清算价格而收购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 直到市场上再难寻觅这类公司的身影 上市公司便不再以低于清算价格的形式进行交易 对此 格雷厄姆晚年时候曾表示 这固然是个事实 但并不代表采用格雷厄姆价值体系 进行成功交易已经不再可能 经济大萧条之后 芒格置身于一个新环境当中 他与很多投资者一样 依然采用着格雷厄姆的投资价值体系 不同的是 他们将这项投资原则 开始应用于高品质的公司当中 不再去追求低价和雪茄屁股 可惜的是 安全边际在此处的处理方法同样有效 不会过时的概念原则才值得推崇 就像安全边际 置身经济 乱世 与盛世同样一生灰一般 这场价格与价值的角逐 你找好绝佳登陆港口了吗 巴市场是一个抑郁症患者 要学会对症下药 格雷厄姆将市场看作一个人 并称其为市场先生 而这位市场先生并不是一位正常人 他是一个每天都会发狂发病的抑郁症患者 自己的言行举止 全凭个人一时的喜悟而草率决定 因此 这是一个无效的市场 但作为市场中的一员 对此却无可奈何 市场先生的疯癫行为 主要表现 在反复无常之上 有时候 市场先生的情绪非常沮丧 因此你可以在他这里获得一部分股份 而价格却比想象中的要低 也有时候 他心情大好 会以超出预期的高价买走你手中的股票 格雷厄姆的比喻解明恶药 形象生动地将市场无常 无法预知的投资市场表现了出来 如果投资者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市场先生的情绪变化 便能够很好的运用格雷厄姆投资体系了 市场先生之所以会出现人格 终究还是有人引起的 在偌大的市场中 遍布着各种各样的投资者 这些人聚在一起 彼此的情绪和行为产生了互联反应 很多人会根据自己的情绪 对市场中其他人的行为 做出一定程度上的预测 从而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形成一股巨浪 进而影响到某项资产的价格 格雷厄姆把市场中的人分成了四类 第一类人 总是在想方设法地去打探和预测 剩下三类人 可能在想什么 而剩余三类人 正在做着与第一类人相同的事情 投资者与这样一位狂躁的抑郁症患者做生意 在芒格看来却是一件幸事 作为投资者 你只需把握住市场先生情绪低落的时刻 并当激励断购买资产 这时候 股价或许会被错误定价 从而呈现出一个较为明显的低价状态 在分析企业基本面 一种评价企业价值和分析股票价值走向的方法的时候 其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三步 一分析并确定企业的内在价值 二低价买进企业资产 三等待 股价下降终归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只要企业的基本面保持稳定 那么 短期内市场对于股价的影响便可以就此忽略 倘若从长远来看 这种情况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分析基本面是投资活动的重要环节 而格雷厄姆的上述观点 也进一步印证了此环节的重要地位 当然 也会有人对格雷厄姆的市场先生 是有反对的态度 极有效市场假说 该理论的代表者相信市场是有效的 所有的价格都会被市场有效定价 投资者是永远无法战胜市场的 对于格雷厄姆的无效 市场先生和另一方的有效 市场假说 芒格表现出了中立的态度 在他看来 市场当然是有效的 但并非时时刻刻都有效 对于市场有效的概念 芒格认为大致正确 因此 他认为只作为一个聪明的投资者 尚无法与市场匹敌 在芒格的投资逻辑中 完全有效与大致有效之间的差距 远比想象中要大 也正是这种差距 成就了芒格这类投资者 他们把握机遇创造出了 非凡的投资记录 即便是市场足够有效 也并不意味着很难出现良好的投资记录 非凡的投资成就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 有人认为 在这个股价起伏不定的市场当中 经历过互联网泡沫 却仍旧认为市场总是有效的人 定然精神不正常 这也印证了芒格提出的市场大致有效的正确性 市场先生的情绪变化伴随着股价的涨跌 而价格的变动往往带有一定的周期性 当然 仅凭这个所谓的商业周期 是无法在短期内获得高额的财务收益的 因为价格的涨跌是充满变数而不可预知的 所以判断市场先生情绪变化的唯一几点 便是企业的内在价值 在投资领域 内在价值就是一个具备权威性的参照点 对此 投资者不要急于预测价格走势 而是宁神俱力地留心观察 时刻准备着在价格低于内在价值时迅速下单 亦或是在市场价格 高出内在价值的时刻 果断出售 市场先生的情绪变化是投资者的机遇与礼物 他时而施舍 时而给出巨大的优惠 王格表示 不要把市场先生看作聪明人 事实上他总是给别人识会 另外也不要产生拿人手短的心态 没有必要将其奉为上兵 仅仅把他看成一个仆人就好 如果你能完美地把握市场先生的节奏 那么你在他身上所得的一切 都将是理所当然的 现如今 所有人都明确了 股票的价格会围绕着其内在价值而摆动 投资者需要做的是全程耐心等候 而不是去预测其何时摆动 耐心等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之所以会有白日梦这个词的存在 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喜欢它 如果你期望着市场 明天就为你带来一笔不菲的收益 以助你完成购房购车购游艇的梦想 那么这注定只是一个白日梦 当投资者处于耐心等待的过程之时 市场先生还会放出一枚烟雾弹 诱导从众 这枚烟雾弹 利用了投资者此时的焦急与恐惧心理 他们对等不来收益而倍感烦躁 对他人的风吹草动异常紧张 因此 一旦有人出现某种动作 即便这种动作极不合理 也会出现大面积的呼应者 发展到一定程度 投资者便会完全被市场先生所支配 这时候 你就成为市场先生的仆人了 举例来说 在某个普通市场当中 股票的价格突然出现了过高估价 而且这种估价非常明显 甚至近乎愚蠢 据说 是某些投资者 对其未来使用价值的大致合理预测 于是很多相关的投资者坐不住了 他们本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 纷纷加入到预测阵营 为这个毫无根据的结论加油助威 于是 该股票便如同伦波朗的化作一般兴盛起来 大量投资者开始高价买入 而大家活动的原因仅仅是他涨价了 这显然是十分可悲的 所有的投资者组成了大众 而大众就是市场先生 你成为市场先生的仆人 就说明你永远无法打败大众 在芒格看来 被短期内的价格波动所影响并不理性 一来 总是有效的市场并不存在 二来 预测在投资活动中并不科学 针对这个情况 巴菲特指出了一条名路 在别人贪婪时 你要学会感谢 而在别人感谢时 就是你贪婪的时候 这句话并不难理解 但真要付诸行动却相当不容易 因为股市从来都是瞬息万变 面对眼前飘忽不定的各类可能性 要做出决断真的需要一定的勇气 针对决断的正确方向 芒格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他看来 当我们非常喜欢一件东西时 在投资领域便是股票 如果它的价格下降了 我们总会下意识地买更多 如果出现了一些事情 使得你意识到自己做错了 你也能够劝说自己退出 如果你有信心情况会遵照自己的想法而发展 那么就可以大力增持 然后利用股价进行牟利 这听起来有些运气的味道充斥其中 实则还是在考验投资者的魄力与慧眼镯时 当然多年来累积的经验也会派上用场 既然有运气的成分 那必然伴随着风险 世界上所有的投资活动都存在一定的风险 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些风险取决于你购买的资产的价格 价格越高 相应的风险自然就会越高 反之亦然 因此 芒格才会得出 股价下跌便是增持该股票的机会 就像巴菲特所说的 如果我在往后的日子里一直购买热狗 等到热狗的价格下降时 我就可以高唱哈利路亚 而当热狗价格上升时 我便只有流眼泪的分了 抑郁的市场先生虽然情绪多变 但好在投资者能够通过股票价格的变化 把握住其情绪动向 简单来说 就是把股票价格的下跌当成一个机会 当然 若想长久凌驾于市场先生之上 成为市场先生的主人 与之接触的活动就不可停歇 以便于在了解中更好的掌控对方 Chapter 7 投资速程序之 记住 简单与容易从来都不是一码事 事情有简单与复杂之分 从事简单活动的人总是稍微多一些 股市作为商界的一大重要区域 囊括着世界各地的投资者 有人说 投资活动很简单 不过是先投钱 然后坐等收钱 只是结果有好与坏罢了 这样的说法也不无道理 甚至连巴菲特都特别赞成 投资确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但巴菲特紧接着说出了下一句 但他实际上并不容易 简单与容易看上去似乎没什么不同 但在特定的领域之内 他们的含义却出现了天壤之别 因为任何事情都可以被描述得非常简单 但真正做的时候 一分一秒的过程都在提醒你 这并不容易 在芒格的投资逻辑中 存在很多教科书式的投资理论 可以看作投资速成之法 所谓速成也只是一个相对概念 从芒格将认为投资很容易的人视为 傻瓜之中可见一斑 有人把投资活动当成一场赌博 于是总是抱有侥幸心理 输赢是相对的 投资的成功与失败也是相对的 任何人的投资活动都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 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投资成功 这是所有投资者在进驻股市之前 都应明确的准则 一芒格的怪癖 讨厌不假思索 财富总是自带要眼光芒 也总能斩获使人芳心 世人大多穷其一生都在追求财富 因为这是众人基本生活的保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之所以会热衷于追求财富 大抵是为了想要将自己从浪费生命 或是某种不自由的状态当中解放出来 作为一个资深的投资人 芒格时常会给出一些忠告 他不赞成频繁的开展交易活动 因为没有事实能够证明财富的多少与交易的频率 成正比的关系 除此之外 也不要一味地去听取外部的消息 你不知道这些消息走过了几道坎 也不知道它承载着多少主观情感 获取财富需要理性 需要深思熟虑之后再做出决定 芒格的性格非常安静 甚至有些沉默寡言 当然这只是在生活当中 若是身处会议论坛 那就另当别论 虽然他不善言谈 但他却有着敏锐的观察力 和飞速运转的思考能力 在做出决策之前 芒格的脑海中早已推演出了多种投资过程与结果 得出结果是一个复杂而谨慎的过程 而这种性格习惯的养成 离不开芒格的个人成长环境 一 深思熟虑的源头 家族传承 芒格的爷爷是一位法官 父亲是一位律师 而母亲有着极强的社交能力 这些家族基因对芒格的性格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使得他对于商业和法律 有着天生的直觉与兴趣 芒格在学生时代便备受瞩目 小学的他同样有着同龄人一般的调皮 热衷于一些捉弄人的恶作剧 虽然年纪尚小 但芒格却沉迷于托马斯·杰斐逊的书籍 他每年的阅读量高达上百本 以至于其孙女戏称其微长着两条腿的图书馆 20世纪20年代末 美国经线黑色星期五 股市在两个月内直线崩溃 300亿美金打了水漂 给美国股民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无度有偶 倘若把股市崩盘看作人祸 刚刚遭受经济重创的美国又迎来了天灾 干旱 洪水 瘟疫 沙尘暴 天灾人祸轮番上阵 以崔库拉朽之势攻垮了这个大国 一时之间 超过4000万的美国人倾家荡产 流落街头 芒格的家族也遭受了巨大打击 长辈亲人或破产或负债 眼见家庭就要遭受危机 芒格的爷爷充分发挥出了其法律智慧 他先是把房子一分为二 让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搬了进来 又通过资产信誉抵押了3万5000万美金 保住了另一个儿子的银行 在爷爷的努力之下 一家人总算挺了过来 通过此次危机 芒格深刻意识到了在应对巨大压力时 沉着冷静的重要性 同时也赞叹爷爷的未雨绸缪 资产与信誉在特定时刻是可以变换成资金的 而前提是你需要谨慎积累 养成良好的信誉习惯 爷爷从步行投机之事 一身自律 及时久后也能保持良好的品行 正是因为这些前期积累 才能在此危机时刻拯救家族与危难 2.缜密心思的养成 物理与律师 芒格在大学时期 主修数学却阴差阳错喜欢上物理 芒格对于物理的热衷 源自于物理学解决问题的方法 芒格把物理学当作至高无上的存在 认为是物理教会了人们如何思考 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 把物理当作自己唯一的信仰 称其为第一性原理 主张用物理学的角度去看世界 这种思想的源泉是亚里士多德 他将第一性原理置于高位 甚至为其赋予神性 倡导其无处不在 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 芒格响应国家号召退学入伍 退伍之后又报考了哈佛大学法学院 毕业之后便成为了一名律师 继承了家族的传统 芒格崇尚孔子 有着中国儒家学派是大夫的情怀与精神 善于无日三省无身 从而积累经验 明确不足 在巴菲特看来 芒格有着一双如鹰一般的眼睛 只要给他一分钟 他就能把任何事物看得透透彻彻 在当兵和担任律师期间 芒格学会了打牌 并从中悟出了有关投资活动的明智行为 如果你已经察觉到了手牌没有优势 那么最好在形势不利之时尽早认输 倘若手牌存在很大优势 便只管下众主 三 怪癖的形成 巴菲特的助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 华尔街教父格雷厄姆 宣布退出投资行业 失去了这个粮食亦有 巴菲特感到非常失落 他急需找到一个志同道合之人 而芒格的思维方式与格雷厄姆存在很大的相似性 他们都有着博览群书的特点 并且秉承着一颗好奇之心 又不拘泥于传统观念 当二人相遇的时候 芒格对巴菲特形成了非同寻常印象 随后二人展开了深入对话 芒格沉浸其中 期间还出现了抬手防止他人打断二人对话的动作 在芒格与巴菲特相识的前十六年间 二人从未在生意上有过合作 而对于二人长时间保持亲密关系的原因 大抵是因为兴致相投吧 芒格表示 我和沃伦都讨厌不假思索便做决策 我们习惯花费一定的时间去仔细思考 包括阅读相关资料等活动 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社会 这样的做法是有些另类 因此我们称其为怪癖 不过 这个怪癖却为我们带来了众多可观的回报 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 奠定了二人默契合作的基础 芒格涉足投资领域之后 不久便离开了律师行业 20世纪70年代 美国经济衰退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 蓝筹印花公司已垄断市场的罪名 被推向司法法庭 经审判 其55%的股份将被出售 社会各界的目光都聚集到了这里 芒格的朋友李克古瑞恩表示 这是一项千载难逢的商机 芒格就此将古瑞恩介绍给了巴菲特 蓝筹印花的内在价值与投资界有目共睹 巴菲特当激励断 购买了其67%的股份 芒格同样持股8% 双方共斥资4000万美元 而仅仅过了三年 这笔投入便翻身一跃成为了10亿美元 当然 在这个经济衰退的时代 美国的投资人定然要有所动作 这时候 巴菲特与芒格便表现出了不同的动态 巴菲特明确这将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为了规避 他选择在股市上涨知识倾盘了所有合伙公司 也正是这个决定 使他成功躲开了这场经济危机 但是芒格没有激流勇退 他选择直面这场灾难 迎头撞击自然损失巨大 但他不动声色地顶住了压力 坚持持股不动 危机过后 芒格的资产虽然迎来了盈利反弹 但是14年来的富力却遭受了重创 但他并不后悔 就像当年爷爷顶住所有压力 拯救全家于危难一样 看到进驻投资领域 16年来无一亏损的巴菲特 芒格意识到 自己似乎已经不再需要单打独斗了 于是 芒格的资金便投入到了伯克希尔 哈萨维公司 自此 巴菲特芒格王朝震撼诞生 有人说 巴菲特是全世界最理性的人 而芒格却比他还要理性 巴菲特非常擅长说不 芒格则更具否定精神 倘若二人的意见达成一致 便会放手去做 直到2016年年底 在世界500强企业当中 其中十家便属于巴菲特与芒格 这是两人同心合作的结果 离不开二人所调侃的怪癖 二比贪婪更可怕的是恐惧 它是入门之前的挡路石 置身股市之后 任何的风吹草动都牵动着投资者的心 人在处于紧张状态的时候 万籁聚集似乎是最舒服的状态 虽然这其中免不了会产生对突发状况的狐疑 而一旦发生变化 不管是好是坏 人们都会产生恐惧心理 于是股价跌 股民恐 股价涨 股民一恐 这是一个怪蛋的现象 一个始终伴随着投资活动的魔咒 很多人以为投资最大的敌人是贪婪 却忽视了恐惧的威胁 对于恐惧心理 芒格给出了一系列克服的法门 他本人更是凭借这些经验 赢得了如今的社会地位 一 放下恐惧 把投资当作滚雪球 岂不要趁早 在商界 时间就是金钱 分分钟几百万上下绝非一句玩笑之语 要时刻记住时间的重要性 投资活动已早不宜迟 很多人表示 投资活动定然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如果自身拥有稳定工作 转而去冒险是否值得 企业家应该专心经营企业 若是兼顾投资活动 风险袭来 是否能招架得住 员工与企业家皆专注于投资 还有谁会去做实业 这些顾虑固然存在一定的道理 但只要把黄金的精力拿来做对比 似乎就可以进行辩驳了 众所周知 黄金已经不再作为等价物而存在了 它没有了货币的属性 这便意味着我们所赚取的财富将存在贬值的情况 市场发展瞬息万变 没有人能够阻止价格的波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 每个人都应该考虑保护好自己 用劳动所换来的财富 落向财富远离贬值的漩涡 投资似乎成为了唯一的出路 年轻时期的芒格便意识到了这一点 27岁之时 芒格成为了一名律师 他没有整日沉浸在律法条文当中 而是寻找各种机会 以积累资本 他深信当下的工作 无法支撑明天的生活 若想给未来铺路 就要先给未来送钱 于是 芒格开始了自己早期的投资活动 他曾购买过一家变压器公司的股权 在这之后 他开始涉足房地产开发行业 并且凭借多年的市场经验 赚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100万美元 这时 芒格37岁 之后 芒格与巴菲特相识 并出现了一番对话 芒格 沃伦 你经营的合伙人有限公司 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 对于接下来的领域目标有什么打算 巴菲特 现如今 世界领域内的投资活动 都呈现出了极为活跃的势头 投资者们愿意拿出自己的资金 去获取更多的收益 因此 如果有人能替他们管理资金 应该会大受欢迎 芒格 你的意思是进驻资金管理领域 巴菲特 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 在巴菲特的建议下 芒格从1962年开始 管理了一家投资和火人公司 并且持续了14年 在这期间 这家名为贵了芒格的合伙企业的年 平均回报率便达到了19.8% 二 用自有投资资金为自己打气 在芒格进驻投资领域之前 他一直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去筹缩资金 对于芒格来说 从一无所有到赚到第一桶金 需要经历两大难关 其一是在没有任何本金的情况下 积累起第一个十万美元 其二是赚到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美元 因此 想要踏出第一步 就必须保证收入大于支出的状态 财富的积累 需要滚雪球般的过程 如果你起步在一座高山上 那将会对你之后的路形成很大的帮助 芒格之所以强调自筹资金 是将其看成了基石和资本 芒格并不赞成借钱的行为 对于卖空也持反对态度 手中的资金是自己强有力的保障 身处风云变换的市场 即便地富天翻 也能确保安然无恙 因此 要在投资中摆脱恐惧 筹措资金一场重要 1973年 美国股市迎来了大崩盘 投资界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打击 芒格的投资组合也在冲击之下损失严重 投资业绩直线下滑 对于芒格来说 那是一段极为艰难的日子 他亲眼见证了合伙人 因为恐惧而毅然退出的过程 他对此深感痛惜却又无可奈何 芒格从来不会为投资损失而苦恼 因为一位真正的投资人 应当对投资的收益和风险产生全面的认识 损失永远都是无可避免的 但是他却无法面对合伙人的账面损失账单 这无疑是难以承受的痛苦 于是在这场持续一年的股市大风暴过去之后 芒格解除了合伙人公司 退出了代为管理资金领域 对于做空 芒格称其为不值得为之冒险的一种刺激 在他看来 投资者没有必要通过痛苦的交易来获取财富 三 你必须非常了解自己的目标公司 如果该公司是一家优质的好企业 那将是最完美的结果 芒格在成为一家变压器公司的股东之后 便对高科技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他发现 投资者在高科技面前总会迎来一系列的麻烦 在投资活动期间 芒格对于企业的优劣产生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你身处于一个好企业当中 你会产生一个又一个的管理决策 而且做出这些决策都轻松非常 但如果你正置身于一个坏企业当中 你就会发现哪怕做出一个小小的决定 都将会是痛苦万分 有能力区分企业优劣之后 芒格的目光只会停留在好企业的身上 购买便宜货已经不再是投资的信条 1972年 一家名为喜事糖果的企业 来到了芒格和巴菲特眼前 巴菲特 查理 这或许是下一场大战的信号呢 芒格 似乎是的 你听说过喜事糖果水管的故事吗 巴菲特 哦 芒格 这或许会令这一战出事有名吧 巴菲特 沃伦 你就别卖关子了 芒格 喜事糖果新聘请了一位糖果技师 这位技师的手艺十分娴熟 在参观生产糖果的车间时 这位技师认真地巡视每一个角落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最后 他终于忍不住问 请问水管在哪里 因为他在车间中只能找到两根管子 分别写着奶油与喷射奶油的字样 这位技师显得非常震惊 难道喜事糖果不添水吗 我竟然找不到任何水管 巴菲特 这确实很有趣 芒格 哈哈 仅从芒格的描述中 便可看出喜事糖果重质量的生产原则 也正因如此 芒格与巴菲特 才会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喜事糖果 这个价格足足高出账面价值的三位 但巴菲特与芒格认为很值得 在当时 这笔投资算得上是二人最为大宗的收购活动 事实证明 二人做出了一项非常明智的选择 此后 二人的好生意时代便悄然诞生了 巴菲特坦言道 若是我们没有购买喜事 就不会产生120亿美元的收益 更不会促使我们购买可口可乐 此后 收购优质产业便在芒格的投资理念中 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些存在高发展潜力 且远离各项麻烦的公司成为芒格的首选目标 他表示 如果一个人在拥有几次成功投资之后 便以袖手旁观的姿态去做一个看客 那么他将悠闲地获得非常多的好处 四 要学习 不断地学习 通过有目的的读书 去获取尽可能多的投资智慧 只有胸有成竹 才更容易走向成功 无声也有牙 儿子也无牙 虽然我们穷其一生 也无法学到世间所有的知识 但是 却能做到用有限的生命 去修习更多的智慧 世间万物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人们对于一位商界人士的评价 大抵应该是位 杂家 在金融领域里摸爬滚打 是必须要更多的知识面 因此 芒格不论身在何方 身上都会携带一本书 只要闲下来便会翻看 他一直在充实自己 让自己去学习更多的科学思维模式 好帮助自己更加有效地选择投资的目标 这时候 广泛阅读便成为他达成此目的的绝佳手段 当然 芒格的广泛阅读并非是涉猎所有领域 他的广泛建立在有目的性的基础之上 知道自己缺少什么 比盲目进步要有作用得多 五 找出恐惧原因 分条列项解决 你为什么会恐惧 害怕失败 还是害怕达不到预想当中的成功 多问一问自己吧 然后把自己想出的答案罗列出来 有多少写多少 很显然 只列出这些原因 似乎无法减轻恐惧的程度 你要做的就是拿出一定的科学理论 去对应这些问题的答案 芒格承认这是一个比较费力的过程 但他仍旧呼吁投资者们去做 在他看来 如果你们沉浸在这个过程当中 便会呈现一发不可收拾的状态 你会沉浸在寻找问题 分析答案的循环当中 慢慢的 你的问题越来越有深度 你的答案则越来越有水平 你会发现自己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与此同时 你还会解锁新的解题技能 这些对你拓展思维 放宽眼界起到了决定性的助推作用 就像芒格在物理学家那里找到了最为直接 简单的处理方法 又在数学家那里学会了道着看问题一样 六 恐惧的根源是风险的存在 学会规避风险 因为收益与风险的并存 使得投资不满了赌博的意味 投资者之所以会畏惧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风险自担 每一位投资者都需要掌握规避风险的能力 避开风险就相当于吃下一颗定心丸 起码能够令躁动的恐惧心情冷静下来 在规避风险的过程中 投资者还需解决各式各样的难题 芒格表示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不要意味追求结果 结果固然是我们所追求的 但解决问题的途径 却是我们一步步走过来所积累的经验 这是一种能够应用于未来事件中的永久性知识资源 属于长远中的珍贵财富 在进驻投资领域之前 总要把党在门前的障碍清除掉 倘若浑浑噩噩便打开这扇大门 并且把恐惧这个致命的党路十一同带进来 那么它便会时时刻刻充斥在你的投资活动中 在你做出任何投资决策时都会前来撤走 把所有的投资活动都鞭策成为首位为的模样 三投资若不烧去难度 那么每个人都可以致富 投资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认为投资很简单的人大概都是傻瓜 这或许是芒格对投资最为简单的表述 世间是多为之一行难 但投资却是之其难 而行更难 世界上不乏光鲜亮丽的公司 很多人都会产生他能够维持多久的想法 在芒格看来 他不会急着去评判企业的寿命 他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这家企业会呈现出光鲜亮丽的色彩 然后针对这个原因去找出可否投资他的考量因素 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芒格在投资活动中 时常会采用这种思考方式 去发掘一些存在特许权或品牌过硬的企业 对于投资的难度 芒格曾以键牌口香糖为例说明 一个品牌带给消费者的印象 往往是根深蒂固的 这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印象一般 是一种类似于思维定式的认知 当然 这种认知有好有坏 幸运的是 键牌口香糖带给消费者的印象是积极的 很多时候 人们宁愿多花五美分 都不会去选择别的品牌的口香糖 这是键牌口香糖的品牌优势 作用于消费者身上可谓十分吃香 但如果从投资的角度出发 品牌往往会给产品带来一价的优势 这就使得键牌的股价比账面价值高出了八倍 是其他品牌所远远不及的 作为投资者 在吃股键牌口香糖之前 你一定会做出一番评估 这的确是一家超级棒的公司 我也知道它的内在价值非常有潜力 但是它的价值真的值得如此高的溢价吗 在最后行动的前一刻 所有投资者都会停下来思考这个问题 最终答案五花八门 而投资者们也被分到了成功与失败两个阵营 这就是投资的困难所在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投资若是不具备一定的难度 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发家致富了 世界上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偶然 越努力 越幸运这句话是最为简单明了的道理 成功是一个过程 一个颇举难度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通过各种修行来武装自己 它们会提升你接近成功的概率 对于修行的方法 芒格给出了以下建议 一 做好风险评估 首先要明确自身的个性和承受风险的能力 在芒格看来 投资活动就像是一场游戏 却并非每个人都能玩得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心理承受能力 有的人思想非常保守 无法承受亏损的状况 不敢去做有风险的事情 因此 在投资活动中 只能涉足储蓄这一财富经营方式 而有的人天生大胆 并且善于开拓创新 敢于尝试一些东西 那么他也许会涉足大范围的投资领域 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投资法门 最好的永远都是最适合的 分析好自身的个性特点 然后找一种舒服契合的投资方式 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投资观 芒格的投资活动 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 但巴菲特不一样 他所涉足的领域似乎还没有芒格的一半 但是巴菲特有自己的投资管理方式 并且用起来得心应手 所得到的绩效也在全世界勇目共睹 在巴菲特看来 一些智商高的人 不见得能够成为优秀的投资者 这也许归因于他们的品性缺陷 品性往往比大脑重要得多 因为投资需要理性 冷静和自律 而一些大喜大悲的感情总是需要品性来抑制 二 有目的的获取知识 任何时间都不忘读书 芒格表示 投资是一项需要收集情报的活动 因此 他与巴菲特总会阅读一些优质的商业杂志 这里面的企业都是被筛选出来的精华 从中所学到的管理经验 运营模式要比其他途径容易得多 与此同时 还能帮助你形成独有的思考习惯 把所看到的在心中积累起来 构成一套属于自己的投资智慧 宇宙中的智慧和其多 如果没有扎实的阅读基础 很难栖身于优秀的投资人行列 芒格的阅读范围非常之广 因为他不认为 仅靠一本书就能学到所有的知识技能 当然 广泛并不意味着随意 重要的是要有目的 你需要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读这本书 为什么要补充这一类信息 读书是一件非常现实的事情 因此书中的理论一定要与实际有所联系 只有能够应用于现实的知识 才称得上有意义 三 投资市场是一个变化莫测的战场 若想占据战争优势 就必须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时刻掌握敌方的动向 以确保自身做出正确的应对方式 因此 提高自身的洞察力便显得尤为重要 洞察力的养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芒格来说 这种能力多来源于自身 对某些行业长期以来的变迁动向的观察 一个产业的寿命或许很长 但世界是处于发展中的 发展意味着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就像人类的生老病死一样 无论多优秀的产业最终也还是会走向衰落 以二十世纪城市商业区的百户公司为例 他们的产品种类繁多 能够满足绝大多数的消费需要 他们拥有高价的不动产 位于一个个有轨电车通过的十字接口 因此也得到了足够多的人流量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四家车芳心为爱 有轨电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郊区定居的人们更加依赖购物中心 于是存于百年的百货商店就此被冷落了 逐渐已被淘汰者的姿态淡出了人们的事业 这样看来 最初的改变只是人们的生活方式 却间接影响了一个产业的长期价值 投资者在观察一个企业的时候 不仅要从他的过去看到今天 还要结合当下的社会环境 寻找一切对相应产业有利的 不利的因素 你所获得的答案 或许能够成为你是否进驻该行业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特定的商业管理和所谓的经济理论 芒格向来是不以为然的 相较之下 他更愿意从一些市场中 挑选一些公司投资决策作为个案 并且重点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 相信任何一位创始人 创办一家公司都会抱着 永续经营了愿望 但这个愿望的实现毕竟在少数 因此企业家便退而求其次 开始以长期经营为目标 芒格将企业的管理方式视为一项财务工程 这形同一项浩大的工程建设 施工过程要足够的严谨 才能使这一工程足够坚固 这样的企业才能具备一定的抗压能力 在一系列经济危难中立于不败之地 就像芒格所说的 在美国 一座烂桥的建设无疑是犯法的 但要是成立一家烂公司 似乎也高尚不到哪里去 四 成功也是有捷径的 关键是你选择与什么样的人并肩前行 作为一位投资者 芒格提出投资者也有偷懒的权利 只要你把投资决策的任务 托付给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例如 你可以选择一家好公司 前提是他一定存在非常大的内在价值 然后把自己九成的资金都投进去 这家好公司 会在任何商业活动中 做出正确的决策 因此你只管坐等收钱就可以了 对此 芒格提到了伯克希尔 这家活跃在巴菲特和芒格手中的超级公司 如果你跟随伯克希尔 那将会省去大量的时间 精力与金钱 同时还会将投资风险大幅度降低 如果你将大量资产压在一家好企业身上 不仅能够获得丰厚的收益 还能避免资产分散的问题 对于大部分投资者 芒格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在美国找三个好企业吧 然后在他们身上投资 接下来你就可以等待了 等待长远中的丰厚报酬 与此同时 你还不用时时刻刻紧张地 关注其他投资人的表现 因为好企业总会做出一系列正确的抉择 5.直面错误 时刻反省 投资活动就是一场赌博 亏损与错误向外在所难免 即便是巴菲特和芒格也同样犯过投资错误 芒格表示 如果由他来制定董事长张成 他一定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检讨投资错误 如果投资活动出现了错误 当明确这是业内常态 不要太过沉浸于自责之中 但一定要开展反省活动 把错误研究透彻 然后踩着其中的经验更上一层楼 促成成功投资的方式并不仅局限于此 这是一场战线集成的战役 只有明确其难 才能认真对待 进而引导自己进驻打赢战役而致富的阵营 这是芒格的忠告 也是芒格的智慧 4.投资 学会简单化还不够 因为简单与容易从来都不是一码式 所有的投资理论体系 都有着自己的优势与价值 有些理论高深莫测 却没有几个人能够驾驭 这样一来其价值体现便大大缩水 而有些理论简单明了 任何人都能理解并执行 这才是最值得推崇的投资理论 在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来物》当中 一段剧情 讲述了有关美国国家航天局的一个笑话 为了做好太空计划研究 宇航员在太空舱里需要用纸笔记录一些数据 但是在零重力的环境中 圆珠笔没有办法书写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科学家们日夜奋战 花费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终于研发出了一种 能够在零重力环境中正常书写的笔 并且可以适应任何温度 任何姿势 一时之间 夜内欢庆 然而 俄罗斯人只是复制一项 我们用铅笔同样可以做到 想象一下 你作为一个投资者为了获得成功 埋头苦干 披荆斩棘熬战十年 期间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与精力 终于登顶成功 但是请侧身一看 有位与他同时起步的人也站在山顶 而且还早到了十年 投资者非常不解 于是上前询问 对方却云淡风轻地说 当时有一条进路 你没看见 这才多走了十年的路 当然 进路和简单并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在某些时候 甚至还会扯成功的后腿 芒格表示 人总是习惯思维定势 喜欢用自己的主观一段去分析问题 就像是人皆明白投资绝非意识 因此主观上便把该项活动复杂化 即便是真的找到了简单化的途径 也会因为误判而出现失误 投资确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但它实际上并不容易 这一句话意味深长的话 是巴菲特对投资活动的整体看法 简单与容易的概念是不同的 对很多人来说 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并不容易 我们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 或许它们存在一定的简单性 但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个事实 从而在心理和情绪的驱使下 转弯抹角 而做出一些错误的举动 投资是一种概率性的活动 你可以为其注入一定的运气成分 但是 这其中不明确的变数实在太多 并不是投资人周全部署 就可以全面掌控的 甚至 很多合理决策所带来的结果 往往更加糟糕 这便是投资的难度所在 当然 合理的流程与准备还是有必要的 从长远来看 合理动作终归是明智的 对此 芒格只提出了一句忠告 无论如何 请相信复杂性绝不是投资者的朋友 有些问题相对简单 所以我们不能想太多 而有些问题相对复杂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将其简单化 但注意不能偏离整体 遇到问题要尽可能地将事情简单化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过于简约 这句话是芒格多场演讲的主题 而利用简单化以提升业绩 是芒格与巴菲特共同的观点 在芒格的投资逻辑中 男者与异者经未分明 而他只会专注于去寻找异者 并且将其看作一根树枝 只留一主观部分 然后把其余所有的细枝末也剔除掉 对于男者则是必而远之 芒格将其视为好决策的必要途径 因为在剔除无关紧要的事情 无视愚蠢的念头的同时 你的大脑 并不会被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所阻塞 这时候 一些明智的决策便会畅通无阻地流露出来 当然 这个过程需要专注地帮忙 因为专注不仅能够把问题趋于简单化 还能在这个过程中将所有的思路了然于心 甚至可以视为相对实在的投资回报 芒格将投资过程分成三个篮子 分别为进入退出 以及太难 这三个篮子贯穿了投资活动的所有过程 就连前期的观望也被包含在内 对于投资活动 特别是一些潜在的投资活动 投资人必须拥有敏锐的洞察力 如果发现在洞察力的基础上 仍旧无法了解该向投资活动的动向 那么就可以将其放在太难的篮子里 不予涉足或理会 作为一名投资者 如果你能分辨出一些困难和容易的事情 就请不要试图去跨越太难的雷池 芒格时常把孔子指之为之之 不知为不知 使之也的观点挂在嘴边 并将其作为投资活动的重要基石 芒格说 类似的话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 这虽然是一种观点 却更想一想能够被学会的技能 因为他所带来的结果与你的利害关系 紧密相连 世界上有很多人非常有自知之明 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知识边界在哪里 这不是所谓的自觉或品质 而是介于某种原因所必须掌握的情况 就如同一个高空走公司的表演者 他很清楚自己职业的危险性 所以他必须时时刻刻了解自己的状态 并且勤奋刻苦地磨练自己的技能 因为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也正因如此 他才能在这个行业中生存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 作为高收益 高风险的商业活动 投资就如同高空走公司 这个行业收益很高 却也伴随着莫大的威胁 转念一想 走公司不过是从这一头走到另一头罢了 看上去很简单的样子 没错 这个过程确实很简单 也没必要将其复杂化 但是 所有人都明白 走过这段战战兢兢的路程 实则并不容易 因此 我们可以将问题简单化 以增强自己前进的信心 但同时也应该明白 这与容易并不是一码事 五牛市来临如同暴雨过后 浮起来的不是鸭子 而是吃糖 在证券市场普遍看涨的牛市当中 芒格曾用比喻评判过一些投资者 当牛市来临 代表证券市场的吃糖水涨船高 作为一个投资者 假如你是吃糖中的一只鸭子 随着暴雨倾盆而下 吃糖的水位也越来越高 你开始不断地上浮 这时候 你或许认为上浮的是你自己 并且因此而沾沾自喜 却想不到真正上浮的其实是吃糖 当牛市出现时 相信很多投资者都会欢呼雀跃 因为这代表着股市大涨 代表着财富翻倍 但人在兴奋的状态中 是很容易失去理智的 投资活动最擅长的便是 利用投资者的理性空挡 屎绊子 这往往会令投资者摔得很惨 面对牛市 芒格提出了颠覆性的投资观点 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做的 不是竭尽全力去做出所谓聪明的举动 而是要想方设法地阻止自己 做出犯傻的行为 很多时候 我们只需把握住长期优势即可 要知道 淹死的往往是会水的 这句话必然存在一定的道理 对此 格雷厄姆投资体系也提出了相应的观点 当牛市来临 该体系的理论竟然是后退 即做出逊于大盘指数的行为 实际上 格雷厄姆体系的活跃度 在股市下跌或是瓶颈知识更为明显 这一度令很多投资者感到困惑 该体系主张放弃牛市当中的某些机会 转而在股市下跌或不景气知识 趁机跑赢大盘 美国投资界的低调顶尖高手赛斯卡拉曼指出 大多数的投资者只关注自己所获得的回报 却嫌有人去注意相关的风险 以回退的方式欺身股市 并非是所谓的保守投资 而是一种规避风险的手段 长期只有才能获得长期回报 这是股市的铁则 王子变青蛙的故事众人皆知 而在投资界 这个故事又有了新的版本 一位投资者正在池塘边散步 突然从水里跳出一只青蛙挡住了他的去路 这只青蛙眼睛咕噜噜地看着投资者 竟然开口说话了 请问你是一位投资者吗 投资者还未从青蛙突然跳出来的惊吓中缓过神来 又发现这一只青蛙竟然会说话 顿时六神无主 但他还是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 并开口说道 没错 我确实是一位投资者 话说你怎么会说话呢 青蛙叹了一口气 我本是一位股票投机者 因为受人暗算 被施了魔法 投资者皱了皱眉头 这似乎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故事 青蛙 是的 仅仅是因为我的一位重要客户不喜欢我的投资结果 便对我下了毒手 不过魔法还是可以解除的 只要别的投资者吻我一下 你愿意帮我吗 投资者听完之后 便把青蛙装进了手提包里 然后快步离开了池塘 青蛙不解 喂你要干什么 你什么时候吻我 投资者说道 我是不会吻你的 对我来说一只会说话的青蛙 要比一位股票投机者有用得多 这个故事的版本 完美地诠释了长期回报的投资活动 如果你有获取长期回报的眼光 那么就必须拥有能够接受短期内业绩 逊于大盘的魄力 要相信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在股市中 没有人是长盛将军 若要成为笑到最后的人 就必须稳中求进 做到能趋能深 做到成功投资的方法有很多 我们应该追求的不能仅仅是相对更好的业绩 而应该是绝对出色的业绩 所谓相对更好说到底不过是一个虚指 而切切实实的业绩才会带来真正的回报 很多时候 芒格的投资逻辑 与大多数投资者存在一定的差异 甚至相反 在他看来 若想获得投资回报 只要做到少犯傻便能高枕无忧 这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 但芒格解释道 这其实就像数学代数 很多问题都是通过逆向思维解决的 如果我们用逆向思维来思考 不要犯傻 这件事情 便可以呈现为 主动去寻找那些可能会被选择的愚蠢路径 然后想办法避开它 这样一来 便可以安心选择较为合适的道路了 人们总是在想我现在还缺少什么 实际上 完全可以用减法的方式去发现自己想要什么 人们对于探究到底什么是正确的 有着迷一般的执着 实质上 我们大可以去明确什么是错误的 比起前者 后者或许会更容易 并且账案可以通过 规律的方式 达到与前者一样的目的 投资活动被各类不可预知的风险 和变数充斥着 能够不犯傻便是最大的聪明 就像芒格所说的 明确你知道的是什么 往往比聪明更有用 每个投资者都是股市的观望者 芒格也不例外 纵观芒格的投资活动 可以看出他总是在寻找非常明显的投资收益 只有这份投资项目表现出了绝对的回报优势 芒格才会为此动心 但这种耐心与眼光并不是属于所有投资者的 芒格表示 一位合格的投资者固然存在一定的耐心 但他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找准时机开展买入活动 芒格把投资项目当作从四面八方飞来的棒球 而所有的投资者都是手握棒球棒的接球员 想投资哪个项目便去接哪个球 当然 这些球也分好球与坏球 接球员需要在极端的时间内敏锐地分辨出来 既要接主认出来的好球 又要适时躲开坏球的身影 因此 你没有必要也最好不要每一棒都去接 你要做的 就是去找出那隐藏在坏球当中的好球 然后果断地下重铸 可见 在芒格的投资逻辑中 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 只持续时间较长的大跌市 都有令投资者大显身手的机会 除了要认真把握之外 投资者只需注意一点 不要犯傻 六亿拙人打牌 不要指望个个都能赢 在物理学中 存在一个能量守恒定律 所有的能量都是此消彼长的 应用到投资领域 你会发现股市中的买入和卖出也都是守恒的 这很容易理解 就像你买一个汉堡 定然就有人卖出了一个汉堡一样 当然 买方与卖方是各取所需 彼此之间并没有损失 但投资活动与之存在一定的区别 既然有成功投资之说 那便存在失败投资的概念 这个类似于赌博的商业游戏 是一个有输有赢的战场 成功者作为赢家 获取了大量的财富 而这些财富的来源便出自于失败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股市中所流动的资产总数 实则并没有发生变化 只是资产去向一主而已 就像芒格所说的 投资就像赌博 所有的投资者都在共同承担 庄家总费用的业绩损失 但所有人都心甘情愿 这时候 庄家会拿走属于自己的那份回报 而剩下的便会被股市中 将近一半的投资者所瓜分 但他们得到的回报大多是中等以下 其介于 不值得太过兴奋 与实在是非常糟糕 之间 对此 非盈利组织共同基金的创始人约翰 伯格尔说的较为直白 在市场的诸多领域当中 赢家与输家从来都是相对存在的 他们互相对应 同时出现 以维护市场的输赢守恒定律 而赢家所得的回报 正是市场取走自身那一份所剩下的费用 这是属于整个市场的集体活动 所有投资者 都需要明确自己成为赢家或输家的原因 因为你需要继续保持赢 或是改变下次输的命运 对此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布鲁斯格林沃德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所有投资者都能跑赢大盘 我想他们应该都身在忘忧湖 小说地名 那里的人普遍高估自己的优点 而忽视自己的缺点 投资者们的表现有好有坏 因此也能评出一个平均表现 而这个平均表现 一定会与资产的平均表现相对应 每当你买一只股票 就会有人卖出一只股票 而你需要思考的是 我为什么会成为此次交易的赢家 输家 芒格也提出了相类的观点 股市中 从来没有每个人都可以赚得蓬勃金满的情况 这就像一桌子人打牌 人人都赢的结局是不存在的 因为市场是一个阴晴不定的疯癫先生 所以处在市场中的人也有时会被传染 做出一系列犯傻的行为 这通常表现在股票被错误定价之上 每当这时 芒格便表示 又有一个大傻瓜出现了 这对于整个股市来说 或许是一件坏事 但对于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来说 或许便换了一个角度 作为投资界的大佬 巴菲特与芒格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总是能做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 却又令人极度赞叹的投资决策 在芒格看来 投资者们存在一定的从众心理 因此集体犯傻的情况也是有发生 但是这种情况终归程度不一 由此所带来的潜藏着的投资收益 机会也相应变化多端 一位合格的投资者 会通过大量的观察与思考来武装自己 然后以守住待兔的姿态 去等待故事中的蠢行送上门来 并从中搜寻出潜藏着的机会 芒格一直奉行格雷厄姆投资体系 主张着眼于长期利息 对他来说 投资活动更多的是基于等待错误定价的市场状况 以此来获取隐藏着的资产 即便此活动对耐心的消耗有些大 芒格也不会将目光转向预测短期未来 把握市场错误定价的时刻 然后辨识出潜藏的资产 这是芒格投资活动所常用的手段 但这种手段却嫌有人能够理解 毕竟抛弃短期预测的心态并非人人都能做到 这项极乐价值法 世人皆知价值法异常简单 但有趣的是 投资者们多数并不会照此理念去做 需要说明的是 这种情况往往会一直持续下去 就像巴菲特所说的 很多人把价值投资简单地看作一个书本概念 于是天真的以为随着时间的发展 自己终究能够掌握并应用它 但事实是 价值投资却把所有人当成了求偶对象 要么一见钟情 要么转身再见 在股市中 一旦出现了被错误定价的资产 投资者们的普遍表现都是惶惶不安 但芒格与巴菲特知道 每当股市迎来低迷的时刻 便意味着他们的机会来临了 赌博的名声之所以倾向于贬大余包 多半是因为它会令人疯狂 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觉很不好受 于是人们的侥幸心里开始作祟 下一次一定会赢的 而正是这样的想法 一步一步将人们拉入了深渊 股市有着同样的力量 即便此时的你遭遇了惨痛的失败 你的心中仍旧会燃起一次希望 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情况 我的遭遇相比其他人要好得多 于是整个股市有九成的人遭遇了重创 却仍旧有人不切实气地宣布 我属于那百分之十 股市就是一个大赌场 芒格的意思并不是告诉投资者要 因噎费时 事实放弃 重要的是要切合实际 当然 世界上能够做到切合实际的人并不多 这是人性使然 但这种情况 往往会给理财规划师造成一系列的困扰 明知自己的客户成功无望 却还是需要告诉他们跑赢大盘没有问题 或许 客户需要这份鼓励 而规划师需要这份合作吧 但不可否认的是 此举定然存在莫大的风险 在信心的驱使下 或许你下的诸会随之增加 而这无疑放大了损失 意识到上述观点之后 很多投资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股市中的投资者不可能一直可以跑赢大盘 因此 投资活动的选择 最好是一些低成本指数的基金 多元化的分散投资也是非常可取的 这样的建议似乎是正确的 但这更加适合普通大众的做法 因此 芒格不会提倡 在芒格看来 投资界的成功者总是凤毛麟角的 甚至可以用3%或4%来形容 虽然跑赢大盘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但仍旧存在一些被称作大佬的人存在 投身股市的人皆有一个成功梦 在梦想的驱使下而努力 是值得提倡的励志途径 但成功与失败总是相对存在的 没有永远的成功 也没有永远的失败 当然 人人成功和人人失败的情况也没有多大概率 所有的投资者当明确这一道理 以坦然的心态去驱逐侥幸与抱怨的心理 7-赔得上成功的人 势必扛得起损失 想要拥有什么东西 首先要让自己配得上它 这是芒格对于追逐成功的诠释 当然 配得上所包含的寓意有很多 与之并兼而立只是最基本的条件 成功也会面临诸多挑战 想要持续与之相伴 就必须抗助所有挑战的压力 对此 芒格表示 配得上成功的人 势必扛得起损失 芒格对于报纸与新闻行业存在一种由衷的热情 这份狂热早在他的童年时代便已出具模型 芒格曾经是奥马哈全球先驱报的外品总顾问 而该报纸内部的新闻和执行编辑 都是芒格的亲朋好友 凭借着这份热情 芒格投资了布法罗新闻和华盛顿邮报 但他对这些报纸仅仅是持有股权 并没有实际掌控的权力 于是 芒格非常希望能够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 一份可以尽情表述自己观点与想法的报纸 或许是芒格的运气再度发力 他的诚意最终得到了回应 1977年 一份名为每日新闻的小型法律出版物出现在芒格眼前 他将这视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芒格找到布法罗新闻的运营者斯坦利普希 希望他对每日新闻提出自己的意见 斯坦 我知道他的规模或许不是很大 但这样我可以全部拥有他 你有什么观点 利普希 查理 不是我向你泼冷水 这份报纸简直糟糕透了 芒格 嘿 伙计 你还是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吧 利普希 这份报纸的印刷纸张是新闻纸 利普希又拿起另外一家报纸 继续说道 把这两份报纸叠在一起 看到了吗 查理 每日新闻比宽服印刷还要宽 这种风格真是太过实了 我想没有人会喜欢这份报纸 芒格 斯坦 不要这么悲观嘛 你在他身上 就没有看到什么不可多得的优点 利普希完全没有听进去 而是继续嫌弃地说道 还有啊 你看看这版面上的内容 真是太过老旧了 我想他需要革新一下 利普希自顾自地拿着 每日新闻的样报 各种挑毛病 而芒格在一旁只是沉默不语 利普希的话芒格也并非不赞同 只是他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放弃 如果报纸存在一定的问题 拿到手之后做出一番改进即可 倘若买入之前与买入之后无异 那还如何称得上是属于自己的报纸呢 下定决心之后 芒格便始终关注着每日新闻的动向 寻找一切下手的时机 机会在一顿早餐中悄然而至 那是在太平洋海岸证交所当中 芒格与证交所的伙伴们打着招呼 拿着早餐在一个位置坐了下来 在场的人都是投资界的活跃人士 在交谈中总是会交换各种市场信息 芒格旁边的人名为恰克里克肖 他是芒格曾经的律师和伙人 李克肖 嘿 查理 我最近要处理一笔交易 你帮忙出个主意吧 芒格 哦 什么交易这么有难度 李克肖 也不是什么大交易 每日新闻你知道吧 最近他卷入了一宗反垄断案之中 于是 他的主人正委托我办理出售这份报纸的事宜 芒格听到每日新闻要出售的消息 内心非常激动 这一刻终于到来了 李克肖喝了一口汤 继续说道 依你的观点 这比买卖怎么做才好 芒格没有正面回答李克肖的问题 而是郑重地说了一句 我想成为竞标人之一 就这样 芒格也加入了每日新闻的竞标行列 期待已久的结果终于出来了 芒格以250万美元的价格拔得头筹 顺利拿下了每日新闻 芒格与古瑞恩成为每日新闻最大的股东 二人也在该公司内展开了长久的合作 因为每日新闻的主营业务是法律新闻 芒格与古瑞恩顺势塑造 出了一条与法律相关的出版物 和周边产业链 很快 每日新闻的规模迅速扩大 逐渐成长为了一个小型的区域性帝国 在扩张领土的过程中 每日新闻从未停戒过收购活动 随着圣克鲁斯报 圣和赛邮报和圣和赛律师杂志 以及加州律师的加入 10至1997年 每日新闻集团已经拥有了18份报纸 所有刊物在美国的五个州中发行 公司共有100名记者 350名员工 虽然每日新闻表现出了不俗的成绩 但是却同时陷进了竞争的激烈漩涡 所谓树打招风 大抵就是他的写照 每日新闻经常惹祸上身 虽然这些麻烦 大多是由于美国法律类报纸的竞争 异常激烈引起的 这些麻烦有的是自己找上门的 也有的是潜伏已久而爆发的 首先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威胁 1986年秋 每日新闻集团上市不久 一位年轻人的造访 给这家小帝国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这位年轻人名叫史蒂文布里尔 他本是一位被学校除名的学生 通过自己的打拼 积累了一些法律出版物的编著经验 并且赢得了 鲁珀特法律出版界莫多克的称号 随后便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 这天秋风凉爽得很 这位胖乎乎的年轻人 悠闲地推开芒格办公室的大门 一脸微笑地看着办公桌前的芒格 查理先生你好 我是史蒂文布里尔 芒格并不清楚他的来意 于是客气地回答道 史蒂文先生请坐 你来此有何贵感 布里尔 我倾注查理先生的时间非常宝贵 这就开门见山了 实不相瞒 我在法律出版物方面有着一定的成就 我非常看好每日新闻 请问你有出售的意愿吗 芒格皱了一下眉头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人会打每日新闻的主意 史蒂文先生 我们没有要出售的意愿 布里尔仍不死心 查理先生你可以开个价我非常有诚意收购 芒格直截了当地说道 抱歉任何价格我们都不会接受的 此次不愉快地谈话结束之后 并没有意味着布里尔会就此放弃 他开始疯狂地入侵 每日新闻的新闻编辑事 并促使自己的报纸刊登一些猎奇的内容 以吸引眼球 与每日新闻展开了一场拉拢客户群的竞争之战 对于布里尔的威胁 芒格并不担心 说起来每日新闻已经有112岁了 一份百年报纸的根基并非轻易能够撼动 再者 每日新闻已经有了 萨克拉门托每日报道 与成绩快递 十年来荣辱与共 盈利极其可观 也不是一点风浪便可轻浮的据传 但每日新闻所面临的冲击并不仅限于此 随着美国境内法律出版物竞争形势的不断严峻 一片讨伐之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砸到了每日新闻集团的头上 其中包括同样是一家百年报纸的圣叠歌 每日报告 刚刚开办的华盛顿日报 以及与每日新闻存在夙愿的洛杉矶大都会新闻 洛杉矶大都会新闻 与每日新闻的积怨由来已久 前者的创始人原本是后者原主人的二把手 约翰·贝比杰安 在原主人罗伯特沃克辞世之后 芒格把领导人的位子给了 每日新闻的会计 首席财务官杰拉德·萨尔兹曼 为此被比杰安分而辞职 并且创办了每日新闻的死对头 洛杉矶大都会新闻 洛杉矶大都会新闻在诉讼中声称 每日新闻采取了赶尽杀绝的竞争策略 并针对自己采取恶意降价策略 表现为 在洛杉矶地区将刊登法律公告的价格降至成本之下 企图将洛杉矶大都会新闻挤出市场 与此同时 洛杉矶大都会新闻还撞稿 每日新闻与其他中介机构达成协议 采用亏本出售的方式进行恶意竞争 芒格对此不以为意 每日新闻从未做过任何违法之事 为了辩驳 芒格亲自出庭作证 在第二次庭审当中 每日新闻成功抗辩了所有指控 但是洛杉矶大都会新闻 对于审判结果并不服气 于是提起追加诉讼 每日新闻就这样陷入了长期的法律诉讼当中 面对每日新闻的境遇 古瑞恩曾这样表述 对于查理来说 钱并不是一切 我们当初进入这个行业 也是兴趣使然 对此我感到非常幸运 查理经常说 报纸能赚到钱这非常好 如果价值不断升值 我们就让它变得更好 而能够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 文字和法律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刑至1999年 虽然每日新闻的财政收入有所上升 但是净收入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这是诉讼开销过高所引起的 每日新闻 在一个又一个的诉讼案件中 全力为自己辩护 芒格介入该行业的兴趣 目的要大于其盈利目的 但如果公司的经济基础受到了威胁 或是某些不公平待遇 芒格依旧会积极面对 带领每日新闻走下去 虽然这期间出现了损失 但行军打仗胜败乃兵家常事 若想成功 就必须拿出面对失败的觉悟 8.投资者有四种人 你走上了怎样的道路 一个聚集了大量个体的组织 总会自然 不自然地分化出多方势力 股市也不例外 这里聚集了各色各样的投资者 幸运的投资者拥有投资优势 不幸的反而会成为他人的干扰因素 芒格为股市中的投资者做出了划分 将它们分成了四种类型 分别为 1.根本不理解投资的外行门内汉 世人因工作的原因分布在世界各个领域当中 很多领域 时不时地会接受一些本不属于该领域的人 或许不适合 或许不擅长 总之 很多门外汉正在硬着头皮去做门内汉 芒格在投资领域倡导一个 训练有素的反应概念 该项理念 旨在克服一些能够导致低劣投资决策的行为 避开一些外在杂音 指一些并不了解投资的人 亦或是一些浑水沫浴而阻挡你认识投资的人的干扰 生活中存在多种谋生手段 投资界自然也存在 一些不靠谱的人 在做着一些不靠谱的事情 例如 有人故意将投资复杂化 利用人们的求知心理而谋取利益 也有人善于把握投资者的心理与情绪 拿捏住投资者的低谷时刻 并从中牟利 这些人的行为使得投资活动变得异常艰难 对于这些人 为何会以把投资复杂化的方式去谋生 芒格给出了一个非常简练的回答 这很容易理解 没有人会接受花钱去买一个简单的东西 因为简单的东西不需要花钱就可以得到 但遗憾的是 最实用的方法往往就是最简单的 而越高端的东西 往往也是最简单的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投资者的心理与情绪 正在偏离被旁人支配的道路 在以往 理财规划的只能最有可能从中牟利 但行至今日 他们正在从资金管理当中脱离 理财规划师们正在致力于稳定投资者的情绪 调节投资者的心理状态 使投资者时刻保持清醒 冷静的状态 这看上去与投资活动关联不大 实际上却帮了大忙 他们正在极力阻止投资者们演变 成自己的敌人 随着理财规划市场渐趋饱和 竞争压力也在不断增强 于是 提高服务质量 降低收费标准 增强透明度便成为了新的竞争因素 并且在这些竞争因素的趋势之下 理财规划师的行为重点 开始向为客户提供价值之上迈进 二 一无所知的投资人 有些投资者看起来非常悠闲 他们自称自己做的是长期投资 投资完之后只需静静等待便可 而这种悠闲程度竟然到了 没有必要想方设法跑赢大盘的地步 在芒格看来 最适合他们的投资方式 恐怕只有免用金的指数基金了 芒格称这类投资者为一无所知的投资者 他们根本不懂得投资的基本原理 对此塞斯卡拉曼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作为投资者 如果你无法战胜市场 那就成为市场吧 巴菲特认同塞斯卡拉曼的说法 并表示 如果一位一无所知 那投资者开展的是定期指数基金的投资活动 那么他获取的收益 或许要比一位专业投资者还要多 相应的 一旦股市中的傻钱意识到自身的局限 那么他便不再傻了 三 被动投资者 被动投资者是格雷厄姆提出的概念 这类投资者不需要做出过多的决定 相当于那些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中的投资者 因为这些篮子代表着一些低成本的指数基金 以及交易所交易基金的多元化投资组合 因此 这类投资者又叫指数投资者 虽然不用做出过多的决定 但是被动投资者仍就可以进行选择 诸如资产类别与资产配置 而做出这些选择的同时 被动投资者的情绪与心理 同样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从而影响到投资活动的发展 四 主动投资者 与被动投资者相对 如果选择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即投资个股或是其他证券 那么这位投资者便是主动投资者 若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主动投资者绝非易事 在投资过程中 该类投资者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还要时刻保持理性冷静的情绪 所有的决定都需要自己亲力亲为 因为投资资产较为集中 大有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意味 很多人把能力视为做好一件事的重要因素 但威廉·伯恩斯坦却更偏向于兴趣 一位成功的投资者 必定会对整个投资过程感兴趣 投资只是360行中一个普通的职业 与其他职业没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对资金管理并不感兴趣的人 其所呈现出来的结果难免不尽人意 但遗憾的是 偌大的股市当中 众多投资者对于理财的态度 却想急了去看牙医 作为投资者 不管你属于哪种类型 做决策是一个绕不过的活动 而了解一番芒格的投资逻辑 将对投资活动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芒格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布鲁斯·格林 我的口中 斩 获了一个名为突变性生物的概念 于是饶有兴致地与巴菲特聊天 芒格 沃伦 如果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在做一份调查问卷 问的是投资者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你认为哪个答案能占到最大的比重 巴菲特 你又脑洞大开了 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个答案 我可不是上帝 除非我能得到所有的调查问卷 芒格 哈哈 如果有人说答案是情绪 你怎么看 巴菲特 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答案 是你的想法吗 芒格 也是格林沃德的想法 巴菲特 哦 接下来才是你想说的话吧 芒格 有一个突变形生物的概念 你我都是突变形生物 巴菲特 我可不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为你归到一个莫名其妙的阵营当中 芒格 哈哈 听着卧轮 突变形生物的嗅觉与普通人是完全不同的 这主要体现在捕捉投资吸引力的方面 巴菲特 这样听来倒有几分贴切 突变形生物与大众是两个对立的阵营 在后者眼中 前者的想法总是匪夷所思 甚至有些离经叛道 但前者总能看到被后者忽视的关键点 而那属于成功的3%或4% 似乎就处在人数较少的突变形生物当中 投资是一项劳心费力的活动 其过程也是无聊透顶 倘若再加上收效甚微 甚至有所亏损 那实在无法提起人的兴趣 久而久之 你就会产生对于自己的评价 我可能太容易分心了 以至于该冷静的时候却只顾惊慌失措 而到了该拿主意的时候 却更倾向于随波逐流 看来我并不善于开展投资活动 不如就去投资低成本的指数基金以求稳妥吧 于是 你便成为了被动投资者 当然 在主动投资者中也存在浑浑噩噩的投资者 他们的鸡蛋放得够集中 因此成为了名义上的主动投资资者 但用来投资的鸡蛋却非常至少 对这类投资者而言 投资活动似乎只是一种消遣 这种行为形同赌博 很多人会把投资与赌博相提并论 却不知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 赌博的过程就在一张赌桌上 是一种当下消费的情况 在长期净限值 净值可能的收益与潜在的损失之差 方面是负数 而投资不同 投资会对当下的消费进行推迟 转而去追求净限值 即便是短期内无法获得期望的收益 也可以在长期内期望实际回报率为正值 很多人以为自己在投资 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却更像赌博 因为自己并不专业 很多投资者便把希望寄托到了 主动投资外包之上 希望通过一些可靠的专业之人 帮助自己跑赢大盘 但芒格的看法是 如果你是一名主动投资者 而正好出现了与之相关的事情 那么它便值得你亲自去做 事情有复杂与简单之分 面对复杂的事情 很多人会习惯性地将其寄托 给所谓的可靠之人 但芒格却告诉自己 无论事情有多复杂 一个自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人 往往会比不专业的人更容易犯错误 所谓的简单化 就是要学会避免让别人替你思考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投资者 都需要培养投资活动中 灵敏的市场反应 投资活动总是伴随着市场 发展而进行 要想成为最后的赢家 就需要时刻关注市场的变化 随时调整自己的资产趋向 以帮助自己规避错误 或是达到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的目的 Chapter 8 芒格格乍理论 理论要几百家大乘 投资要乘一家之言 在芒格的投资逻辑中 格乍理论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理论 很多人对此并不了解 倘若需要形象的介绍 不如将其看作为一颗篮球 一个完整的篮球就相当于格栅理论 而篮球表面存在很多纹路分化出来的隔间 每一个隔间代表一个思维方式 物理学 文学 生物学 社会学 天文学 哲学 数学 经济学等 而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便可以根据问题的性质 区分便应该采用哪一种思维方式 然后在思维方式中找出对应的思维模型 那么 问题便可以在有针对性的基础上 被有效率的解决 格乍理论核心的意义 除了帮助人们划分问题种类 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还体现着发散思维 采用多种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寓意 例如你看到了一座桥 在数学思维当中 你可以去研究它的长宽高和造价情况 而在物理学领域 你可以研究它的稳固性语力学原理 在历史学思维中 你也可以去研究它的历史 到了生物学领域 造桥的材料及分子构成便可以作为研究目标 如果你能学会格乍理论 那么对于任何问题的思考都会更加深入 全面 研究所产生的正确率也会大幅度上升 一芒格说 生病会看医生 但只听意见 定自己治 每个人都会生病 这时候看医生便会成为最合理的行为 为了疾病尽快痊愈 我们也会尽可能地遵从医嘱 直到痊愈 这是毋庸置疑的行为过程 但在芒格面前 却呈现出了另外一番景象 芒格固然提倡专业人办专业事 因此生病之后也一定会去看医生 不同的是他只听取医生的意见 了解相关的病因 至于治疗的过程将由自己来完成 芒格所说的生病 指的是投资活动中所出现的问题 作为一名合格的投资者 你必须拥有自身的投资思维和投资模式 你可以去了解股市的变化趋势 也可以去借鉴优秀投资者的投资逻辑 但切记不可复制 最后的投资决策只能出自自己的思想 芒格一生都在找寻优秀的投资者 然后饶有兴致地去观察他们的投资活动 观察的同时也是学习的过程 这将融入到你自身的投资逻辑当中 当然这里的效仿与学习绝不是生硬的照搬 我们需要学习的 是优秀投资者的投资思维与特殊风格 然后结合自身的情况 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 阿菲特是格雷厄姆的学生 芒格也自称是后者的信徒 于是格雷厄姆的投资思想对二人形成了很大影响 格雷厄姆是一位保守而稳妥的投资者 他笃行的是价值投资 投资原则是廉价股 即成本低廉的雪茄屁股 诚然 只要股价便宜 即便亏损也不会带来多大损失 这算得上是一种稳中求进的投资方式 起初 芒格与巴菲特 均对格雷厄姆的投资思想深信不疑 于是他们便收购了大量雪茄屁股 但随着投资资产的后续发展 以及观察雪茄屁股的运营趋势 芒格不觉皱起了眉头 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尽人意 为了获得更好的投资效果 芒格开始对股市和众多投资活动 展开深入观察 随着投资经验的不断积累 芒格发现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 虽然有些股票的价格 高出了其账面价值的好几倍 但他们的价格仍旧非常便宜 这得益于该公司市场地位中的成长惯性 即公司存在很大的发展潜力 或许得益于其有些一流的管理体系 亦或是拥有一位出色的管理者 得知这一现象的芒格非常兴奋 犹如望见了新大陆一般 思维是一个发散性的东西 绝不该局限于一条道路 换一种思想或许能够邂逅更优质的结果 低成本的稳步发展固然稳妥 但站在长期投资回报面前却有些理亏 长辞以往 一些劣质收购资本便会榨干所有的利益 从而变成废资产 廉价股之所以被称为雪茄屁股总是有原因的 这便是格雷厄姆投资体系的局限性 如果一开始花费较多的钱 得到一家优质的企业 那么在长期发展中 定然能带来长足的收益 更何况 股市中不乏高一家 实际却仍旧便宜的潜力公司 产生该想法之后 芒格开始试着站出格雷厄姆的投资体系 对于一众市场问题 芒格仍旧会去向优秀的投资者取经 观察他们的投资方式与风格 但是 他不再奉行任何人的投资思想 而是开启了自己治病的投资之旅 1970年 加州糖果行业标杆喜事糖果 宣布出售公司股权 一时之间受到众多买家的关注 当时 蓝筹印花投资顾问罗伯特 弗莱厄地对喜事糖果产生了兴趣 并且联系了执行官威廉拉姆奇 与此同时 芒格的目光也落在了喜事糖果之上 喜事糖果发布出售股权消息之后 一开始确实吸引了大量买家 但是多数人确实点到为止 就此退出了 原来 喜事糖果的要价非常之高 其净资产只有800万美元 而股权出售价格却是3000万美元 虽然销售额为3000万美元 但是税后的利润只有200万美元 3000万美元的要价 不接受还价 在800万金资产面前 其溢价率足足达到了275% 巴菲特奉行的是 格雷厄姆的安全编辑原则 即确保收购价一定低于清算价 但在该项投资项目面前 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芒格不想放弃 他迫切地想知道 转变投资思想之后的成果会如何 而喜事糖果将会给出答案 于是 芒格打算试着说服巴菲特 随后他拨通了巴菲特的电话 芒格 黑沃伦 有大生意了 巴菲特一听也来了兴致 因为芒格总能带来不错的投资决定 哦 查理 看来你这些天又盯上什么有趣的项目了 芒格 没错 这个项目确实很有趣 不过 我们需要拿出高出账面价格三倍的资金 去一价收购 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 没等芒格说话 巴菲特便挂断了电话 他有些震惊 一价收购 而且是高出账面价格三倍 这也太冒险了 查理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听着电话那头嘟嘟嘟地挂断声音 芒格不慌不忙地放下电话 他明白巴菲特应该是没缓过神来 就这样挂电话的行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两位老朋友在彼此面前 总是能够展示出真正的自己 巴菲特虽然已经习惯与芒格针对投资活动进行争论 但前提是二人的观念和思想是统一的 争论的目的也是为了得出一个更好的结论而已 但此次不一样 查理竟然抛弃了安全编辑的投资原则 这岂不是与之前的投资思想背道而驰了 虽然巴菲特对芒格的做法非常不解 但他仍旧很好奇 到底是怎样的企业 竟然让芒格如此冒险 这时候 芒格的电话再一次打了过来 沃伦 你冷静下来没有 芒格慢悠悠地说道 巴菲特 给我一个理由 查理 芒格 其实糖果是一家优质公司 它能带来的收益是长期的 刚开始投入多一点资产是非常值得的 巴菲特 糖果业 我不认为咱们公司想介入糖果业 芒格 只是收购股权而已 我们完全可以让原有的领导班子去经营它 巴菲特仍旧沉默了一会 芒格 这样吧 我们先去一趟洛杉矶 到时候再做决定吧 就这样 二人飞到洛杉矶 见到了当时喜事糖果收购业务的负责人 查尔斯·哈金斯 哈金斯并没有对伯克希尔的收购意向 寄予太多希望 因为在世人看来 伯克希尔是一家衬衫公司 他对糖果业又有多大兴趣呢 会谈按部就班的开始了 巴菲特在会谈中发表了很多意见 芒格有时会打断他 继而提出自己的看法 看到会谈过程的火热程度 哈尔斯这才相信了 伯尔·希尔的收购诚意 接下来 双方针对收购价格 以及收购之后的业务运营展开了讨论 巴菲特表示 如果合作达成 伯克希尔不会自己运作公司 希望对方举荐一个有能力的人 负责公司的运营 第二个问题很容易便解决了 哈尔斯会亲自运营喜事糖果 但第一个问题却使得谈判陷入了僵局 喜事糖果坚持要价3000万美元 并且不打算做出任何让步 在巴菲特看来 喜事糖果的账面价值很低 他和芒格只能接受 不超过2500万美元的收购价 双方各不让步 于是谈判失败了 芒格与巴菲特就此离开 这个看起来原本就不怎么契合的合作 似乎就要无疾而终了 但令人惊喜的是 巴菲特还是接到了喜事糖果的电话 对方称接受了2500万美元的收购价 交易便奇迹般的复活了 1972年1月3日 巴菲特与芒格通过蓝筹印花 正式收购了喜事糖果 在最初阶段 喜事糖果的发展非常缓慢 但无疑又非常稳健 利润在一次性投入资金的前提下 源源不断的涌来 30年之后 喜事糖果带来了超过10亿美元的利润 经此一役 巴菲特的投资思想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他逐渐理解了芒格以低价买入劣质公司 然后需不断投入后续援助资金的投资行为 实际上要比多投入一些资产到优质公司 中途不用再投入任何援助资产 然后坐等收钱逊色的多的思想 并于1988年成功复制了该项案例 以同样的手法收购了可口可乐 就此迎来了两位投资大佬 于商界地位中的右语高峰 溢价收购优质企业的投资行为 被芒格称之为坐等投资法 这倒是非常形象 如果你投资了一家伟大的公司 那么接下来的日子 你只需安稳地坐在办公椅上 也不用额外花费心思和力气 时候一到 它就会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 从收购喜诗到收购可口可乐 这些投资经典的成功 当归功于芒格的思想转变 它学会了自己给自己治病 敢于冒险去打破原有的稳妥投资道路 积极寻找能够带来更好投资效果的思维模式 条条大路通罗马 投资之路同样四通八达 明确了这一点的芒格 就此成就了自己 也成就了巴菲特 二人们总是算得太多 想得太少 在开展投资活动之前 前期准备是决定整个投资过程的关键 很多人会致力于大数据的研究 想从过去的数据和将来的预测数据当中 得出该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发展趋势 却不知 这些数据一个老旧 一个不实 于实际而言 没有半点助力 比起做这些无用功 想要在风云诡决的股市中生存 更需要的是具备敏捷的思考与观察能力 做到随时掌控市场的动向 针对变化迅速得出应对的方案 遗憾的是 故事中的投资者们往往更热衷于计算 却很少进行有效思考 疑惑是思考的太过局限而不够全面 从而在变化着的股市面前陷入被动 1977年 即收购蓝筹印花之后 芒格与巴菲特又收购了布法罗婉报 此后 二人的收购目标 开始从一些小公司 逐渐上升到声名在外的大公司 布法罗婉报是以蓝筹印花的账户所收购的 这成为了伯克希尔最具影响力的一份资产 但其后来的发展并不顺畅 甚至给芒格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1974年 布法罗新闻集团家族的一位重要成员去世 这个存在了近百年的公司迎来了迟暮之期 开始作为遗产走上了被拍卖的道路 之后 拍卖活动一直延续了三年之久 到了1977年 芒格与巴菲特飞到了康涅迪格州 见到了拍卖交易的经纪人 或许在布法罗婉报最初宣布拍卖的时候 并没有引起芒格与巴菲特的注意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二人的目光逐渐靠拢过来 这两个从来不会不假思索的合伙人 就这样观察了几年时间 期间有过讨论 有过思考 这才铸就了此次的行动 与经纪人的会谈很顺利地展开了 巴菲特首先说道 先生 蓝筹印花打算出资3000万美元收购布法罗婉报 并真诚希望能够促成这笔交易 经纪人 沃伦先生 说实话 您开出的价格我们是无法接受的 听到对方如此说 巴菲特望向芒格 这个数字是二人商量了很长时间 又在飞机上探讨了一番的结果 芒格没有说话 而是淡淡地看了巴菲特一眼 巴菲特明白了芒格的意思 好吧 3200万美元 贵方是否可以接受 芒格与巴菲特明白 这将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所以也讨论过加价的情况 3200美元是二人决定的上限 为表诚意 巴菲特直接抛出了最高期望价格 遗憾的是 对方仍旧拒绝了 在1976年 布法罗婉报的利润只有170万美元 巴菲特开出的价格实际上已经非常之高了 他没有想到仍旧会被对方驳回 这时候 芒格是以巴菲特先暂停一下会谈 巴菲特向对方表明了意思 于是二人来到休息区商量 巴菲特首先开口 查理 你有什么对策 芒格 不管晚报之前的收益如何 你我都明白他本身的价值 布法罗可以将拍卖时间延长至三年 便说明他定然不会轻易妥协 巴菲特 如果继续提价的话 你想控制在什么范围 芒格 提价的空间还是有的 不过浮动没法太大 巴菲特 没错 我们再进去一趟吧 芒格与巴菲特再度回到了会议室 他们递给经纪人一个本子 上面写着一个数字 3250万美元 这个数字被接受了 交易达成了共识 这场收购举动非常大胆 在当时 3250万美元 足足占据了博尔西尔净资产的25% 芒格与巴菲特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幸运的东山再起 收购不法罗晚报之后 该报纸的商业发展历程遭遇了极其严峻的商业环境 首先是不法罗晚报自身的问题 如今的他像极了一个垂垂老者 似乎用袖带城市 美国的老工业区因制造业下滑 遍地都是被遗弃的袖记斑斑的设备来形容会更加贴切 其次不法罗晚报当中上存在一些激进的工会 他们的活动只会给奄奄一息的 不法罗带来更大的负荷 再者不法罗晚报的竞争对手 从来都没有放松警惕的迹象 最后不法罗晚报并不发行周日特刊 这其实是一项利润较为丰厚的业务 但不法罗没有涉及 当然不法罗晚报也存在一定的优势 除了自身的价值体系之外 不法罗在纽约西部还拥有一些稳定读者 芒格与巴菲特明白 在不久的将来 不法罗地区只能容得下一份报纸 他们耗费四分之一净资产的投资项目 要么一家独大 要么就此付诸东流 于是不法罗晚报属于蓝筹印花的第一时间 便成为了不法罗新闻 想到周日特刊的丰厚利润 芒格明白 不法罗新闻正迫切需要发行周日特刊 为了稳定读者 周日特刊在发行之初 建议免费的方式赠送给老顾客 而在书报摊上的价格只有30美分 这个价格要比其他报社的周日特刊 低了将近一倍 这原本只是帮助不法罗新闻 东山再起的销售手段 却不料被竞争对手握住把柄 新闻快递 以不法罗新闻 开展大量广告投放活动 过度优惠活动为名 斥责其违反谢尔曼反垄断法 将其告上法庭 经查时 该项罪名成立 于是短暂的周日特刊迎来了强制令 就此夭折 在决定收购不法罗晚报之前 芒格便想到了打官司的层面 他很明确要开展周日特刊的新业务绝非一事 由此牵扯出的诉讼斗争也在意料当中 但是他同时也想到了此项投资活动 绝对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也想到了诉讼活动中几方能赢或会输的要点 因为明确结果 所以才会昂首向前 因为讨厌不假思索 所以习惯推演所有最坏的结果 虽然这场诉讼在芒格的意料之内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即便己方律师尽了最大努力 但是强制令还是被判了两年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 美国报纸行业步履维艰 不论是不法罗新闻 还是新闻快递都在持续亏本发行 刑至1979年 不法罗新闻的营业赤资竟然达到了460万美元 当时的芒格与巴菲特还只是两个小资本运作人 这笔钱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随后 芒格对自己的股份亏损和所能承受的最大损失明确了一番 在投资的战场上还是需要被水一战的 芒格缓缓说道 奈何祸不单行 20世纪80年代 美国经济迎来了大衰退 这对发展情况原本就极为严峻的 不法罗新闻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1982年9月 新闻快递已无法维持运营 宣布停刊 此后 不法罗新闻虽然没有了竞争对手 但仍然步履为奸 随着经济衰退的大幅度扩散 不法罗地区制造业 零售店的业绩急速下滑 破产关门者比比结实 失业率也达到了15% 于是 对于广告的需求也相应下滑 不法罗地区所遭受的经济衰退冲击 要比美国其他城市严重得多 各地报纸行业都在此冲击之下 纷纷举起白旗 就此销声匿迹 芒格一直在关注收购 不法罗晚报的机会成本 针对失去的机会成本 高出账面亏损的事实 一直耿耿于怀 认为自己必须承担 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他曾给蓝筹印花的股东们 写过一封信 或许 当初收购不法罗晚报 并不是一个明智的行为 虽然很多原因需要归咎于市场与经济环境 倘若没有开展这项收购活动 我们手中应当掌握着7000万美元的资产 每年的利润都会超过1000万美元 经济状况相对现在势必要好得多 但不可思议的是 芒格的这个预言竟然是错误的 不法罗地区的经济终于迎来了复苏 报纸的利润也开始大幅度上升 不法罗新闻的利润也终于迎来了春天 从1977年收购不法罗新闻到不法罗地区迎来经济复苏 作为主要负责人而深感遗憾的芒格 从来没有发过火 在他看来 抱怨与懊悔从来都是无用功 只有盯紧眼前 针对情况找好对策才是理性的投资思维 看到曙光之后 巴菲特开玩笑地对芒格说 查理 看啊 老天驳回了你当年的说法 芒格 哈哈 驳回得好 这次我倒希望是老天赢了 巴菲特 虽然晚了几年 我想应该不会那么困难了 芒格 继续大刀阔斧地热闹起来吧 于是 不法罗新闻 顿时出现了八个日报版本与三个周日特刊 作为不法罗地区仅存的一份都市日报 不法罗新闻的前进之路可谓始如破竹 于几年之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在周末 八成的市民都是不法罗新闻的读者 工作日也保持在六成以上 不法罗新闻一月 进入到了当时美国报纸行业的前五十强 走上正轨之后 不法罗新闻的日发行量达到了三十万份 每天的营业额高达一万五千七百万美元 税前利润更是达到了五千三百万美元 投资回报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一点二 从出现营业赤字 一月成为全美国最赚钱的报纸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为芒格与巴菲特带来了久违的投资回报 在决定收购不法罗晚报之前 芒格与巴菲特没有去无谓地计算起之前的利润 即便是之后遭遇市场问题 思考也仍旧占据着二人的投资活动 于股市当中要多看多想 计算那些陈旧与不识的数据 没有任何意义可言 作为一个优秀的投资者 去做出相对正确的投资决策 是每一位投资者都梦寐以求的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在特定的领域获得顶尖的能力 然后去斩获更好的成果 但同时也要明白 这需要条件 一个总能做出正确判断的人 被称为有远见 有眼光 这其中存在一个名为心智模型的概念 决策的正确程度 与该模型的精确程度总是成正比的 心智模型包括很多种处式模型 它像集了一个工具箱 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工具 方便 你遇到任何事情都能找到相应的解决方式 但每个人工具箱的齐全程度是不一样的 缺乏工具的多样化的人 其思考模式的种类也相对匮乏 更遗憾的是 人们的大脑 更倾向于使用自己喜欢和知道的思维模式 去思考问题 这很容易理解 就像如果你只知道世上有锤子 而不知道锯子的概念 那么当你需要把一根木头一分为二的时候 脑海中呈现出来的工具只能是一把锤子 想要获得更好的生活 获得更多的工具 就需要去了解不同种类的思考模式 用以充实自己的工具箱 心智模型形同芒格的格栅理论 多种思考模式便是各类学科的思考方式 每个事物都是一个多面体 用不同的学科思考模式去思考 便会得出不一样的答案 而这正是投资活动中出其不意的漂亮招数 想要成为一位优秀的投资者 获得更丰厚的投资回报 就不要做一个只有锤子的人 格栅理论囊括了多种学科的思考模式 芒格时常劝解自己 同时也是勉励他人 仅仅学习的话 或许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你必须去掌握各类学科的精髓 重要的是 要定期把学到的东西在实际中演练一番 只看剑谱 却不操修炼 也练不成武功绝学 当然 学习的时候也要贪心一点 要尽可能的全面 不要产生只研习单一科目的想法 如果你作为一位投资者 只简单地认为掌握有关经济学的内容即可 那么当你遇到其他类型的问题时 你所拿出来的应对方式除了经济学 将别无他法 格栅理论的学科类型有很多 包括物理学 文学 生物学 社会学 天文学 哲学 数学 经济学等 当然 为了修习格栅理论 若是要投资者们 再度去学习这实际门学科的思考模式 那显然是不现实的 事实上 格栅理论奉行的是思维多元化发展的理念 当遇到问题时 普通人或许只能看见一条路 而格栅理论使用者却能看见三条路 那么该理论的价值便体现出来了 因此 我们只需在生活中通过一些特定的渠道 去拓宽自己的思维模式 便可以达到目的 一 开展投资活动前 要列出一份投资清单 投资是一项数字游戏 最近模糊不透明 列好投资清单 可以帮助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以及在出现混乱局面时 使投资者能够保持理性和冷静 当然 清单模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条项标准 因为在投资过程中 新的问题会不断出现 清单中的因素也会随之增加 不过 我们并没有见过芒格使用自己的投资清单 这一概念更多地出现在他的演讲次当中 芒格一直在强调列清单的重要性 但他更倾向于鼓励投资者去独立思考 然后列出属于自己的投资清单 二 多采取逆向思维思考问题 若想练就多种思维模式 逆向思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逆向思考的过程中 很多钱藏着的问题都会浮出水面 在投资过程中 有人致力于追求好的成绩 以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也有人更倾向于锻炼自身规避风险的能力 以求获得长足的投资回报 能够意识到规避风险的重要性 也是眼光长远的重要体现 很多人会把风险与收益视为正比的关系 但对于芒格与巴菲特来说 无论风险大小与否 投资回报更多是来源于对于风险的规避能力 芒格不认为自己的成功得益与自身的聪明 而是他懂得要尽量避免愚蠢 分析一件事情时 我要只顾顺向研究他为什么可以被接受 也要逆向思考他有什么无法被接受的地方 就像投资者想要购买一只股票 需要思考的不仅是他有哪些值得买入的优点 还要分析他不值得买入的因素 只有掌握全面才能进退自如 才能在风起云涌的投资市场长久的立足下去 三 要善于从错误中取经 人人都会犯错 前进的要素便是踏着半角的石头 登上更高的山峰 最起码的原则就是不要在同一个地方摔倒 这块半角的石头可以是绊倒自己的 也可以是绊倒别人的 经验与教训可以自己心灵神会 也可以在旁人身上反思学习 有人说 爱迪生失败了三千次 才找到了发明灯泡最适合的材料 但爱迪生表示 我没有经历三千次失败 我只是学习了三千种 不适合做灯泡的方法而已 这样看来 便是对待问题的不同高度了 即便是芒格与巴菲特 也存在投资决策失误的情况 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 1993年 巴菲特赤资数百万美元买入了Dexter制鞋厂 但该厂却在几年之后倒闭了 巴菲特并没有将其作为失败而翻过这一页 而是认真研究了此次投资决策所出现的失误 并且从中总结出了要投资互成河的理念 就此 为今后的投资活动增添了一份成功的保障 股市中的投资者多数比较胆小 他们并不相信自己的投资决策 于是更多时候是依赖他人的投资方向 媒体宣传等 来开展投资活动 当然 这种方式也存在获取投资收益的可能 但更多功劳当归因于运气 随波逐流比较适合懒人与弱者 无论成功与失败 他们只会感叹一生命运 却得不到任何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因此他们永远无法进步 也做不到规避风险 四 向成功者取经 人是群居动物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他人息息相关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能力有限 不妨选择向有能力者取经 芒格一生都在寻找那些优秀的投资者 他对他们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思维非常感兴趣 这些成功因素被芒格吸收之后 便聚集在了其自身的投资思维当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 便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投资理念 经验的整合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 当量便达到一定成果 便会迎来渴望已久的质变 只牢记一点 可以取经也可以效仿 切记不可复制 五冷静与理性可在阅读当中休息 古事就是一个战场 战局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变化 事关成败 因此稍有风吹草动就会令人紧张非常 若想迅速而准确地判定敌情 并且得出相应的应对之法 就需要足够的冷静与理性 当然做到理性实则并不容易 这也不是一个朝夕之间 便能休息到的性格技能 但它可以通过时间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 而阅读便是积累理性的一项窍门 阅读可以令人静心 从而获得冷静 情绪冷静之后 理性的感觉便会愈发自然 与此同时 通过阅读 我们可以了解到自身某些不足的地方 阅读要有针对性 既然要为投资活动培养理性 就多去阅读那些著名投资人的著作 在这些著作当中 你会发现很多投资的诀窍和优秀的投资思维 对比自己 然后明确自己所缺失的是什么 最后有针对性的进行提升 便可达到离成功更进一步的目的 六 学会质疑自己 修习正伪能力 人们皆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大脑总会去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那个方案 因此 投资者会特别重义某只股票 并且下意识地将其他股票拒之门外 事实上 你喜欢这只股票与否 市场从来都不关心 它是最无情的存在 当达尔文产生一个想法的时候 他不会常规地去想尽办法证明这个想法 有多正确 而是不遗余力地去找寻所有与这个想法背道而驰的那些所谓的证据 芒格非常欣赏达尔文的思考方式 并且认为 这是一种能够帮助投资者 做出正确投资决策的绝佳方式 当你喜欢上一家公司或一只股票时 在买入之前 不妨去尽力证明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 研究一下不利于自己想法的因素 倘若你仍旧无法反驳自己 那么这项投资决策必定非常接近成功 格诈理论是一个综合性的投资思考模式 好的决策总是建立在大量的思考与分析之上 学会多方位去思考 尽全力考虑周全 为投资活动做好保驾护航的准备 次世界上所有的空想家都算不上聪明 1961年 芒格首度踏入房地产行业 并且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 当时的美国正值人口大规模迁徙 大量人员涌向洛杉矶 移动频率达到了每周一千人 这意味着国内的房地产行业 将迎来无可限量的繁盛之期 芒格看到了商机 于是大胆的涉足了 但令人不解的是 芒格只开展了五个投资项目 便在房地产行业急流涌退了 当时的芒格得到了140万美元的投资回报 这在20世纪60年代却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任何人看来 此时的芒格都应该趁热打铁继续捞金 而不是戛染收手 后来芒格开始与巴菲特合作 但伯克希尔公司 仍旧很少将投资房地产作为自己的被动资产 在之后的诸多采访当中 很多问题都涉及到了这个疑问 芒格只是平淡地回答 实际上 在房地产投资项目之上 我和沃伦都犯了一些明显的错误 很多时候 我们手中都掌握着多余的地皮 但当开发商带着他们的价格前来协商时 大多数情况下都被我们回绝了 也正因如此 我们错过了很多发展的机会 不然情况或许要比现在好很多 芒格表示当时的自己正在犯上 因为不满价格而错过了许多机会 或许有一些空想的成分 这绝对不是聪明之举 当然 芒格的说法定然存在自签的意味 在他涉足房地产投资项目的过程中 其所获得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 芒格之所以会进驻房地产投资 起源于一次遗嘱检验案 当时的芒格是一名律师 他的客户 也是他的朋友奥迪斯布斯 打算卖掉一份自认为毫无价值的产业 加州理工学院对面的一处街角地带 但芒格的建议是开发并保留这块土地 这是两栋占据着整个街角的房子 芒格兴奋地对布斯说 伙计 这可是整片街角啊 你打算把它拱手相绕吗 布斯 这有什么关系吗 对我而言这两栋房子已经没有价值了 芒格摇了摇头 有价值的不是这两栋房子 而是他们脚下的土地 布斯似乎没有听懂芒格的意思 一向沉默寡言的芒格 似乎把千言万语惊念成了一句话 把地址买下来吧 然后拆掉房子 建一片公寓 你一定会感谢自己的 布斯终于明白了芒格的意思 这的确是一个好主意 不过你要帮我啊 我自己做不了这个项目 芒格大笑了一声 放心吧伙计 我自己提出的建议 一定可以实行的 于是芒格便与布斯各自出资一半 买下了这块地皮 而这也成为芒格涉足房地产投资的第一个项目 一开始项目发展的非常缓慢 因为正赶上了经济低潮 芒格与他的合伙人便一直等待着翻身时机 结果非常可观 利润飙升到了400% 于是当初投入的10万美元 变成了50万美元的回报 该项目的成功与地理位置 公寓固局存在很大关系 这里的绿化非常好 正栖身于高档社区之中 再加上芒格希望 新公寓可以给住户带来更棒的生活体验 增大了房屋的使用面积 致使该项目非常抢手 1967年 该公寓项目住宅全部售庆 出厂甜头的二人 决定继续寻找下一个房地产投资项目 经过多方查访 帕萨迪娜的一条宽阔大街吸引了芒格的注意 这里曾经名利着上上个世纪的建筑 因为残破不堪大多已被拆除 代替他们的便是疯狂崛起的公寓楼 芒格与布斯 决定在此开展第二个房地产投资项目 在第一个项目当中 虽然后期的项目发展非常顺利 但是芒格发现了一个问题 底层的公寓往往会在短时间内被抢购一空 而高层的公寓想要出售却需要一些时间 芒格 布斯 这一次我们不盖楼房了吧 布斯 不盖楼房 为什么呢 芒格 楼房确实能够承载更多的公寓 一块地坯上的公寓越多 它带给我们的利润就越多 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想法 事实上人们更喜欢住在底层 芒格正在向布斯讲述自己对于空想家 和实干家的区别 作为第一个投资项目的参与人 布斯一定也察觉到了这一现象 于是 他认同了芒格的想法 那我们就盖一些平房吧 因为占据的地坪较多 平房的价格一般偏高 但即便如此 却还是迎来了大卖 与第一个项目不同 此次的公寓在短时间内便全部卖光了 此后 芒格再度踏上了房地产投资之路 但布斯却退出了二人的合作关系 在开展第三个项目时 芒格遇到了一个比较麻烦的客户 他经常与芒格打牌 也经常输给芒格 因为芒格身兼律师的身份 所以这位客户经常跑来咨询 客户 黑查理 我遇到麻烦了 想请你帮帮我 芒格 先说说你的麻烦吧 客户 阿罕布拉有我的一座购物中心 这个你早就知道 最近 我又乘租了帕萨迪纳政府名下的一块地址 因为它就在我的购物中心对面 有什么办法 可以阻止其他购物中心 进入到这个商圈范围 妈 事实上 芒格对于这位客户的想法是比较厌恶的 用他自己的说法便是不择手段的垄断 芒格并不喜欢他的这种处理方式 于是拒绝了客户的律师申请 我想你还是去找其他律师吧 我没有什么好办法 客户听了仍旧不死心 查理 你一定有办法的 把你想想法写下来我看一看 芒格非常无奈 再加上他本身便不善言辞 只能叹了口气说道 转租给我吧 然后我会负责开发 融资等工作 所得的利润我们对分 客户听后皱了皱眉头 利润 还是现金拿在手里更踏实一些 芒格没有再说话 因为他明白 所得的利润 即便是一半 也会大大超越现金的数量 这位客户有欠考虑 加上其之前的言行举止 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十足的空想家 芒格在这片地皮上建起了442栋单层的公寓 房屋价格是芒格 在房地产投资项目中最便宜的 售价只有2万美元左右 因为是自住室公寓 所以配置也较低端一些 但芒格在周围的绿化带上下了很多功夫 他似乎掌握了自己客户想要的东西 这也成为了芒格的卖点 一个好的环境总能为公寓提升他的格调 在本次投资项目中 芒格结识了一位新伙伴 阿尔玛歇尔 他担任着这些平房公寓的销售经理 当时进驻房地产投资市场 芒格实际上背负了一定的压力 首先 投资项目所购买的地皮并不是自由的 个人对其的使用权只有49年 通常情况下 借贷银行不会为租期少于50年的地产投资项目 提供贷款资金 但芒格还是找到了一家急需向外贷款 好赚取利息的借贷银行 其次 当客户问及49年后的土地承用权时 马歇尔只能如实地告诉他们不知道 因此也流失了近三分之二的潜在客户 但即便如此 房子还是很快便卖完了 之后 市政府更改了相关政策 将用于商业用途的地皮卖给了业主联盟 最后 当时的洛杉矶迎来了房地产市场衰退 且衰退程度堪称历史之最 但芒格的房产项目也存在一定的优势 第一 单层公寓 是该项目最大的卖点 第二 公寓所在地距离是中心只有20分钟的车程 第三 自住室公寓 不存在长期跟进和法律诉讼的问题 一旦出售 待财产交接完毕 便意味着项目的结束 同时也就与芒格没有关系了 这样看来 芒格在房地产投资领域还算如鱼得水 但是芒格并没有将其当成一个锦绣前程 越是一帆风顺 越是要保持清醒与理智 于是 芒格看到了一个打破空想的响雷 每次投资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而资金来源多是依赖借贷银行 而芒格并不希望自己在获得成功投资的同时 跌进对借贷银行的依赖当中 于是 他打算就此收手 做一个成功的 聪明的投资者 在芒格的第二至第五次房地产投资项目中 修建的都是平房 也都取得了良好的投资成就 此后 芒格便带着这笔投资回报 开启了自己的独立投资生涯 对芒格来说 依赖信贷银行 并不是他在投资房地产项目中 抽身而退的主要原因 芒格很清楚 房地产投资是一项细节邻里的投资项目 每一个细节都需要清楚足够多的精力 即便全身心的投入进去 也不一定能够做到周全 更何况当时的自己只是将其当作兼职 当人们处在顺境之时 思想总会普遍乐观 潜意识里认为这种顺境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其中的劣势与风险便被淡化起来 这实际上是很危险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便是一句真言 盲目的乐观 或凭想象而形成的锦绣前程 永远只属于空想家 芒格是一位实干家 在看到机遇的同时 他更注重风险 所以他才会比普通人要聪明 五漏水的船同样存在价值 关键在于你看问题的角度 不同的灯光下 事物的影子便会呈现不同的形态 一盏灯下有一条影子 四盏不同角度的灯下便会呈现四条影子 灯光越严密 事物就越透明 看问题的角度越多 事情就越透彻 不少银行也存在一些奖励机制 这令芒格稍许有些头疼 银行的CEO总是缺乏定力 在诱惑的趋势下容易做出奇怪的事情 因此 芒格一度认为 投资活动若是涉足银行业 将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但令人不解的是 伯克希尔仍旧涉足了银行业 或许芒格从另一个角度 发现了进驻银行业的可靠捷径 1852年 一家名为富国银行的企业悄然兴起 创始人是亨利·威尔斯和威廉姆富国 该企业除了从事主要的银行业务之外 还肩负速递的业务 到了20世纪90年代 富国银行已大有成就 不仅成为了加州银行产业的No.2 也栖身到了美国前10名 其中房地产信贷业务更成为加州之首 1990年 巴菲特赤字2.89亿美元 买入了富国银行10%的股份 500万股 每股57.88美元 在此之前 富国银行的股价为每股86美元 正值美国经济衰退 富国银行担心 房地产信贷这项主要业务会遭受冲击 于是开始抛售 巴菲特就此买入 在伯克希尔的股东大会上 投资银行业一直是股东们比较关注的项目 而随着时间的演进 芒格对此项目的看法 也在与时俱进中 不断变化 首先是1996年的股东大会 股东 伯克希尔向来对银行投资的态度并不热情 且大有进而远之的意味 此次投资富国银行的原因是什么 芒格 买入富国银行正值其股票抛售 很多人或许会将便宜作为一项原因 这固然行得通 但并不是主要原因 投资活动需要搜集的信息非常之多 富国银行的管理层 运营效率 成本控制等这些都是因素 投资对象的选择要看企业优不优秀 至于行业并不是先决条件 到了2003年股东大会 芒格表达了自己对于银行业的看法 银行业形同一个金矿 他甚至是完美的 或许 我和沃伦把在该行业中的投资活动搞砸了 事实上 我们完全可以在银行业投入更多的资金 近年来 银行业的盈利水平 已经大大超出了当初的预期 他的赚钱之道甚至可以用可怕来形容 2018年5月5日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 举行伯克希尔的股东大会 吸引了数以万计来自全球各地的投资者们 目前 富国银行正遭遇一系列丑闻 而伯克希尔的态度 也是整个商界所关注的重点 富国银行似乎迎来了衰退之期 先是虚开汽车保险账户 而后不断延误截止日期 已至到了胡乱收取费用的地步 最终惊动了联邦法院 业内对富国银行的评价为一艘漏水的船 为其前途与未来下了死亡判决书 股东 船之漏水 轻负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富国银行长期漏水下去 伯克希尔打算什么时候换一艘安全的船 芒格一旁的巴菲特回答了这个问题 可以明确的是 富国银行正在实行一种激励机制 而事实证明这个机制并不明智 虽然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 但错了就是错了 这也无可辩驳 但任何事情都是存在补救之法的 特别是错误 只要纠正过来 便可以重新开始 但富国银行最大的错误就在于 他们没有选择及时纠正 在我看来 机构发展到一定规模 定然会出现问题 不管是银行还是一些金融机构 这些问题皆出自本质 站在投资的立场上 我们能够发现富国银行内部组织上的错误 实际上这在很多公司中都非常常见 麻烦是总是会找上门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杀伤力降到最低 之后 富国银行也开始纠正这些错误 削弱这些事情的杀伤力 从承认错误到想要解决错误 是态度的一向转变 但是解决错误的过程或许没有那么容易 但我相信 错误终归是能够解决的 毕竟富国银行在解决这个麻烦的同时 其他业务仍旧在有条不紊的开展着 王格表示认同巴菲特的说法 我仍旧相信富国银行的明天 它应当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金融机构 它的实力远不止如此 潜藏着的力量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既然错误产生了 我便有理由相信在纠正的基础上 富国银行绝不会重蹈覆辙 如果一家企业或是一个人犯了错 我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进行谴责 这是人们的普遍思维模式 却也是最无用处的 错误已经发生了 埋怨与抱怨不会产生任何注意 这时候 最明智的做法便是纠正与弥补 如果能够在错误发生之后 没有因此而迁怒企业或其人 便可称得上理智 就像芒格与巴菲特一般 即便是富国 银行收到了美国监管机构的 1.85亿美元罚单 芒格仍旧公开表示 自己很喜欢富国银行 这得益于富国银行 无可撼动的行业优势 市场地位广阔 分行体系非常有效 消费信贷业务广受好评 上涨潜力足以抵消相关损失 船只漏水了 尽全力补上漏洞即可 思考问题 不要只局限在当下所发生的状况之中 倘若一处漏水便要弃船而走 似乎也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 在弃船之前 你首先要找到可以更换的船只 其次还要清点船上的所有物资 最后也是最困难的 这艘船本身就是一笔资产 如若就此放弃 其中的机会成本到底有多大 或许多角度看问题并不难 对有些人来说 不过是多点几盏灯的问题 但若是让你在一艘漏水的船上 把目光从漏洞上一开 转而去找寻有力的希望 便具备了一定的难度 毕竟冷静的思考需要相对冷静的环境 如果你在逆境当中同样可以看到前行的希望 那么你便掌握了以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的能力 六想抓住机会 试着用好奇心当诱饵 好奇心是一种能够使人在兴奋的状态下 探究事物真相与本质的神奇力量 通过好奇心 我们总能主动地去接触一些未知的事物 从而达到不断学习的目的 芒格是一个颇具好奇心的人 并对好奇心做出了一番较高的评价 心理倾向 或许会对人们的言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中不乏消极影响 诸如误判心理 由此会形成糟糕的后果 好奇心也是一种心理倾向 但它却能防止或减少其他心理倾向 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芒格对很多事物都存在一定的好奇心 因此它才会广泛地涉猎社会中的各个领域 通过阅读的方式了解各类知识 并由此总结出了属于自己的格栅理论 在好奇心的引导下 芒格的思维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 本身的认知与判断也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 因为对事物的正反两面阶存在一定的好奇心 所以也善于对任何现象说不 就此锻炼了自己的探索能力 如果你在投资活动中能够保持一定的好奇心 我相信你将收获不错的投资回报 这是芒格对所有的投资者 以及自己所提出的忠告 芒格说投资其实很难 也有人说投资实际上很容易 如果不考虑投资者们的投资水平 该领域的门槛却是够低 因此人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这个领域 所以投资者的身影遍布在全世界当中 而投资失败的情况每分每秒都在上演 失败者的总结能力总是很强 因此他们能够把自己失败的原因 分条列项地归纳出来 这其中往往多是在控诉投机策略 但嫌有人会去分析股市与投资的本质 他们对此并不关心 而这也是成功与失败的区别所在 侮辱动物天生便具有好奇心 尤其以人类最为强烈 芒格这样评价人类的好奇心 好奇心与人类文明是相互促进的 后者的发展使得前者在推动知识发展方面 发挥出了更大的效率 这就像雅典人的好奇 推动了数学与科学的发展 在伯克希尔的投资活动中 很多投资决策都是芒格与巴菲特共同商讨的结果 很多时候 二人会进行争论 以决定该听从谁的意见 对此 芒格表示 很多时候 沃伦会采纳我的意见 因为他很聪明 而我是正确的 在股东大会上 一些股东会 向芒格请教一些有关投资决策的技能 芒格的回答总是离不开独立思考 他表示 多读书吧 我读书之多 或许会令你感到吃惊 芒格因为自己的好奇心 涉猎了多个领域的知识 因此便衍生出了多元思维模型 芒格表示 如果一个人手中拿着锤子 那么整个世界在他面前都是一枚钉子 这体现出了一种单一的问题解决方式 因为世界绝不是一枚钉子 芒格喜欢打桥牌 经常和老朋友们一起娱乐 很多时候 他也会手握几张短牌 但是芒格总能找到充分利用他们的方式 并借此多次赢了巴菲特 比尔盖茨 以及卡罗尔鲁米斯 因为芒格的思想存在一定的体系 所以他表达出来的东西往往是宏观方面的 就像他的演讲总是长篇大论 喜欢简单的问题复杂说一般 世上总有一些热爱读书之人 但他们的境界又各有不同 如果翻过一页就此晴空的话 便无异于浪费时间 在芒格看来 获取知识是一种长久之计 如果做不到过目不忘 那便只能放慢几取的速度 不求甚解实际上存在一定的误区 芒格的好奇心是深层次的情绪状态 追求的是好奇心驱使下的本质问题 只有找到本质 才能真正理解 三分钟热度的好奇心是不具备足够的效用的 也许你会问 作为一个投资者 到底需要对哪些方面产生好奇心呢 好奇心到底是如何引导芒格做出正确决策的呢 问题的答案 从芒格的投资活动中便可窥探一二 每当出现问题 芒格会对问题进行刨根问题的分析 其中包括问题的实质 问题的核心 以及由此所衍生出来的相应问题 接下来芒格会站在问题的宏观角度上 去思考自己是否已经了解了事情的全貌 然后去自己的知识库里 找寻能够解决问题的相关方法和数据 如果知识库显示无 那么芒格便会承认自己无法解决 这时候便需要更换解决方法 如求助他人等 如果芒格拿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也会思考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 会对自己说 我需要做出决定吗 如果不尽快做出决定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 我是站在哪个角度上思考的问题 如果我达到了目的又将会面临什么 从发现问题到做出决策 或许时间非常短暂 但这期间 芒格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对问题做出了深度 解剖 你永远也不知道他的脑筋转了多少圈 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涉及了多少层面 就像你不知道好奇心的力量有多大一样 我们时常把成功的希望寄托给赤子之心 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纯真力量 原本每个人都有的 但随着后天的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 很多人的赤子之心 便逐渐被遗落在了旅行的路上 能够一直随身携带是非常难得的 好奇心更多情况下会体现在小孩子的身上 他们都是纯真的赤子 脑袋里孕育着无限的可能 想拥有芒格一般的好奇心 便多向小孩子学习吧 学习那些我们原本拥有的探索精神 Chapter 9 巴菲特眼中的查理 让我以非同寻常的速度 从星星进化成人类的古板老头 有人把1959年芒格与巴菲特的见面 称之为世纪会谈 当时的芒格35岁 巴菲特29岁 迄今为止 巴菲特都在遗憾没能早一点解释芒格 芒格不善言辞 在巴菲特眼中 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古板老头 但与自己争辩的时候 或是身处某些会谈 芒格又会展露他滔滔不绝的一面 奥马哈的见面给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通电话成了家常便饭 而一通电话往往会持续好几个小时 在商界 倘若遇到志同道合的人 大多会选择并肩而行 但芒格与巴菲特认识的前16年间 却没有开展任何商业合作 直到1975年 芒格才投身到了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巴菲特芒格王朝成立之后 伯克希尔的投资方向出现了巨大转变 蓝筹印花 比亚迪 喜事糖果 可口可乐 这些股份皆因芒格的鼎力合作 被伯克希尔收入囊中 从收购廉价股到买入知名优秀公司 巴菲特实现了从短期收益转向长期收益的投资模式 用他自己的话说 查理是一个让我以非同寻常的速度 从星星进化成人类的重要伙伴 以巴菲特 如果我没有遇到查理 我会比现在贫穷得多 集体的力量总是比个体要强大 中国古人有言 善假于物 牛顿也曾表示自己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可见成功之人总是善于学习 善于积蓄自身之外的力量的 巴菲特并不是天生的古神 他的投资思想也是从他人身上汲取而来的 最初时候 巴菲特照搬老师格雷厄姆的投资体系 随后学会了融合百家职场 这才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投资体系 而促成巴菲特取得如此成就的关键人物 便是芒格 纵观巴菲特的投资历程 便可以看出芒格在其中的助推作用 第一阶段 1949到1971年 该阶段巴菲特虽与芒格结实 但二人于商界并无多大来往 此时的巴菲特 奉行的是老师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法 即投资对象只是一些成本低廉的雪茄屁股 这些企业的股票较为廉价 等到被榨干最后一丝利润 便会成为被抛弃的存在 算得上是获取短期利润的不二之选 1956年 巴菲特创业成立了一家合伙公司 宾对合伙人提出了几类投资方法 一 控制类投资 这类投资只在掌握对于目标公司的控制权 投资活动要么可以控制这家公司 要么就够买入够多的股份 从而有权影响到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 二 低估类投资 如果股票的价格低于其本身的价值 那么它最值得入手 三 套利类投资 该类投资多用于公司重组 合并 清算 以及分利等情况 投资的价格不再取决于双方的供求关系 而是由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所决定 其中前两类投资方法可以实现互相转化 1963到1965年 巴菲特从成为伯克希尔最大的股东 到正式接管该公司 1964年 巴菲特发现了格雷厄姆价值投资的局限性 廉价股所带来的价值总是有限的 且股市的发展趋势一直面临股价上涨 廉价股的身影已经愈发难寻觅了 在疑问的趋势下 巴菲特把低估类投资分化成了两种 其一是那些股价被低估的规模较大的企业 巴菲特还用这种投资方式 制造了一个经典的投资案例 利用沙拉有丑闻事件持股美国运通 在其中注入了和火公司四成的资产 并且持股长达四年 为之后美国运通股票上涨提供了助力 虽然巴菲特形成了新的投资方法 但是仍旧没有摆脱格雷厄姆的框架束缚 在盲德看来 格雷厄姆对巴菲特这位学生 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而触手可及的巨额利润 也令巴菲特舍不得另寻踏路 但是巴菲特一直非常注重价值实现的问题 而格雷厄姆抛开本质 为廉价市举购买任何公司的思想 却形成了一种哲学上的局限性 第二阶段1972到1989年 这一时期 巴菲特已经与盲格达成了合作 在盲格的投资思想的影响下 巴菲特看到了格雷厄姆投资体系之外的投资法门 即将冲破束缚的巴菲特非常兴奋 他终于找到了那个长期困扰自己的问题的答案 终于找到了能够突破桎梏的途径 在伯克希尔的投资活动中 盲格成为了巴菲特的背后智囊 很多投资决策皆出自盲格之手 收购喜事糖果 便是巴菲特接受盲格决策所打出了第一场结战 随着喜事糖果的高速发展 巴菲特意识到了购买一个优质企业 然后坐等收获长期利润的好处 也明白了一家好企业底的上市家雪茄屁股 因为长期收益所带来的好处 是短期收益所无法比拟的 在此之前 巴菲特也非常崇尚费舍的投资理论 这也可以归入到帮助巴菲特 走出格雷厄姆体系的功劳阵营 芒格、费舍、格雷厄姆的投资体系 在巴菲特的思想中碰撞融合 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投资风格 从喜事糖果开始 巴菲特的投资标准 便从股票价格转向了产品质量 对于套利和廉价股的操作明显减少 投资优秀企业的同时更注重对其的控制 采取并购或永久持有的投资方式 面对投资阶段的演变 巴菲特表示 之前我只是一个投资人 我的立场只有投资 后来我把自己当成了一位经营者 于是我成为了更优秀的投资人 因为我成了优秀的投资人 所以我也是一位优秀的经营者 我看到了一些无形的东西的价值 一些好的企业与优秀的管理 更值得我去关注 第三阶段 1990年至今 这一阶段 呈现出了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巴菲特 芒格对巴菲特在此阶段的评价为 白尺肝头更进一步 20世纪90年代之后 全球所有的企业都在迅速发展 大家都变得聪明起来 这无形中给伯克希尔带来了诸多压力 芒格对伯克希尔的近况 做出了较为准确的分析 首先 伯克希尔的规模正在逐渐扩大 这也意味着 他们必须去寻找那些更具竞争力的领域 但很显然 这样的领域并不多 其次 对于普通股来说 面对当下的经济环境 也会产生今时不同往日的差别 总体而言 他们手中的钱变多了 但相应的机会却变少了 明确了问题之后 芒格便有针对性地承担起了投资参谋的角色 于是巴菲特的投资思想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 更加炉火纯清起来 在该阶段 巴菲特投资思想的转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提出护城河的概念 巴菲特将企业比作一座城堡 而护城堡便是一个奇妙的 显要的环形保护盒 护城堡的质量越好 说明城堡的主人越有才干 并且多数是高雅而诚恳的人 主人在城堡之内制造黄金 但并非全部都据为己有 城堡力量的源泉是主人那有才干的大脑 护城河则是保障城堡抵御外敌的屏障 拥有护城河的公司大都具备一定的控制地位 他们有着难以复制的特许权 同时也存在较强的发展潜力 一条强有力的护城河 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宽度 并且对于外力来说 必为不可逾越的存在 拥有护城河的企业可以称其为伟大的企业 管理层应当明白 护城河的宽度每年都需要提升 这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力筹码 当然 拓宽护城河并不意味着 每年都要提升一部分利润 护城河的宽度并不仅仅体现在利润之上 而且这对大多数企业来说都不容易 但可以明确的是 一家每年都能拓宽护城河的企业 其经营状态定然不会差 二 转变投资战略 首先 伯克希尔的资产正在迅速增长 因此在投资活动中需要更加精明的投资决策 而更加集中的持股投资战略 成为巴菲特的主要投资手段 其次 在普通股方面 巴菲特更加注重一些突遇挫折的优质大公司 或是被浅显的市场所低估股价的优质股票 并对其实施选择性反向投资策略 三 游走在两个领域之内的挥棒概念 挥棒概念源自于美国超级机球手威廉姆斯 对面飞过来的棒球实在太多 因此他把棒球的位置划分成了77个单元 而只有那些落在幸运区的棒球 才会得到他的眷顾 即便是要承担三阵出局的风险 他也不会冒险去接一些位置差的球 因为这会给自己的成功率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芒格将这种接球策略同投资方向结合起来 巴菲特也深谙其道 他表示 市场中存在诸多投资项目 他们就像四面八方过来的棒球 如果你看到一颗球却无法立即做出皆与不皆的决定 那么不妨选择让其在眼前流失 这时候没有人会责怪你错过这颗球 因为只有当你挥起球棒却落空的时候 你才会面临出局 巴菲特把市场中的业务分成了三种类别 分别为 可增的业务 这类业务成长很快 但是却需要大量的扶持资金 但利润却极为有限 对于投资回报率总是令人失望至极 例如航空业 伟大的业务 这种业务一般都拥有持久的护城和回报率高 并且不需要大量的后期资产支撑 如果将其看成存款账户 便会产生非常高的利息 并且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逐渐升高 代表企业为喜事糖果 优秀的业务 该类企业存在较强的竞争优势和较高的回报率 不过若想实现快速增长 则需要投入大量的扶持资金 因此 它的利息虽然诱人 但需要通过增加存款才能顺利得到 例如飞行安全公司 5.开展跨国投资和收购活动 1991年 英国饮料建立式进入巴菲特的事业 这也是巴菲特首次跨国投资活动 之后 中石油 以色列伊斯 卡尔 金属制品公司 也成为了伯克希尔的持股对象 6.多样化的非常规投资 作为巴菲特的投资参谋 芒格一直在为他出谋划策 因此 巴菲特的投资思想便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征 进而体现在投资活动上 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案例 思慕 建立衍生合约 购买零息债券 涉足现货白银 进驻外汇市场 固定收入套利 甚至涉足垃圾债券 这些都是巴菲特投资的非常规方向 而正是这些多元化的投资活动 造就了一个思想更开阔 技术更全面 技巧更娴熟的投资人巴菲特 巴菲特投资思想的转变 是一个在发展中成长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曾有过芒格的建议 撼动了巴菲特原有的思想 第二个阶段 芒格成为了巴菲特的引路人 投资活动的出谋划策者 于是巴菲特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变 开始创造一个又一个投资辉煌 到了第三阶段 巴菲特个人的投资思想已经自成体系 他与芒格的思想开始碰撞融合 伯克希尔的投资决策 开始在二人的投资讨论中不断诞生 对于芒格对自己的帮助 巴菲特用一句话来说明 如果我没有遇到查理 我会比现在贫穷得多 二芒格 巴菲特最后的秘密武器 2010年 比亚迪在发展中遭遇重创 汽车销量出现了连续五个月 环比下滑的情况 针对市场情况 年预计销量也下调了20万辆 无独有偶 比亚迪在渠道中出现了扩张速度过快的问题 并且在产品类型上也过于单一 这些因素导致有些经销商 无法承担这样巨大的压力 而选择退出销售 在诸多问题的侵蚀下 比亚迪的股价出现了相应的波动 这令业内人士极度不安 这时 美国传来了巴菲特将专门来华的消息 很多人猜测 金主伯克希尔将做出抛售比亚迪股份的决定 2010年9月27日 巴菲特带领自己的团队来华参加比尔盖茨的慈善晚会 媒体们一直都关注 这两位经济界的风云人物 将如何鼓动国内富人捐款 但仔细一看 四天的时间好像成为了比亚迪的行走广告 巴菲特与芒格走访了北京 深圳 长沙等地 所有的行程与活动均与比亚迪有关 他们出现在媒体们面前 所穿着的服装也都印着比亚迪的标识 看起来 伯克希尔此次造访 为的是给比亚迪助威 巴菲特之所以会如此看重比亚迪 包括当年下定决心买入比亚迪 都是芒格在其身后出门划策的结果 巴菲特与芒格出席了比亚迪销量 突破100万辆的庆功会 同时为比亚迪M6发布仪式助阵 也见证了长沙K9电动车下线 因为此行的旗帜是慈善 所以巴菲特与芒格也参与了比亚迪援助 西藏的慈善活动 当时数千名比亚迪经销商会聚一堂 巴菲特、芒格与大家共进了晚餐 在一系列公开场合之中 巴菲特一直在发表赞美比亚迪的相关言辞 随着金主助力的深入 比亚迪的骨架也迅速出现了波动 仅在巴菲特与芒格抵华的第一天 比亚迪的骨架就出现了相应攀升 上升率达到了4.25% 2010年9月28日 王传福陪同巴菲特、芒格、比尔盖茨参观比亚迪的生产基地 随后参加比亚迪总部的论坛活动 在交流会上 巴菲特表示倘若没有芒格 他或许永远都不会注意到比亚迪 于是 他再度讲述了芒格劝说自己买入比亚迪的经历 我和查理相识51年了 很多情况下 我们的投资思想都会处在一条战线上 但也有发生偏差的情况 这就意味着你的身边一定要有一个人 他能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 或许可以帮你规避风险 也或许能够助你抓住机会 在商业合作的这几十年里 查理总共给我打过三个建议投资的电话 毫无疑问 这三个投资项目都是我当时没有看到的 其中第三次便是投资比亚迪 接到查理的电话后 我并没有立即行动 当时的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但是查理却一连打了三个电话过来 我体会到了他的重视程度 我当然会相信他 所以我就投了 在巴菲特眼中 芒格对于优质企业 似乎有着一双自带 追踪性质的眼睛 每当看到一个优秀的经营管理模式 他都会异常兴奋 巴菲特常常这样评价芒格 是查理让我明确了自己的身份 我不仅是一个投资人 还是一个经营者 在投资活动中 他总是能够在投资人和经营者之间自由转换 他能捕捉到哪一家是最好的企业 能判断出哪一个是最棒的生意 也能看出哪家企业能够创造出巨大的价值 因此 伯克希尔很多成功的投资活动 都来源于他的决策 对此我非常感激和欣慰 为此 很多媒体便对芒格为何如此执着于比亚迪产生了兴趣 芒格这样回答 其实 亚洲的企业大多存在一个共同点 群带关系 但是比亚迪没有 王传福选择把股票分给自己的员工们 而不是像其他企业一样去公开募股 他对自己的企业很认真 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员工得到提升 这对于企业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相对于家族企业 这样的管理体系看起来要好得多 在交流会上 有记者提问 伯克希尔会不会选择抛售比亚迪的股票 芒格听了神色凝重 并且非常明确地回答道 抛售比亚迪 我想这不是我的风格 比亚迪是芒格家族的一员 我想我会带着他进坟墓 芒格的回答回谐中透着坚决 对于他为何会如此看重比亚迪 在巴菲特看来 一个重要原因是新能源 芒格甚至表示 过美国经济的振兴就需要新能源的力量 并且希望国家能够利用太阳能 建立一个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 而就在这个9月 美国洛杉矶水电局 便于比亚迪 签订了可再生储能电网项目的合作计划 这也印证了芒格的高瞻远瞩 和与时俱进的投资思想 世人皆知股神巴菲特 却对查理芒格置之甚少 这是因为芒格一直选择站在巴菲特身后 做他叱咤股市的坚强后盾 世人皆把那些堪称经典的投资活动 归在巴菲特身上 却不知这里面大部分是芒格脑中的决策 于是芒格便有了巴菲特背后的男人 巴菲特最后的秘密武器 直称 三一个古板的 有趣的怪老头 在巴菲特眼中 芒格固然是一个实力卓越的投资大师 若是抛开商业层面 仅看二人的朋友关系 巴菲特或许会给出一个古板的 有趣的怪老头的结论 芒格比巴菲特年长六岁 初见时 芒格正与自己的合作伙伴打拼事业 而当时的巴菲特却是独家经营 正为自己的合伙基金而四处奔走 在相识十六年之后 二人才选择并肩前行 随着巴菲特芒格王朝的兴起 二人也在投资界 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经典投资浪潮 芒格拥有商业法律的护盾 因此他懂得商业发展的内在规律 对于分析和评价一桩生意 他要比常人更加擅长 这在投资 金融领域是非常重要的 有芒格在身边 巴菲特便如虎添翼了 有人把芒格与巴菲特的组合可称之为完美 认为二人非常相像 两人都善于说不 对于巴菲特来说 芒格的出现就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 查理把我的铁轨掰向了另一个方向 此后我的投资活动便与便宜货说再见了 这完全是查理的思想的力量 在他的身边 我看到了更多的风景 于是我以非常快的速度从一只星星进化成了人类 也获得了原本不曾拥有的财富 在查理心中 一个优秀的品性往往比大脑要重要 相比智商 查理更看重投资者是否存在品性缺陷 现如今 巴菲特已经成为了叱咤商界的股神 而芒格作为巴菲特的幕后智能 其知名度与智慧价值都被使人严重低估了 巴菲特的大儿子曾经这样表述 我的父亲是我见过的第二聪明的人 第一是查理芒格 因此 有人便询问芒格 你与巴菲特的组合于商界是无敌的存在 巴菲特经常在全球媒体面前露面 而你多藏于幕后 尽管如此 很多人还是把巴菲特的成就归因到你的身上 认为你比巴菲特要重要得多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听到这样的问题 芒格略有吃惊 我想那都是误解 巴菲特才是最重要的 作为台前的主演 他自然比我重要得多 至于我 不过是在他的事业当中发挥了一些作用而已 所谓幕前幕后的状态 并非是刻意安排的结果 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局面 我认为这很完美 我比较喜欢幕后的状态 芒格在日常生活中不善言辞 但是一旦到了在台上发言的时刻 他便会滔滔不绝起来 倘若是面对全球媒体 他也时常会忘记翻译的存在 然后自顾自地说下去 因为芒格比巴菲特年长六岁 而且芒格的一只眼睛因手术失败而失明了 所以巴菲特总是处处照顾他 每当芒格说到忘我的时候 巴菲特都会在一旁拉一拉芒格的衣袖 提醒芒格要给翻译一些时间 即便如此 芒格也还是会杀不住车 巴菲特只能不厌其烦地提醒他 最后芒格终于形成了条件反射 每当在会议中发言时 只要巴菲特一碰他 芒格就会立即闭嘴 每当芒格决定要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 身边的人都会表示很头疼 因为他总是说得又多又快 而旁人却一句话也插不上 有一次 芒格去参加一次晚宴 喝了几杯酒之后 突然言论之星大发 于是便又滔滔不绝起来 只见他满嘴都是天堂在不同宗教当中的意义 客人们只有目瞪口呆 被迫倾听的份 还有一次 芒格与好友马歇尔一同参加另一个晚宴 在整个晚会当中 芒格都在用他那洪亮的嗓音大声独歪着 令人头疼的事 他的独白编三倒四 毫无章法可言 听者个个无可奈何 苦不堪言 不得已 主人找到马歇尔 马歇尔先生 能拜托你让查理歇一挥吗 让他不要再说了 其他人都沉默了 对于发言 芒格似乎存在一种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的特性 他的名下曾有一家医院 每隔几星期都会召开一次会议 而每次会议的场景都会令员工万般无奈 与会人员早早在会议桌之前待命 芒格猛地打开门 然后大步走到会议桌的尽头坐下来 随后一声招呼都不打 便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言 他一直在表述医院目前存在的问题 就这样唱着独角戏阐述了三四十分钟 而其他人全程都插不上一句话 芒格说完之后便意味着会议结束了 留下一群面面相去的人员 与一把空空的会议 虽然芒格有时会喋喋不休 但他惜自如今的情况倒也非常常见 每当巴菲特发表较长的言论时 他都会静静地坐在一旁 巴菲特说完之后 总是会侧过头来问芒格 查理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哦我们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于是会议就这样愉快地结束了 当然若是芒格想发言 他会不分时宜 不分场合地随意打断巴菲特 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而巴菲特也只能在他发表完意见之后 再继续自己的发言 在巴菲特眼中 芒格不仅古板还非常奇怪 他习惯性地称芒格为怪老头 因为很多情况下 你都不知道芒格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有一次 巴菲特与芒格漫步在曼哈顿的街道上 二人正在讨论着一个并购时宜 走着走着 巴菲特忽然发现 四周的人们好像在以奇怪的目光打量自己 他转身一看芒格竟然不见了 自己就这样自言自语走了十几分钟 原来 芒格突然记起来自己需要去赶一班飞机 于是便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掉了 巴菲特得知之后顿是哭笑不得 说到芒格的怪 巴菲特深有感触 查理习惯我行我诉 他曾经因为崇拜本杰明富兰克林 想要诉一个后者的头像 却被好友古瑞恩拒绝了 古瑞恩表示 希望查理做一些令人更加愉快的事情 查理当场答应了 但是富兰克林的头像还是被诉出来了 而且疑诉就是二十多个芒格高兴地自己留了一个 剩下的还送给了其他人 这令古瑞恩非常无奈 巴菲特与芒格的友谊不仅是投资界的美谈 更是令世人所羡慕和敬仰的 二人既是合伙人 又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芒格在巴菲特的商业之路上 占据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他是二人商业成就的决定性力量 对此 巴菲特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交友如此 夫妇何求 四从精神搭档到实战搭档的升华 在巴菲特与芒格初始的十六年里 二人一直保持着精神搭档的关系 这种关系不需要任何合同来维系 也没有任何头衔的加持 只是一种纯粹而深厚的友谊 在巴菲特眼中 他与芒格的关系与其被视为商业安排 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兄弟情谊 巴菲特与芒格总是互相信任 在投资决策上彼此互补 随着合作的加深 二人便从精神搭档逐渐走向了实战搭档 彼此间的关系也更加紧密起来 二人都生活在奥马哈 他们的家庭仅仅隔了几个街区 虽然相隔非常之近 但是不同的生活环境与六岁的年龄差 却将它们放置在了不同的社交圈中 即便如此 他们有着相似的家庭环境 相近的价值观 二人还是通过相同的兴趣走到了一起 这个相同的兴趣是对财富的渴望 芒格曾经这样说到 在财富的层面上 我和沃伦的目的是一样的 不过我想要得到财富的原因 倒不是利用它去换取良好的物质生活 我仅仅是渴望独立罢了 就像我认为 给别人开账单是一件有损尊严的事情一般 阿菲特与芒格的家庭 都没有给他们留下所谓的遗产 二人的财富来源 均是自身意志力和卓越的商业才干 伟大的遗产并不仅仅体现在财富之上 就像伟大的人带给世人的更多的是精神力量 我的家庭没有给我留下大量的财富 但是我却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在我看来 这比实际的钱财更有价值 芒格继续说道 沃伦恩也是一样 他的家庭从小就为他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 他也得到了这样一笔非常棒的财富 而当这笔财富作用于商业之上时 便展现出了莫大的效用 人们乐意投资沃伦 仅仅是因为他是巴菲特家族的一员 虽然巴菲特与芒格存在诸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二人终究还是不同的 甚至在某些方面 他们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状态 巴菲特的兴趣比较专一 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投资事业 但芒格不一样 芒格的兴趣极为广泛 商业与投资 不过是他多姿多彩的生活中的冰山一角 在巴菲特看来 在兴趣广泛这一点上 芒格与格雷厄姆非常相像 查理非常喜欢看书 尤其是阅读一些传记 因此他的思维跨度要比我宽广得多 每年他都会消化掉几百本人物传记 那种超群的过目不忘的本领 是我望尘莫及的 思想观念的不同造就了二人不同的表达习惯 在会议发言或公共场合讲话的时候 巴菲特的语言通常非常容易理解 他总是采用通俗易懂的故事 结合最简单的语句表述出自己的观点 但是芒格不一样 芒格习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不管是多简单的问题 他总是能够在复杂分析的基础上达到 多废 唇舌 的目的 此外 巴菲特在日常生活或出席活动时 穿着往往非常随意 而芒格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 巴菲特比较节俭 他一直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 尽管他已经被修缮了很多遍 而芒格对建筑也存在极大的兴趣 这些热情体现在了自己的住房上 芒格拥有七栋房子 每栋房子的结构都令他非常满意 芒格的生活并不像巴菲特那样一帆风顺 一只眼睛的失明曾经把他打入了低谷 在财富积累方面 芒格要达到目的也不如巴菲特容易 但二人终归是伟大的伙伴关系 就像比尔盖茨与保罗艾伦一样 两个人之间总是存在一种无形的协同作用 因为各具天赋 即便是单打独斗 他们也能获取大量的财富 但金无足斥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自身能力之外的问题 于是 两个相得一张的人实现共同经营 往往要比独自发展所获得的成果要大 巴菲特熟知商业和财务相关内容 并在该领域受过正规训练 但是他没有法律方面的基础 这给日后的商业活动造成了一定的掣肘作用 而芒格曾经是一名资深律师 他有着巴菲特所没有的法律知识 不过他虽然有一些业务运营方面的经验 但是要成为一位优秀的投资者 他还需要向巴菲特多多学习 于是这两个互补的人并肩站在了一起 成为了一个能够叱咤股市的风云力量 对此 芒格也道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们常说异性相惜 实际上世间万物都存在一定的联系 都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 只要出现一个合适的桥梁 投资项目总是复杂的 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需要同伴 然后 你需要把自己的想法训练 得可以与他人的想法相适应 这是一种能力 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芒格的出现 使得巴菲特的价值观 与目标有了可倾诉的对象 芒格 成为唯一一个 可以与巴菲特 进行高层次对话的人 芒格为巴菲特带来的 不仅是一个合格的合作伙伴 更是为巴菲特带来了 难能可贵的人力优势 芒格的交友范围非常之广 包括一些知名企业家 众多政客 甚至是参议员与总统 芒格是仓储时连锁零售公司好事多的董事 该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 悉尼格曾对芒格做出这样的评价 查理的交友范围实在是太广泛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前往洛杉矶俱乐部去吃午饭 那里是洛杉矶最著名的商务俱乐部 当时里面会集了很多人 我感觉查理与在场的400多人全部都认识 当巴菲特在内布拉斯加州 四处奔走筹款的时候 芒格特意跑到加利福尼亚 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大肆宣传巴菲特的高超投资技术 就这样为后者筹集到了几百万的本金 伯克希尔之所以能够一路辉煌走到今天 与其早期的成功是分不开的 而早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收购蓝筹印花 喜事糖果 以及对其他加州公司的收购 而促成这些投资活动的人 大多是芒格与他的朋友圈的助力 巴菲特的投资伙伴 只是芒格在生活中多重身份中的一个 虽然他与巴菲特的关系非常亲密 但他仍旧是一个独立的合伙人 芒格是伯克希尔的第二大股东兼副主席 与此同时 他还有独立的个人企业 伯克希尔持股80%的威斯克金融公司 以及每日新闻集团 后来 芒格出现在了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 他的财富总值超过了12亿美元 把史蒂夫乔布斯 这位硅谷计算机富豪甩在了身后 此后 世人方知芒格不仅仅只是巴菲特的投资伙伴 此时的芒格 俨然已成为了全美较为神秘 而独立的商业领袖 芒格曾经表示 希望自己的财富 保持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水平之下 这样他就可以避开闪光灯 实现自己低调的生活 但当他登上富豪榜的那一刻起 便意味着他的锋芒于世人面前藏不住了 芒格的个性有些我行我素 且他很崇尚中国的儒家文化 虽然他很多情况下都是不拘小节 但是巴菲特早已习以为常 查理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他对于一些优雅的表面功夫不屑一顾 所以表现出来的言行是必出自真心 这在形式化的社会中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真实 我和查理共事几十年了 从未因任何事情争吵过 当然我们也会存在意见不同的时候 但是从来没有异方发脾气 导致二人不欢而散的情况 查理在倾听我的想法时 从来都不会带着情绪去思考 倘若他自身能够拿出足够的事实或推断 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他也绝对不会让步 因此我们提出来的观点都非常值得探讨 所以我们对于对方的想法都会足够重视 因为芒格的出现成就了今天的巴菲特 有人说 事无芒格当无巴菲特 此说法固然存在一定夸张的成分 但同时也表明了芒格治愈巴菲特的重要性 无理智的胜利 古板老头 芒格向来比较古板 因此也是一个较为传统的人 按理来说 关于社会问题 芒格也会倾向于传统 但在一项法律面前 芒格却变卦了 在美国 宪法中存在反堕胎法 宣扬尊重生命的传统 这是一项百年来的文化传统 但当芒格看到它时 却不由皱起了眉头 为什么不能尊重妇女的主权呢 一个前所未有的反传统想法在芒格脑海中 逐渐形成 支持堕胎 这在美国境内激起了轩然大波 看到芒格热情似火的样子 巴菲特感叹道 无完老头却支持堕胎 我似乎认识了另一个查理 芒格之所以会做出与性格不符的行为 除了自身的思想运转的结果 还有来自于偶像的激励 和巴菲特崇敬本杰明格雷厄姆一样 芒格对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崇尚程度 可以用忠实粉丝来形容 巴菲特经常调侃芒格 整日把富兰克林穷 查理年鉴当中的句子到处宣扬 称他看了太多本关于富兰克林的书 每当这时候 芒格总是抛出同样的回答 沃伦的事我也知道很多 我可以说给你听 富兰克林的事我也知道很多 也可以说给你听 巴菲特扭过头去 表示自己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答案 而芒格却总是一脸兴奋的表情 芒格奉行尽诛者吃的道理 认为你想成为什么人 就要去和这类伟大的人打交道 芒格喜欢与过世的伟人打交道 因为他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力量 他经常如蜀家真的表示 如果你和亚当斯密的关系很好 那么你的经济学一定非常好 或许你会觉得与一些离世之人做朋友有些荒唐 但是他们的正确思想 总能为我们的生活与教育指引方向 这比单纯的去了解一些所谓的概念要好得多 我非常喜欢看传记 如果你能在研究和学习一些伟大概念的时候 将其与这些提出者们的生平 个性结合起来 一定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 在芒德眼中 富兰克林是美国最优秀的商人 科学家 投资家与外交家 与此同时 他还为国内的福利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富兰克林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 更糟糕的是这个家庭并不和谐 为了让自己过上好日子 他逃离了自己的家 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 他的著作《穷查理年间风靡一时》 因此他出名了 也变得富有起来 在之后的生活里 富兰克林将大部分的时间 都投入到了社会活动当中 在富兰克林的人生经历中 芒格悟出了一个道理 一个人若想为人类谋服 首先他要变得富有 当然 这只是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此后 这项体悟便成为了芒格的人生准则之一 早在19世纪 一些科学家 研究世界人口问题 向世人敲响了警钟 那时全球人口只有10亿 而短短十几年之后 这个数字就上升到了60亿 如果不加以掌控 皆是地球将不堪重负 作为第一批提出人口问题的科学家中的一员 加勒特·哈丁为此付出了诸多心力 哈丁是加州大学人类生态学的荣誉教授 在伦理学 生物学 生态学领域有很多著作 为了呼吁全球控制人口增长 在20世纪60年代 哈丁在全国范围内做了几百场的巡回演讲 旨在宣扬拥护堕胎 他也由此被称之为堕胎先生 芒格第一次介入《支持堕胎》的阵营源于一场诉讼案件 当时大概是1972年 被告名叫里昂·贝鲁斯 他是一名医生 罪名是将一位堕胎医生介绍给了一位妇女 看到这个案件之后 芒格表现出了足够的关注度 并且自己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 面对自己的选择 芒格这样解释 在美国 堕胎是不合法的 与宪法作对 支持堕胎和法化对我来说实际上非常困难 很多时候我的情感并不支持我这样做 我同样很尊重生命 但是我也要站在宏观的角度上去考虑 全球人口增速过快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再者 很多孩子并不是依照妇女的意愿而出现的 我应该尊重妇女的意愿 让她们能够决定孩子的去留 因此我需要压制住我的一些天性 从而更加理智地去做这件事情 打定主意之后 芒格便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 首先 她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和充沛的精力 去寻求变革的机会 其次 她把巴菲特也拉下了水 巴菲特是一位比较称职的商人 她在财务上是比较保守的 但对于社会问题 她比芒格更加宽容 于是 芒格说服她并没有费多大力气 随后 芒格与巴菲特 开始为贝鲁斯支付辩护法律费用 芒格 还与自己的律师和伙人 以律师的身份介入 到了案件当中 巴菲特表示 查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案件之中 她凭借自己的人际关系 拿到了整个案件的意见书 还在医学院教授那里得到了一份大纲 为此她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律师团整理出了两份法庭之有的大纲 其中一份是芒格亲自撰写的 上面还搜集了17位著名的律师的签名 另一份收集到的签名更多 所有178个多是医学院的教授与院长 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 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搁置 在这期间 芒格与巴菲特投资了一家教堂 这里有一位赫法牧师在运营 主要给妇女们提供一些计划生育方面的咨询意见 当时美国有很多怀孕妇女 并不想把腹中的孩子生下来 于是这位牧师便帮助他们联系 让他们到美国之外的地方去做多胎手术 但终究还是引火上身被安上支支堕胎的罪名 芒格曾经试图说服这位牧师继续先前的事业 但是失败了 于是他给巴菲特打了一个电话 芒格与巴菲特的通话 大都与生意业务有关 但是这个电话没有任何商业性质 沃伦 你需要帮我建一所教堂 芒格上来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巴菲特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查理你说什么 芒格 听着沃伦 我们必须有一家属于自己的教堂 巴菲特制裁反应过来 于是 这两位革命家再度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了 1969年9月 在贝鲁斯一案中 一位法官的判决票出现了摇摆不定的情况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承认反堕胎法 违反宪法精神的法庭判决 芒格表示 该案件炸开了反堕胎的一个缺口 在芒格的努力之下 社会新潮正在席决美国 1971年 贝鲁斯案得到了最终的判决 妇女存在决定是否生育子女的基本权利 赢得案件之后 芒格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他化身洛杉矶计划生育组织的信托人 兼首席财政官 主要业务是提供计划生育服务 也会给妇女介绍能够做流产手术的诊所 虽然饱受资金和抗议者的压力 芒格在人口控制方面的热情 与多年来一直未曾减退 在巴菲特看来 芒格为此不仅付出了时间 更是把支持堕胎做成了一件慈善事业 芒格在争取堕胎权利斗争的过程中 曾有过很多支持者与盟友 一位名叫基斯拉塞尔的产科医生 便是其中一个 有一天 在这位医生的派对上 一位病人举起酒杯说起了祝酒词 让我们为拉塞尔医生 接生过的宝宝喝一杯 只见芒格举起酒杯说道 让我们为那些没有被拉塞尔医生 接生过的孩子喝一杯 顿时宴会的气氛便庄重肃穆起来 芒格这种认真 竟在生活中总会不经意地流露 财富杂志上曾刊登过一篇名 为人口爆炸的文章 文中指出随着人口的增长 科技也会愈发进步 芒格看了之后大为震惊 历史拿起必给杂志社写了一封信 信中表示 这完全没说到点子上 从物理学上便能得到答案 人口与人均福利 这两个变量从来都不会一同实现最大化 1998年 支持堕胎的风波已经过去了多年 但社会上的反对之声却仍旧此起彼伏 这一天 伯克希尔要召开股东大会 巴菲特与芒格再度聚首到了奥马哈 这本是一个万众期待各方崇拜者会去一堂的日子 而狭长的人行道上却不合时宜地走动着六七个人 他们手举抗议的牌子上面画着漂浮在瓶子里的婴儿 嘴中还不时喊着婴儿杀手的口号 芒格与巴菲特的抗议者找上门来了 大多数人只知道巴菲特与芒格正在赞助有关支持堕胎的慈善机构 却嫌有人知道他们是整个浪潮的先锋 在抗议者手中标语上 有一条是抗议巴菲特为打胎要测试提供资金 巴菲特半开玩笑地说 查理也向计划生育组织捐款 应该把他的名字也写到标语上 芒格呵呵一笑 我可不想引人注目 巴菲特 和古板老头 六巴菲特说 我是芒格的眼睛 芒格是我的耳朵 2017年5月6日 巴菲特与芒格 这两位八九十岁的市场大佬 在股东大会上亮相了 吸引了四万多名参会者会集一堂 开场的是巴菲特 芒格坐在他身侧 大家听到巴菲特上来就讲了一个笑话 我和查理总是离得很近 就像现在一样 很多人提到我们其中任何一个 都会立即想起另一个 久而久之 这产生了一个问题 大家开始分不清我和查理了 其实 这很简单 听得见的是查理 看得见的是我 这份幽默起到了很好的暖场效果 会议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 巴菲特这样说自然存在一定的道理 因为芒格的势力确实出现了问题 早在1978年 那时芒格才54岁 却不幸患了急性白内障 并来如山倒 芒格需要马上手术 在当时手术技术已经提升了一个台阶 改良版的手术也已经开始推广 其术后的并发症被控制在2%之下 但芒格没有选择新型的治疗技术 而是采用了老式手术 手术并发症的危险便提高到了5% 虽然概率非常之小 但芒格还是不幸地成为了后遗症的受害者 一些眼外细胞流入了眼内 并且侵占了眼内空间 眼压开始升高 终于不堪重负 是神经便由此受损 此后 芒格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当中 两年之后又不得不接受了眼球摘出手术 带上了一颗玻璃球 但摘出手术 同样给芒格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痛苦 疼痛总是避免不了的 并且伴随着整日作呕 就连战力都显得有些吃力 无独有偶 当芒格的左眼饱受侵害的同时 白内障也向他的右眼发起了进攻 因为只剩下了一颗眼球 芒格不敢冒太大的风险 所以此次采取了保守治疗 他戴上了一副白内障眼镜 这给他带来了较好的视力 并且赋予了他开车的权利 即便如此 这也同样令人懊恼 毕竟芒格是一个史书之人 一只眼睛的失明 给他的阅读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但芒格仍然在坚持阅读 作为一位老年人和病人 芒格的身体更多情况下 都处于不适的状态中 但他依旧与巴菲特合作 开展了诸多收购活动 诸如不法罗晚报 我是芒格的眼睛 芒格是我的耳朵 这句话从表面看来 说明了巴菲特与芒格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细细品味之后 却也能得出更深层的寓意 巴菲特的眼睛是用来寻找投资目标的 而芒格的耳朵则是用来洞悉市场变动 分辨最合适的投资目标的 这是两种不同的投资风格 各有各的优势 而当二者结合时 便会发挥出无与伦比的效用 早期时候 巴菲特的投资活动更加看重投资价格 但芒格对于收购投资活动 更加注重价格合理 优质公司 这对巴菲特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进而改变了他的投资方向 巴菲特表示 在理解能力方面 查理比我擅长 对于一些理念 查理的总结与浓缩能力非常强大 很多投资者都羡慕巴菲特 与芒格这样的合伙人关系 也有不少人询问如何才能找到合适的搭档 巴菲特表示 若想找一个共识之人 首先要保证对方比你聪明 比你有智慧 当然 请他不要炫耀这个优势 其次 当你犯错时 他不会一味地指责与生气 也不会不合时宜的时候诸葛亮 最后 他可以在共识的路上为你带来无尽的欢乐 这样看来 找到一个完美的搭档似乎非常困难 不然 也不会存在知音难秘 知己难求的说法了 对于二人的关系 芒格是这样表述的 我和沃伦一直相处得非常融洽 从最初见面就如此 此后我们发展成了朋友和商业伙伴的关系 在最初的十几年中 我们各自管理自己的事业 与投资活动中并没有什么重合的地方 我喜欢阅读 沃伦也喜欢 但我很佩服他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 这从他能在自己祖父留下来的 如何运作一家杂货店 以及我所了解的钓鱼技巧 的手稿之中学 到知识便可看出来 之后 巴菲特与芒格展开了商业合作 二人确立了搭档关系 伯克希尔帝国就此崛起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彼此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绝对信任 他们从未互相提过要求 二人的合作活动也没有形成任何的书面合约 在一次又一次的投资活动中 二人也在不断学习如何去做一对高效的合伙人 在芒格看来 理想的合伙人应当存在独立工作的能力 如果你想成为领导者 就必须存在跟随别人的觉悟 因为世界上的人总有某些方面比你强 所以主导合伙人 从属合伙人 以及地位等同的合伙人我都做过 你应该学会去扮演任何角色 因为在不同人面前 你的身份都是不一样的 2004年 在伯克希尔的年度大会上 一位年轻的股东向巴菲特请教成功的方法 巴菲特谈了谈自己的看法 而芒格则插话说道 不要吸毒 不要乱穿马路 也不要染上艾滋病 对于这种插话行为和有些不着编辑的表述 很多人表示不理解 认为这是他的幽默 实际上 这从侧面反映出了芒格在生活中 规避错误行为的特殊方式 巴菲特曾这样评价芒格的尔利 查理在开展任何行动之前 所关注的不是应该做哪些事情 而是列出不应该去做哪些事情 就像他自己说的 我必须知道自己会死在哪里 这样我就不会去了 查理的关注点 永远都是一些能够追求更多财富的目标 这通常是眼睛所看不到的 这是他的智慧与洞察力 就这样 由巴菲特去发现好项目 芒格去倾听市场的声音 然后分析出最为合适 最有价值的那一个 因此 便成就了伯克希尔这个巴菲特芒格王朝 查理把我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而不是像格雷厄姆那样只建议购买便宜货 这是他思想的力量 他拓展了我的视野 我以非同寻常的速度从星星进化到人类 否则我会比现在贫穷得多 美国古神沃伦巴菲特 在我见过的思想家中 芒格的渊博是无与伦比的 美国著名企业家比尔盖茨 如果东海岸和西海岸同时被海水淹没 不管是由于风暴 地震还是道德沦丧 芒格的奥马哈依然存在 美国债券天王比尔格罗斯 作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查理芒格用干净的方法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 取得了这个商业社会中的巨大成功 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李璐 书籍已播完 感谢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